这次讲一个比较离奇的故事吧 故事的真假不好说 但是反正咱们向来都是听故事来解闷的 又不是著书立传 无论故事的真假全都无伤大雅 所以诸位看官听着图一乐便是 切莫当真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家的一位女性长辈 这位长辈论辈分 我得叫她一生沈婆 从这个称呼上 大家估计也都能看出来 这位长辈并不是我们本家的人 而是从外面嫁进来的 这位沈婆她是福建宁化人 娘家姓雕 所以一般家里的人都叫她雕神 我们这些晚辈则称呼她为雕神婆 但是奇怪的是 家里面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头子 全都叫她刀神 一开始我们这些小辈都以为 是老头子们说方言的缘故 因为雕与刀这两个字 发音上还是有些接近的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但是时间一长 我们就发现压根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 这群老头子其实说的就是刀神 并非是他们的官话说的不准 于是我们就问家里的大人 刀神的这个名号是怎么得来的 因为依照江湖上的惯例 能被叫做刀神 那实之八九是因为刁神身上有武艺 特别是她的刀应该耍得很好 否则刀神这个名号 她一准是担不起的 可是刀神她就是一个传统的闽南妇女 年纪大了之后 愈发是一脸慈眉山目的模样 平日里刁神说话 连稍微大声一点都不会 逢年过节的时候 更是连击都不敢杀一只 这样的一个刁神 你让我们去相信 她是一个江湖上使刀的高手 你觉得这是可能吗 面对我们的疑惑 家里的大人并没有为我们解答 只是跟我们说 让我们这些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 后来直到有人不开眼 也跟着老头子有样学样的 将刁神称呼为刀神 刁神那边自然没有说什么 依旧是满脸的笑容可举 可是老头子们却没有那般的好脾气 据说那个小子屁股 被揍得肿得就像一块发膏 愣是半个多月她都没能下床走动 有了这么一次前车之见 我们这些小辈 当然也就不敢再和大人们纠缠这个问题 别管是刁神还是刀神 毕竟保护好自己的屁股 才是当时头等重要的正经事 后来年纪大了 我也到了能够上桌 和家里老头子一起喝酒的岁数了 有一次我借着酒精 尝试着和家里的老头子们 又问了一次刀神这名字的由来 当时家里的老头子被我这么一问 挠了挠头皮 皱着没到 这都多久的事了 你问这个干嘛 我还真有些记不住了 也不知道刁神的这个绰号 是怎么给叫开的 说着话 家里的老头子扭过头去 问一旁的另外一个老头子道 老九 当初刀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来着 你还记得不 九爷爷当时闻言之后 也琢磨了好一阵子 方才回道 这我哪记得啊 那时候我才几岁啊 我也都是跟着你们和七叔他们 才这样叫的 啥原因我好像还问过七叔当时 可是我现在真的是忘干净了 九爷爷话音刚落 一桌子的老头子顿时便一论起来 一群人说了半天 愣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记起来 当初刀神这个名号究竟是怎么一个来由 这个时候后厨又有一道菜端上了桌 是一盘烤好的小羊排肉 为了方便分菜 盘子里还放了一柄 用来分肉去骨的餐刀 一旁的四叔公见到这盘菜 突然大喝了一声 一把将盘子的餐刀拿在手中 冲着众人叫道 我记起来了 是刀啊 刀神当时来砸家的时候 头上插着刀 所以咱们私下里才都管他叫刀神的 说着话 四叔公像孩子一般 拿着那把餐刀在头顶一笔划 又继续笑道 你们不是都忘了吧 我还记得刀神那时候 头上还插着不止一把刀呢 四叔公这一番话 算是彻底撬开了家里老头子们 那陈锋已久的记忆 说来也是 毕竟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九世 任谁都不会记得那般牢固 但是事事难料 往往在这种时候 一旦有人将回忆的封印给揭开了 那么众人的记忆也会随勇而来 就如同决堤的潮水一般 此时饭桌上已经全然没有了秩序 四叔公的这话头二一开 立马就引得老头子们 三五成群的各说各话 全都开始回忆起了往昔 聊得多是他们年轻时候的去世 我们几个小辈坐在一旁 老半天也插不上什么话 好不容易我才瞅到一个空子 低着嗓子对家里的老头子 问了一句 雕婶婆的脑袋上怎么会插着刀呢 她嫁来咱们家的时候 难道是带着伤来的 老头子文言顿时哈哈笑了起来 一旁的其他老头子 也全都大笑不止 四叔公这时在一旁 对我们这些小辈解释道 刀婶她不是头上插着刀 她是头发上插着刀 其实那也不是刀 而是被做成刀子形状的银制发簪 那是刀婶她们娘家那边 闽南地区的一种习俗 原来在旧时候 福建闽南地区的妇女流行一种发饰 就是在自己的头发上插带三条发簪 这三条簪子都是白银所制 长达八寸 骑形四刀 中插一只 左右各一只 闽南人习惯称之为三条簪 又因为这些发簪齐形四刀 所以又被叫做三把刀 老头子跟我们解释说 闽南妇女救师头上的这三条簪 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装饰性头饰而已 这三把刀头饰其实也是有来历的 有传说这种头饰 是由旧时的闽月族妇女 身上的武器演化而来 那个时候闽南地区 族群淋漓 三天两头敌对的族群之间 就会发生泄斗 加上土匪海盗时常骚扰 因此当地妇女多在头上常带戾气 一者能够御敌 二者也是为了可以抵御强暴 如果到时候无力抵挡 刚烈无比的闽南妇女 也是宁可自问 也不会让外敌尽身侮辱自己 故而就时候闽南女子性烈如火 无故令敌人胆寒三分 还有一说是在明代佳境年间 东南沿海时常有窝寇袭扰 不甘屈辱的闽南妇女 基本上人人都会在身上 携带着短小锋利的铁器 疑于敌人 后来为了携带方便和隐蔽 他们就把这种小铁器改成铁簪 插带在发挂内 用来防身和杀敌 如日子实在难过 甚至会用其自杀 后来 这种铁簪就渐渐地演变成了 用白银打制的 具有装饰意味的刀剑型头饰 家里的老头子们说 不管刚才的那两种说法 哪个更为可靠 总之 闽南地区女子头上的这种刀型头饰 在几十年前的中原地区是很难见到的 因此当初雕沈刚刚嫁过来的时候 他头上的那三柄银刀发簪 自然就成了家里人闲实的话题 那时候 家里的这些老头子们 也还都是十几岁的少年郎 私下里也如同今日的年轻人一样 喜欢闲聊胡闹给旁人起绰号 于是雕沈婆 因为她头上的这种独特的发饰 再加上她娘家的姓氏 于是她便得来了刀婶这样的一个称呼 家里的老头子们在跟我们这些小辈 解释清楚刀婶这名号的来历之后 便又继续聊起他们年轻时的酒事 我们几个晚辈听了一会儿 发现全都是一些陈芝麻烂骨子 也觉得有些无趣 于是当即有人就带头同老头子说了一声 随后就退出了饭堂 这人一走 立马有人也跟着一同离开 没过一会儿 屋里的小辈基本就走光了 当时我也跟在众人身后 想要出门再找个宵夜摊吃一点 毕竟家里的饭太过养生 没有没辣的 吃起来就像是在吃一大桌的水煮菜 连咸盐都舍不得多放 一点都不适合我这无辣不欢的胃 所以晚上在饭桌上食 我就只吃了一个五分饱 早就打算好了要留一半的胃 等会儿再溜出去继续吃一点 可是我前脚刚刚踏出门 我就听到屋里有一个老头子突然说到 刀婶子当年嫁来咱们家 那都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这么多年他好像一次都没回过娘家吧 这老头子话音刚落 便听到另外一个老头子接话道 回啥娘家啊 当年的事你都忘了吗 这是要是搁在你身上 你会回去吗 当时我一听 就知道这是有故事要说了 于是立马就把伸出屋外的那条腿 给收了回来 把屁股挪到了屋门口的凳子上做好 一弯腰 就把已经系好的鞋带又给拽开了 逼着身子装出一副再系鞋带的模样 一边将耳朵都给竖起来 生怕漏听了老头子们的一个字 这时 就听之前挑起了今天这个话题的九爷爷言道 各位老哥 当年刀审嫁进来的时候 我也就才七八岁的年纪吧 对当时的事我也不清楚 光记得三叔回来的时候 带了不少南边的糖果给咱们吃 可是刀审和他是怎么认识的啊 刀审怎么进了咱家之后 就不肯回娘家了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怎么一点都没听说过呢 一个老头子文言笑道 老九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 当年三叔带回来的糖 都是被你一个人偷吃光了吧 后来家里来了客人 咱家的人拿着糖罐出来 要招待客人 结果一开盖发现里面都空了 七叔当时打你的动静 我站在村口都能听到 九爷爷一看 这话题居然又扯到了 自己幼时的糗事 当即就出言 拦住了那老头子的话头 咱们在说刀审的事情呢 你好端端的说这个干嘛 嘴上也不把个门 没看见屋里还有小背呢 九爷爷这话一出口 立马屋里一群老头子的视线 就全都集中到了 还蹲在门口 装着系鞋带的我身上 这时就听家里的老头子 对我问道 你这鞋带还没弄好吗 还待在这里干嘛 我听了老头子这话 顿时无言以对 正在想寻个什么借口 才能留下来 一边的四叔公 却帮我说话道 人家年轻人愿意留下来 听咱们这些老嘎巴菜 说话还不好吗 等再过几年 咱们都躺床上动不了了 你就算求着人家 来听你说话 估计也没有人愿意 听你个老棺材 狭子唠叨的废话了 四叔公说着话 又一直我接着道 小子你好好听 记好了 以后这些就是 就靠你们说给咱们的后人听了 最好能写个书 拍个电影啥的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 那样才算光要门第呢 四叔公一说完 旁边有人就对他道 你当这是在乡下 织台子唱戏吗 电影你想拍就拍啊 现今拍电影 都要政府点头的 拿不到官家的许可 你就算拍了 也不会让你放 四叔公文言回道 这个我当然知道 我不就是这么一说吗 你看看现在电视上放的那些 都是什么破烂玩意 咱们这行随便拿电视出来一拍 一准都比电视上那些破烂一强 眼瞅着这话题又被带偏了 一旁的九爷爷急忙叫道 再说刀审的事呢 你们怎么又扯别的 刀审当年到底是怎么 嫁进咱们家的 福建那么老远 咱们家也没有认识的人 在那边吧 两边的人是怎么扯上关系的 我一看这架势 心知自己今天是不会被赶出去了 于是赶忙找了一个 不起眼的位置坐了下来 一声不吭地开始听起 老头子们之间的谈话来 原来刀审的娘家 在宁化当地是一个大户 而宁化那一带 差不多有半数的耕田 都是他们雕家的 雕家虽然名下田产无数 可是在这数以万亩计的田地里 雕家却只种一种东西 那就是和龙贡米 这和龙米其实就是产自宁化 及其周边地区的大米 因缘产于宁化的和龙香而得名 在宋朝时是皇家的贡米 这和龙米粒细体长 形状四缩 色泽洁白 透明有润泽 饭软而不沾 粮食不返生 米饭带清香 曾被宋朝皇室誉之为米中真品 而雕家祖上 当年就是在皇庄里 专门为皇家种到产米的农户 可是在旧时候 像雕家这样的大户里 各家各房之间的明争暗斗 那自然是少不了的 而雕婶的父亲 就陷入了这样的一场家族争斗之中 只是这方面的事情 家里的老头子 大多也是只知道一个大概 所以他们也没有能说的多详细 据说就是雕婶的父亲 带着人外出受粮 结果回来的路上遭遇了土匪 不仅两款丢的一干二净 连自己的命都没有保住 雕婶的父亲一死 昔日的亲戚就全都变了脸 因为雕婶他们家就他一个女儿 雕家人就欺负他们孤儿寡母的 先是瓜分了他们家里的田地 随后又强占了他们家的房产 后来又没过几年 雕家人便给雕婶寻了一门亲事 想要将他嫁出去 其实雕家人这样做也很容易理解 毕竟雕婶毕竟姓雕 只要他在雕家一天 他们就担心早晚有一天 雕婶会将原本属于自己家的田地和房子 都给要回去 可若是他们将雕婶给嫁出去 那他就变成了外姓人 雕家的这些东西也就彻底和他没了关系 霸占了他们家田产房子的那些人 自然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是雕婶的妈妈事后托人一打听 却发现雕家为雕婶寻的那门亲事 并不是什么家偶良配 对方那个男的今年已经三十好几 这年岁几乎是雕婶的一辈 尚且不提 他的一条腿还是瘸的 听人说他的那条断腿 是年轻的时候 在窑子里与人争风吃醋 才被打断的 而且这个人好久失读 还喜欢抽大烟 整天游手好闲的 干不出一丁点的正经事 因此原本这男的家里面 家境还算富庶 但是最近几年 却已经被他给折腾得差不多了 雕婶的母亲一听说这些 立马知道这桩婚事 就是女儿的一个火坑 如果雕婶真就这么嫁过去了 那他这辈子 也就彻底没有什么指望了 老头这么说 在那个年代 宗族里面的封建思想还是很强的 特别是南方的一些大门户里面 如果家里没有男人了 那么书败就算是这家人的半个家主了 说难听些 这家人的生死书败们都能给他们决定 更别提是给姑娘找婆家了 因此雕婶的母亲知道 这是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为今之计唯有一法 那就是让刀婶逃离刁家 走得越远越好 刀婶的母亲将这事和刀婶一说 虽然刀婶也很不心甘 找一个那样的夫君 可是让她就这么一走了之 将自己的母亲给抛下 她却也有些疑心不忍 可是无奈刀婶的母亲自小裹着小脚 唯有刀婶是个天族 所以刀婶若是想带着自己的母亲 一起逃走 只怕还没能走到村口 他们就得被刁家给捉了回去 母女两个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还是决定由刀婶一个人先行逃走 等她那边一切都妥当了 再找个时机将她的母亲偷偷地接过去 毕竟他们家当时所有的期望 都在刀婶一个人身上了 若是她真嫁过去了 那么他们一家子 也算是没有再起之日了 于是刀婶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人不知鬼不觉地就离了家 临走的时候 她母亲还把自己从娘家陪嫁 带过来的一套头簪给了刀婶 也就是后来刀婶嫁进我们家的时候 头上带着的那套三把刀 就这样 刀婶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已经逃出了宁化的地界 头一次独自出家门的刀婶 两眼一抹黑 只得随便选了一个方向 就继续逃了下去 全然不顾也不知道 何方才会是自己最后的落脚之处 而为了安全与方便在江湖上行走 刀婶还改换了男装 没几天的功夫 刀婶就从一个花儿般的貌美大小姐 变成了一个脏头垢面的乡下厚生 现在她的这幅模样 真要是被刁家人遇见了 估计也没几个人能认得出 刀婶后来还经常说起自己当初的这段经历 总是笑着问众人 问他们可有人整整五六天的时间 连脸都没有洗过一次 随后刀婶便带着几分得意的一指胸口 说自己当年逃亡的时候 别说是打水洗脸 大半个月的时间里 她衣服都没有脱下来过一次 这天刀婶来到了一个小县城上 此时她身上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为了省钱 每日她都只吃一顿饭 当时刀婶正漫无目的地 在大街上瞎逛 想要寻一家便宜点的路边小摊 买上几个馒头冲鸡 可是突然之间 她就发现身前有一个男人 鬼鬼祟祟地跟在一个乡下人 打扮的妇女身后 而那个妇女手里 还牵着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 刀婶跟在他们身后看了一小会儿 这才看出了一点眉目 原来那个男人是个做贼的 他应该打算偷那个妇女的钱袋 中间有好几次 他都差一点将那妇女的钱袋偷到手了 但是由于那妇女手里牵着孩子 胳膊垂在身侧 随着身子的晃动而来回摆动 一直阻碍着那个男人 这才没能让他顺利得手 那个男人又不肯轻易放弃 所以他就一直跟在那个妇女身后尾随着 而对于身后的这一切 前面的那个乡下妇女 却知道现在还都没有一丝察觉 刀婶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虽然江湖豪侠的小说 他看过不少 但真要是让他出头 来做一回路见不平的英雄 他却也没做好那个心理准备 更何况 如今的他已经是尼菩萨 过江自身难保了 他哪还有什么能力去管旁人的闲事呢 于是刀婶遍布由自主 放慢了自己的脚步 但是那个农妇钱贷的钱 也许就是他和孩子身上 唯一的一点钱了 这笔钱若是没了 在当时那个年月里 那可真的是会饿死人的 一想到这些 刀婶从后面望着 那个孩子瘦小的背影 想起那孩子幼小的笑脸 刀婶顿时心中又感到了一丝不忍 这个时候 从街对面急速驶来了一架马车 那个农妇赶忙将孩子拉到了路边 双臂还住了那小孩子 将身子一侧 给那马车让了一个空挡出来 那个一直跟在农妇身后的男人 一见有机可衬 立刻上前进了一步 随后就见他伸手一探 两指一钱 就把那农妇的钱袋给掏了出来 眼见小贼那边得了手 一直还在犹豫不决的刀婶 顿时脑子一热 诸多的顾忌立马烟消云散 只见他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屈膝所肩 肩头一扛 就撞到了那男人的后腰上 那男人的钱包刚刚到手 东西还都没有拿稳 怎么会料到自己身后有人来袭 于是他被刀婶这么一撞 不仅没能坐稳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连手里的那个钱包也都掉落在了地上 身边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丢钱的那个农妇又怎么会不知道 他扭头一看 就发现了自己地上的钱袋 而刀婶这时一步上前 将那钱袋抢到手 随后便递给了那个农妇 问这个钱袋是不是他丢的 让他看看钱袋里面的钱少了没有 说着话 刀婶还假意和倒地的那个男人 说了一声对不起 说刚才是自己没站稳 见到眼前的这幅光景 那个农妇又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赶忙数了一下自己钱袋里面的钱 确认了钱数无误之后 对着刀婶道了一声谢 便拉着孩子急匆匆地走开了 这是那个被刀婶坏了好事的男人 也站起了身子 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笨狠狠地瞪了刀婶一眼 丢下了一句咱们走着瞧 随即也转身离去 刀婶看着那男人远去的背影 压根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他摸了摸 已经有些饿得有些发紧的肚皮 四处环顾了一圈 便选中了一家卖大饼的摊子 走过去买了半斤炒冰果腹 转眼到了傍晚 刀婶在县城里的小巷里四处游走 想寻一个能够避风的地方凑活一宿 毕竟对于刀婶现今的状况而言 他已经没有多少闲钱再去住客栅了 然而当刀婶转入到一条黑乎乎的小巷时 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身后似乎有人 可是刀婶三番两次回身去望 却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身影 刀婶走在小巷里 心中隐约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于是他加快了脚步 想要早些走出这条巷子 结果刀婶还没走出去几步 他就猛然看到在巷子口有两条人影 冲着自己就靠了过来 刀婶心知事情不妙 转身就想逃走 可是还没等他迈开腿 刀婶就发觉自己身后 此时也已经有两条人影陷了身 牢牢地堵住了自己的去路 尽管刀婶当时心中已经十分惊慌 但他还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慢声对来者道 几位兄弟 小弟我出来乍到的 和诸位也没有什么过节 我怕诸位是找错人了吧 哪知刀婶话音刚落 一个男人的声音就在这群人身后响起 没错 找的就是你 说着话 从人群后面有一个人挤上前来 刀婶一看那人的容貌 顿时心里凉了大半 原来此人正是白天的时候 被他坏了好事的那个小贼 显然这家伙是吃了亏心有不甘 然后就带着人来寻自己的麻烦来了 刀婶见到此时眼前的这般状况 立马就选了一堵矮墙 转身靠了上去 这时对面的那群人已经围了上来 刀婶见这群人手上 全都拿着棍棒砍刀这类的武器 心知自己现在就算求饶道歉 也已然无用 今天这情景看样子 绝对是不能善了了 于是刀婶当即就将手伸进怀中 将母亲交给自己的三把刀 掏了两只出来 一手握着一只 当作自己防身的武器 比在了胸前 当时刀婶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宁可今日拼一个鱼死网破 也不能让对面这群人 欺了自己的身子 就在两拨人眼瞅着 就要交上手的时候 突然从巷子口那边 传来了一声咳嗽 一群人闻声望去 看到从巷口那边缓缓地走了两个人过来 一个人身量和体态都十分高大 另外一个看那身形却要矮小很多 估计要不是个女人 就应该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这十百日里偷东西的那男人 显然是这群人的头目 于是他立刻冲着巷口走来的那两个人 高声叫嚷道 朋友 这可是我们的私事 奉劝两位还是莫要多管闲事的好 哪知这男人的话刚说完 巷口过来的那两个人里 便有一个人回他道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 要不要脸 人多欺负人少 趁着我们还没发火之前 你最好带着你的人赶紧走 走晚了 小烟窝把你脑袋搁下来当球踢 刀审一听这人说话 同音尚存 略显置气 显然是个半大的孩子说的话 八成就是那个身形矮小的人 说出来的话 而且这孩子说的话 还没有一丁点的本地口音 完全是北方官话 估计这两个人应该是从北边来的 可是那孩子的这番话的话音才刚落 就引起了刀审身边 这群人的一阵大笑 其实想想也能知道 一来两边人数相差悬殊 一边更是还有一个半大的孩子 在这种清静之下 那孩子的这一番大话 又怎么会不引人发笑 而另一方面 老话也常说 强龙不压地头蛇 这两个人 如果真的是从北方来的外地客 那么他们执意要和这群 本地的地痞流氓发生冲突 也确实是显得有些不太明智 刀审实在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缘故 而让旁人也跟着陷入险地 于是他立刻冲着那两个人大叫道 两位我们这边没事的 不过是朋友之间说会话 你们不用管我们 刀审此话一出口 先前的那孩子顿时笑道 朋友 啥朋友 你一个好端端的人 干什么要跟一群狗做朋友 这位大哥你别怕 一会儿只要我三叔开了口 这群家伙保证跑得比兔子还快 刀审听到这时 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两个北方人是一对书直 只不过这个孩子张嘴就不饶人 一张嘴皮子聚聚四刀 力做得很 可他那个三叔 却明显是个沉默寡言之人 除了之前的那声咳嗽 直到现在 他也仍然是一句话都没说过 如此一看这书直两个 还真是一对鲜明对比 这要是放在平时 刀审估计 早就被这书直两个 斗得要笑死过去了 可是在当时那种 重敌环绕的状况下 刀审却是一丝笑容都挤不出来 而另外一边 刀审伸周的这群人 也彻底被那孩子的话语 激出了火气 当即有三个人挥动着手里的刀棍 转身就迎着那两个人走了过去 刀审这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是希望一会儿两边真要打起来 不要伤到了那个孩子就好 可是谁都没有料到 眼看这边的那三个人 已经走到了那两个北方人的跟前 那三个人却扭头就跑了回来 这时别说是刀审 就连带头的那个男人 也都是看得一头雾水 就听他对着那三个人大叫道 你们跑什么 看见鬼了吗 带那三个人跑到了近处 在那男人的耳边低语了几句 刀审看到那男人文言之后 脸色也瞬间变了 就听那男人道了一句 算你们狠 咱们走 随后那人便带着一群人 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去 刀审望着这群人远去的身影 心中无比的好奇 但是思来想去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正在私寻之际 巷口的那两个人 已经走到了他的跟前 刀审借着月光定睛一瞧 发现身前的这两个人 果然是一长一幼 年纪大一些的 约莫着能有二十七八 年轻一些的 大概是十四五岁 看着两人的容貌 果然有几分相似 看那样子 还真的是梳指两个 这是那年轻的半大小子 冲着刀审将头一点 言道 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我就说那群人 会比兔子跑得还快 这回你信了吧 那小子话刚说完 他身边的那个高壮汉子 也开口说道 这位兄弟 现在已经没事了 他们人都走远了 你可以把手里的兵器收起来了 那个时候民国出力 虽然政府在大力推行官话 但是收效甚微 基本上全中国分成了几大官话区 有北方官话 江淮官话 粤语官话 西南官话等等 而刀审他们说的是民粤官话 原本这些官话之间互不相通 出个远门 有时还得带着一个精通几地官话的翻译 可是刀审家里 从他幼时就经常出门翻译 别处的官话 虽然刀审说不太好 但他却是听得懂的 当时刀审那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汉子说话 只觉得这汉子的北方官话的语调 说得甚是好听 而且那汉子的声音 也不似平日里自己接触的 那些粗俗男人那般粗声粗气 爽朗之中还透着几分书卷气 再加上这汉子体格高大 他那身量在那时候的闽南甚是少见 于是自然而然的 刀审他便不由自主的 朝着那汉子多瞧了两眼 可是这一看不要紧 刀审却赫然发现男人手上 竟然拿着一把黑漆漆的短枪 当即刀审就被惊得后退了两步 顺势又将手里的三把刀 举到了胸前 这个时候刀审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刚才那群人像御剑鬼了一般 背下的抱头鼠窜 这要是放在自己身上 大晚上突然遇见有人拿着枪 出现在自己面前 刀审一准也得掉头就跑 当时那个年月 北边军阀混战 战乱不止 南方相较而言则太平许多 很多北方因为战乱失了地盘 或是折了人马的陆林道上的人 全都跑到南方来讨生活 就连传统武术界也掀起了所谓的南拳北腿之争 说白了 其实就是北方的江湖人为了生活 跑到南边来和同行抢饭碗了 不然毕竟是人离相见 好端端的谁会舍了故土的一切 而跑到别处另起炉灶 重新开始呢 因此那时候的南方虽然没有怎么打仗 可是对于老百姓们来说 可一点也撑不上太平 天天都有江湖帮会泄斗 或者是土匪抢到下山抢劫绑票 至于什么路边一夜之间 平白无故就多出一句 无主死尸这类的事情 老百姓们更是见怪不怪了 所以当刀审看到那汉子手里的短枪时 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遇见土匪了 他在一想到自己的父亲 就是遭遇土匪才毙命的 于是心中更是惧怕慌乱了 一时之间 刀审手里的银簪挥舞得就如同风车一般 生怕身前的这两个男人在靠近自己一步 这时就听那个半大小子笑了一声 言道 这位大哥 刚才可是我们给你解了围 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人 要是我们也是什么坏人 就凭你手里的这匕首 你觉得你能挡得住我们 而那个高壮汉子 见到刀审此时 这副惊慌失措的模样 再瞧他总是盯着自己手里的短枪 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于是他匆匆将枪往怀里一穿 随后便朝着刀审摊开了双手 道 小兄弟你别怕 如今这兵荒马乱的 我们带枪只是为了防身 我们并不是什么歹人 刀审眼见那汉子将枪收了起来 再一听他那低沉的嗓音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立即就放下了心中的警惕 脸上一红 便将手中的银簪收进了衣袋里 这时那高壮汉子对刀审问道 不知道小兄弟你怎么称呼 刀审文言稍一有欲 回道 我姓刁 一旁的那半大小子文言 笑道 刁 这个姓我们北边还真挺少见的 那高壮汉子此时也言道 刁兄弟 你好 我们叔侄两个姓陈 我家里排行老三 你叫我陈三就好了 他妈 高壮汉子话没说完 那半大小子就抢话道 刁大哥你叫我猴子就行 刀审文言点了点头 头中叫着陈三哥与陈小弟 分别和两人打了一声招呼 随后那陈三就问刀审 为什么这么晚了 他还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溜达 刀审也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为了省钱 想找一块不要钱的地方 合一睡一夜 于是吞吞吐吐吐的 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可是陈三那边一瞧刀审的这幅模样 心里就已经猜出来了一个七七八八 当即就对刀审道 江湖朋友 相遇就是缘分 要是刀老弟没有什么旁的安排 你就跟我们走吧 我们在西边有个相熟的客栈 家里每次来这边都住那里 现在咱们赶过去 应该还能有空出来的客房 说着话 那陈三脸上一笑 又接着道 就算那边没房间了 咱们也能在客栈的柴房造房里面 凑合一宿 再怎么样也比这大冷天的 睡在大街上强 刀审一听陈三的话 就知道对方已经看出来 自己此时窘迫的状况 只是好意没有说破 怕自己脸上挂不住 虽然刀审心知 这陈家叔侄两个 应该不是什么坏人 但是让他就这样冒是湿的 跟着人家去寻客栈睡觉 依着自己的性子 他却也做不出来 正在刀审犹豫之际 那叫猴子的陈家小子 在一旁皱着眉头道 刁大哥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婆婆妈妈的 难道你还怕我们找个地方 把你给卖了不成 你赶紧跟我们走吧 这大冷天的 我都在外面挨一天冻了 我还想找个地方烤烤火呢 这个季节 真没想到你们南边 比我们北方还冷 刀审此时听了猴子的这番话 一想到自己天寒地冻呢 要一个人在外面过夜 心里确实是有些发虚 但是毕竟大家是萍水相逢 自己若是就这样 无缘无故地受人恩惠 他还是从心里觉得 有些过意不去 这时陈三看到刀审的念头 已经有些动摇了 赶忙趁热打铁道 刚才那群人说不定 还会回来找你麻烦的 刁老弟 我觉得你还是跟着我们走比较好 多个人多个帮手 你要是再被他们撞见 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陈三这句话彻底打消了 刀审心里的顾虑 风吹受动了他 忍忍也就过去了 但那群地痞流氓 刀审却真的不想 再碰见他们第二次了 于是刀审当机立断 也不再和陈家梳纸甲一刻道 道了一声谢 便跟着他们一道走去 半路上 陈猴子还问刀审 说他刚才手里 使得那对窄长的匕首很特别 问自己能不能拿过来看一看 刀审一听陈猴子的这话 心里就又犯了难 因方才天色很黑 他的银簪远远一瞧 确实是和短刀有几分想象 但是这要是被人拿在手里 不需要多看 也能瞧出来 这是女人用的物件 一个大男人身上 带着女人的东西 是个人一想 也都会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到时候 不仅自己这个男装 肯定是装扮不下去了 只怕还会再生出 什么别的事端来 就在这时 一直在前面带路的陈三 回头冲着陈猴子道了一句 你怎么这么没规矩 人家的东西是你想看就看的吗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带你出来了 就应该听你爹妈的 让你在家里多看看书学点礼数 下次我再出来 你别再缠着我求我带你出来 你在家里先把规矩学好了再说 陈猴子虽然一直大大咧咧的 但是看得出来 他对自己的这个三叔 打心底里还是相当的敬畏 因此他一瞧三叔对自己的行径 已经有些不悦了 立马不敢再废言一句 和刀审道了一声欠之后 便老老实实地跟在陈三身后朝前走去 就连眼睛都不敢往旁边瞧上一眼 而陈三这时 也对刀审说了一声对不住 让他不要搭理小孩子的胡言乱语 千万莫要往心里去 刀审见了陈三这样子 也不知道他这样做 是为了要给自己解围 还是真的对陈猴子那边有些不满 可是眼下自己又不能明问 只得跟陈三回了一句没事 然后也学着陈猴子的样子 一言不发地跟在了陈三后面 约莫着能有一炷香的功夫 一行三人走到了一户民宅门前 这处民宅位于一条死胡同的最底侧 整条胡同黑漆漆的 没有一户人家亮灯 唯独这户民宅的门前 却挑着一个白纸的灯笼 灯笼里面是半截烧得正旺的残烛 刀审站在这户民宅门前 不解地问道 我们不是要去住店吗 怎么到这里来了 陈三闻言并未作答 只是走上前去 三长两短 轻轻扣了几下门 不多一会儿 门那边就传来了声响 先是一阵稀稀拉拉的脚步声 接着那脚步声走到门后便停了下来 这时就听有人在门后问道 天瓦了 我家主人部已经见客了 我家主人部已经见客了 陈三回道 我们是从北边来的 天色已晚 错过了投诉之处 还请黑哥行个方便 门后那被换作黑哥的人 一听陈三这边叫出了自己的名讳 立即把门栓拉开 将门拉开了一条细缝 随后便将脑袋探出门外 刀审瞧见门后那人伸出来的一颗脑袋 溜光浑圆 竟然一颗毛发都没有 但是这人肤色却黑得一长 刀审之前跟家里人外出卖米时 也不是没见过洋人里的黑种人 可是眼前这人的体色 比那些黑种人却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刀审真的是还从未见过 生得如此肤黑之人 也难怪陈三他们会称呼此人做黑哥了 现今一想 他的这个名字还真的是十分贴切 那被换作黑哥的人开门一瞧 来者是陈三 当即就笑了起来 言道 我当时谁呢还一听是从北边来的 我就猜十有八九是你小子 没想到果然是你 怎么 这次带了新人来 说着话 那黑哥的眼神就往陈猴子和刀审身上撇了撇 眼神里满是警惕 陈三见了黑哥这神情 盲解释道 这是我本家的侄子 这位是我朋友 他姓刁 都是认识的 没有问题的 黑哥看陈三给刀审两人做了宝 当即也就放下心来 回道 既然三哥你发了话 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请进吧 说着黑哥身子一侧 给几人让出了一条过道来 三人进了院子之后 刀审赫然发现 虽然这个宅子门头不起眼 但是里面的院子却真的是不小 他刚才从外面还真没看出来 这宅子里面的空间居然会这么大 这时就连陈猴子也忍不住在一旁嘟囔道 哇 好大的庭院啊 这时就听陈三对黑哥问道 你这还有空房吗 我要两间 一间给我们书职 一间给刁兄弟 黑哥文言笑道 三哥你最近是发财了吗 就你们三个人你还要两间房 以前你们就算来了四五个人 不都是挤在一张大通铺上面凑合吗 黑哥话音刚落 陈三就凑到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那黑哥文言朝着刀审这边望了几眼 顿时依附恍然大悟的模样 连声道 两个房间 有 肯定有 而旁边的陈猴子却还是满腹不解 依旧在那边出声追问 三叔 为啥他能自己一间屋子睡啊 我也要自己一间屋子 你晚上打呼噜太吵了 我睡不好 当即就看到陈三 朝着陈猴子的脑袋就是弹指一敲 你吵什么 不想和我一个屋睡 你就滚去睡柴房 那边没人吵你 说着话 陈三就从黑哥那边接过两串钥匙 将其中的一串递给了刀审 刀审此时拿着钥匙 心里已然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这女伴男装的事情 早就已经被陈三给看穿了 估计他也是因为看出来刀审是个姑娘家 怕他晚上留宿在外遇见什么威胁 这才会执意要带着刀审来投电柱 不然哪里会有人 对一个才刚刚相识的人这般热情的 刀审知道自己此时也不便道谢 于是他拿着钥匙 和黑哥问清楚了那房间的位置 便转身要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这时刀审就听到陈三在自己身后 对黑哥低声问道 他们人到了吗 那黑哥回道 早你们一个时辰就到了 你们住二楼 他们的房间就在你们楼底下 陈三这时又到 这回还要多谢黑哥您帮忙了 那黑哥哈哈一笑道 自家兄弟 客气话就不要多说了 说完 那黑哥话风一转 压着声音道 不过这次 你也知道事情有点特殊 要是真在我这里出了什么事 咱们可还是得依着老规矩 谁出是谁兜着 我这里可是盖部负责的 陈三当即回道 黑哥你放心 这些不用你说 我也知道 事情是我懒的 除了是我负责 黑哥文言满意地应了一声 也就没再说话 而这时刀审已经走得有些远了 两人的话已然是听不清了 他又不好停下脚步继续去偷听 只得拿着钥匙 依着黑哥之前指的路 便一路找了过去 刀审进屋之后没多一会儿 就听到门外传来的敲门声 刀审开门一瞧 发现是黑哥站在门外 刀审刚想问黑哥过来有什么事 却只见黑哥黑哟黑哟的 拎着两个冒着热气的水桶 自顾自地挤进了屋 随后就瞧见他走到了屋角处 树立了一个半人多高的大木桶前 江水桶里的热水 一股脑地都倒进了木桶里 这时就听黑哥对刀审道 这是老三他吩咐的 让我弄点热水让你洗洗 你先别急 我还得拎着水桶再跑四五趟呢 刀审当时一听自己能有热水洗澡了 心中自然是喜不自胜 可是此时一身男装的他 又不能表现得太过 只得对着黑哥行礼道了一声谢 而黑哥那边瞧见刀审的反应 哈哈一笑 道 你谢我做什么 要谢就谢老三去 要不是他心气 我也想不到这茶 你看你在江湖和我们这些老粗不一样 咱们十天半个月不洗澡也没什么 你可不成 说着话黑哥感觉自己是有些话多了 立即便闭口不言 对着刀审笑了一下便转身退了出去 刀审听着黑哥这话 他就差将自己是个女子这事给说出口了 可是既然人家还把这事点破 自己这边也只能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 没多一会儿 黑哥就已经将木桶里注满了热水 和刀审招呼了一声就走离开 但是刀审这里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忙将黑哥叫住 对他道 替我谢谢陈三哥 黑哥闻眼一愣 下意识地问道 谁是陈三哥 话刚出口 黑哥就反应了过来 言道 你是说老三啊 这次他说自己姓陈 哈哈 他们的房间就在你右手边的隔壁 有啥事你还是自己去跟他说比较好了 刀审一听黑哥这话 就知道陈三他们告诉自己的是化名 那年月行走江湖用个假名 是在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刀审和陈三他们又是头一次相识 陈三介绍自己的时候 不以真名相告 也算不上是什么大事 因此刀审虽然知道 陈三不是那高壮汉子的本名 也并没有生气 只不过隐隐的心中 闪过了一丝尖尖的失落 眼见黑哥就要走出屋门了 刀审忍不住诱言道 黑哥 刚才你和陈三哥的话 我听到了一些 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事 而且我也清楚这是和我没关系 可是我还是想多嘴问一句 这是我能有什么 可以帮得上忙的吗 黑哥闻眼一笑 回道 这是我还是那句话 你亲自去问老三吧 做我们这行的 就是瞎子笼子合呀吧 你说的啥我没听见 你问的啥我也说不出来 就算我和老三是生死兄弟 这规矩我和他之间 也从来没有坏过 不过有一点 我可以跟刁兄弟你多嘴一句 只要有你三哥在 今晚上你就安心睡你的觉 就算天塌了 他也能给你支起来 说着话 黑哥就退出了屋子 在屋外还将刀审房间的屋门给带上了 刀审走到门前将门给反锁上 随后便宽衣解带 跳进水桶里好好地洗浴了一番 梳洗完毕之后 刀审站在床上 望着自己脱下来的那套男人衣服 和包袱里的干干净净的女装衣衫 犹豫了半天之后 刀审的手还是选择伸向了女装 当换回了女装的刀审 来到陈家疏直的屋门外敲门时 刀审的心里还是十分忐忑的 这若是两边人相识之时 自己就是女儿装扮的话 那还好说 现今好端端的刁兄弟变成了刁姑娘 别说是旁人 刁审自己心里面都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 可是还在刀审在门外迟疑之际 屋门却突然被打开了 开门的人正是那个叫陈猴子的半大小子 结果陈猴子乍一件刁审 并没有将他认出来 直接就对他开口问道 您找哪位 有事吗 刁审闻言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可陈三这时恰巧凑身后走过 天头一看 正好瞧见了刁审这边的窘态 于是就听陈三对陈猴子言道 还不快将刁姐姐请进屋里 你在门口这么堵着算怎么回事 陈猴子一听三叔发了话 眉头不由一皱 自言自语道 刁姐姐 哪来的刁姐姐 话音刚落 陈猴子瞬间就反应过来 叫道 刁大哥 你原来是个女人 刁审闻言脸色一红 低头就走进了陈家书职的屋子 只留下陈猴子一人张着惊恶的大嘴 树在屋门旁 刁审闻进屋之后 先是和陈三道了谢 随后话没说几句 就直接问陈三 他今天要做的事情 自己能不能帮得上什么忙 刁审说 虽然自己只会几招三脚猫的功夫 但有胜过无 毕竟他们书职两个只是两个人 多一个帮手总没坏处 刁审的话刚一说完 陈三那边还没自生 陈猴子这里道哈哈的大笑了起来 就听陈猴子对刁审道 刁大哥 啊不是 刁姐姐 我想你可能有些误会 我和三叔不是什么江湖强人 没那么多打打杀杀的事情要做 我们今天在这里只是受人之托 来帮人保安彪的 等一下你只管在屋里睡觉 别出来就成 我们的事还麻烦不到你 刁审闻言一愣 问道保安彪 这里原来是脚店 陈猴子一听刁审的话 显然很是意外 刁姐姐 没想到你还知道脚店这江湖叫法呢 我还当你是落难的大户小姐 不是咱们江湖人呢 不过脚店这是你们南方的叫法 咱们北边管着地方叫做耗子窝 所谓的脚店 原本指的就是供人临时歇脚的小客店 可是历朝历大 最让官家头疼的就是江湖上的这群刁民 由于江湖上黑吃黑的事情屡见不鲜 因此江湖人也多被江湖所累 正如水浒 李所写 孙二娘的十字坡 李立的金阳岭 朱贵的梁山坡 哪个不是杀人越货 吃人不涂骨头的黑店 或许水浒只不过是小说家之言 可是那里面所写的各种黑店营生 确实就是后江湖生活的真实写照 因此当时江湖人出门在外 宁可露宿 也都不愿意去那些 自己不熟悉的旅店里下榻入住 就怕自己会中了招 做了旁人黑吃黑的肥羊 就连雕沈的父亲这样的生意人 在外出饭米需要住宿打监的时候 也都有自己相熟的店家 如果错过了这些店家 就算饿着肚子 他们也轻易不会随便寻一家店 就安心在那里吃住 故而当时经常在江湖上游走的人 全都有自己相熟的饭庄客店 就算是去了一个陌生地方 江湖人也会提前同旁人打听好 那家店可以放心入住 时间一长 江湖上各行各业 也都渐渐将自家安心的店铺 给划分出来了 几乎一个地方每个行当 都会有一家自己的熟店 久而久之 这类熟店也就有了自己的特殊称呼 那就是脚店 不过相对于南方陆林的脚店 北方的耗子窝虽然叫法难听 可显然是更加接地气一些 毕竟江湖上的大半生意都是见不得光的 干这些行当的人 也都会尽量避开旁人的耳目 小心行事 从不张扬 如此行进 就如同地底下的老鼠耗子一般 所以将这些人歇脚的地方叫成耗子洞 倒是比脚店要贴切得多 也正是因为上面的种种缘故 这类住店不会像别处的客店那样 开在一个交通便利 人流川西的地方 反而这些脚店多数会开在僻静之处 有时候连个匾额都没有 不熟悉的外人 压根就不知道这些人家是做脚店买卖的 正像黑哥这家旅店一样 开在死胡同的尽头 这样一来闭人耳目 二来也是为了安全 而成猴子说的保安标 刀审之前也听家里人说过 旧时候的标局走标有明暗之分 明面里就是标骑马队 几时个人一群 明刀明枪 川府过周 但是暗标就是跟随着明标 在暗处为标队保驾护航的 这种暗标的人数往往不多 但本是绝对过硬 倘若标队一路上无视无险 暗标之人时候多半也就不会露面了 有时候甚至明标的标队 都不会觉察到暗标的存在 可是一旦明标出了事 那么暗标的人便一定要有能够一击避重 扭转乾坤之能 说白了暗标就是标局的双保险 可是一个标局的人 相互之间是十分熟络的 一群人就算有明有暗 但是几十天走标下来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两边总是有免不了打照面的时候 所以很多标局为了避免明暗双标漏线 甚至是标局的人与外勾结 瞎按半子 标局的暗标往往都是从外面请来的人 因为只有这样 既能避免两边相认 坏了明暗双标的布局 也能防止标队相互串通 吃力爬外 因此当高审从陈猴子口中得知 陈家书职是帮人走暗标的 自然是无比吃惊 因为陈三倒也好说 身高体壮的 也有几分像是做这种买卖的人 可是连陈猴子这样一个半大的孩子 也来吃这碗刀头甜蟹的饭 这就让刀神着实是有些难以理解了 毕竟陈猴子他还是一个孩子 谁家的父母会这么狠心 让自家的孩子这么小就来冒这种风险 看到刀神此时脸上的神情 陈三那边也明白 刀神现在心里是在想些什么 于是陈三对刀神解释道 彪姑娘 你不要误会 我们这次南下只是来六小鹰的 帮人保安标这事只是我们无意中预见的 也是受朋友之托临时变更的路线 不过虽然这回是走标 但是这趟活儿也没什么威胁 明天等咱们楼下的那只标队离了县城 我们也就完成朋友之托了 可以继续我们自己的行程了 刀神文言不解地问道 六小鹰是什么意思 陈三笑着回道 咱们江湖人讲究的是一个星火相传 这孩子在家久了 家里面保护得太好 就很难成才了 所以总是要有一天 把孩子带到外面历练一下的 这事就像是小鹰离朝 你若总是舍不得 怕孩子碰了伤了 那这时小鹰只怕是一辈子也学不会飞了 翱翔天空啥的 也怕是和他没啥关系了 所以我这次出门 就是来六鹰的 说着陈三的眼睛 往陈猴子身上瞥了一眼 刀神自然也就明白了 陈三口中的小鹰是指的谁了 然而陈三之言 却引起了陈猴子的颇多不满 这时就听陈猴子道 三叔 你别总把我当成孩子 再说我这也不是第一次离家了 我也是老江湖了 陈三文言嗤笑一声 回到之前你最远也就到过为限 离咱家也就百师礼地 你那也算是出门 家里的规矩是年满十六才能出远门 你今年才刚刚十四 要不是你求着我跟太爷他们打了保票 你能出得了家门 你要是觉得自己已经是老江湖了 赶明咱们就返城 我送你回家 以后你若是再想出远门 你就自己去跟太爷他们说 陈猴子听了陈三的这番话 立马就不敢吭声了 而陈三见陈猴子服了软 也不再揪着他不放 转而向刀审继续言道 至于保安彪这事 彪姑娘 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神碧刘这个人 刀审当时文言摇了摇头 陈三见状便对他解释起来 原来神碧刘是福建本地的梅山镇人 在安西那里开了一家标局 神碧刘自小学武 一生武衣不俗 双臂更是有千斤力气 壮年时能够拉开两十半的铁台宫 在福建一带的陆林 也是威风一时的人物 可是花无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美人总会见白发 英雄总有持目时 神碧刘自从前些年岁数上了七十 精神气就有些跟不上了 加上那时候 杨枪杨炮也在江湖上占据了主流 中国的传统武器已经逐渐是威 标局的生意更是难做了 所以刘家的人便商量着 让神碧刘金盆洗手 退隐江湖 顺便也把自家的标局给摘扁关门 反正这些年来 刘家也积攒了不少银钱 置办了不少田地 所以刘家也不愁会断了吃喝 但是刘家人的打算 却遭到了神碧刘的强烈反对 你突然让一个 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辈子的人 退出江湖 离开带给他这辈子 最大骄傲与荣耀的环境 想必任谁都不会轻易答应 可是神碧刘年纪虽大 但是并不糊涂 他对自己现今的身体情况 与标局的现状心知肚明 于是在刘家人几次三番的规劝之下 神碧刘最终还是让了步 只是神碧刘虽然同意金盆洗手了 但是他却要求 自己亲自再走最后一趟标 也是刘家标局的最后一单标 这样也算是给自己 这几十年的江湖生涯一个交代 更是他与自己亲手创立出来的标局 退出江湖的一场谢幕演出 可是既然是最后一次走标 神碧刘自然就不会随随便便的 接下一单生意 总要选个能让自己脸上 有光的活来做谢幕 于是选来选去 神碧刘就选了 梅州一家富商的生意 那家富商组上做过两广的暗茶室 是矮文墨之物 在任几十年 银子是没攒下多少 但是名人字画什么的却是不计其数 这些年来 富商在广东的生意越发难做 于是就萌生了返回故里 做个买地购物的乡下富家翁的念头 只是家里的一干东西 别的尚且好说 唯独祖上的这批名人墨宝 难以处置 卖的话那是祖产 心里又觉得舍不得 托人运送的话 走海路又不放心 走陆路又怕遇见土匪强人 经过一番思量之后 这富商最终决定 还是找标局押送家中的这批字画 恰巧这个富商的老家 是福建宁德的 于是他就找到了在福建本地 有几分名气的刘家标局 也就是神秘刘的门上 神秘刘接下这单生意 原本也是为了这单生意的货物 都是字画 不是平日里金银那些俗物 日后说起来 自己这个武人多多少少 也和读书人的玩意儿 扯上了一些关系 说出去脸上也有光 因此神秘刘就把这单买卖 拿来当做了自己的收山之作 然而神秘刘的决定 却让刘家人异常为难 一来刘家人知道 这些字画价值不菲 一旦有个闪失 刘家铁定是砸锅卖铁也赔不起的 二来神秘刘要金盆起手的是 也早在江湖上传开了 好事之人肯定会打听 神秘刘最后这次走标 保的是什么物件 难保这些字画 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到时候刘家倾家荡产倒是小事 若要是把神秘刘这一辈子的名声 都给栽进去了 只怕老头子会受不了这个打击 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于是刘家人思来想去 就决定瞒着神秘刘 暗地里给他的标队找了暗标 陈三说 刘家人找暗标 其实也并不是那般容易的 虽说标行只要有钱 一切就都好说 可是这次神秘刘收山 名头实在太大 宝的东西也太过扎眼 再加上从广东梅山到福建宁德 这一路上翻山过水的 道路险阻 给神秘刘的这趟标做暗标 依照规矩那价钱一准是低不了的 但是刘家又没法子 在神秘刘不知情的情况下 拿出这么一大笔钱 这个时候 刘家唯一可行的法子 就是请江湖上的朋友 看在情奋二字上 给个照应了 刀审其实也明白 在江湖上 虽说万事大家都是为了钱 但有些时候 情奋却比这金银之物来得要紧 估计陈三也是和刘家 多少有些情面在 所以才答应了刘家做一回暗标 果然陈三随后便跟刀审接着说 刘家这么多年在江湖上行走 朋友确实结交了不少 一听刘家今日的难处 很多人都说会在暗中帮一把 而陈三就是受了刘家的一位老友之托 从张州那里 就开始暗地里跟上了刘家的标队 在暗处为神币刘宝标 陈三对刀审解释说 神币刘这次走标实在是路途很长 刘家人也不好意思麻烦朋友 从广东一直护着刘家老爷子 全程跟着走到福建宁德去 因此他们家就将这几千里路 划成了七八段 每段路程都找了一个暗标 这样一来不会麻烦江湖朋友太久时间 二来暗标时常换个面孔 也不怕神币刘看出什么端倪来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走标这是有极耗精神 一路下来暗标若始终是一匹人马 难保不会有打盹懈怠的时候 可是如果每波暗标 只需要跟着刘家标局三四天 那就可以保证他们能够有足够的精力 时刻准备着去应付一切变故了 而陈三要负责的 就是从张州到先游的这段路程 听了陈三的这一番话 刀审终于算是明白了陈家疏直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了 想来黑哥这处脚店 也是陈三和刘家人一早就安排好的 陈三刻意等着神币刘带着 镖队进了店之后 再带着陈猴子进到店里 而黑哥那里显然也是早就被打过招呼了 这时陈猴子突然言道 刁姐姐 这回算你运气好 白天三叔和我看见你坏了那小贼的事 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和你善解 可是当时镖队在 我们也不能声张 所以等镖队这里一安顿好了 三叔就带着我去城里四处寻你了 正好被我们撞见了他们在找你麻烦 这要不是我们 今天这顿打你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刀审当时一听就明白过来 原来今天自己和陈家叔侄 在巷子里并非是偶遇 而是人家特意赶过来搭救自己的 也许是当时自己在街上 帮着那农妇拿回钱袋时 陈三就看出来她是个女子 担心事后偷东西的那伙人 会让她一个姑娘家吃了大亏 所以这才对她的事情上了心 而此时知道了事情真相后的刀审 非但没有责怪陈三 他装模作样地演了这么一出 英雄救美的戏码 反而心里却变得对陈三更加感激了 但是这时刀审突然想起来 之前陈三和黑哥之间的对话 又回想起陈三他们 三番两次让自己晚上待在屋里 不要出门的言语 在意联想陈三他们走的暗标 顿时间他就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刀审当即就对陈三问道 陈三哥 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人要来截标 你莫要狂我 我知道肯定是有事要发生 不然你和黑哥也不会总是让我晚上待在屋里 不要外出 陈三那边听了刀审之言顺势一愣 显然他是没有想到 刀审居然能够从自己的三言两语之中 就猜出晚上之事 但是望着刀审的一张俏脸 陈三犹豫在三 还是同他说了实话 原来早在昨日咏春县的时候 陈三就觉察出来 神秘刘的标队已经被人盯上了 只是昨日在咏春的境内 咏春那边的陆林头子是刘家的救食 这伙人不敢在咏春动手 所以今天到了仙游 陈三估计这群人多半是按耐不住了 十之八九会在晚上来结标 因此一早 陈三就和刘家标队通了气 黑哥这边也做了安排 唯独瞒着那神必留 生怕这老头子一时激动 跳出去和贼人火拼 伤到了自己 可是陈三这番话说得轻巧 却把刀审给着实吓得不轻 标队走标 贼人结标 一想到这些以前都是在书里 才能看到的情景 今天夜里却就要在自己的身边发生了 这又怎么会让刀审淡然处之呢 但是陈三却对刀审说 让他放宽心 杀人结标这些事都是书上写的 现实里虽然也会发生 但也只是很少才会发生的事情 大部分来结标的贼人只要好言相劝 便会离去 毕竟大家都是为了求财 用命来拼 换成谁都不愿意 而且江湖圈子就这么大 恋家子之间又多有相识 真要遇见什么事 大家抬轿子过河 你抬一下 我抬一下 再难过去的砍也就过去 说不准大家日后还能做个朋友 没必要最后闹得翻脸 打打杀杀的 毕竟在江湖上行走 多个朋友总比多个对头也好 听了陈三的话 刀审不由问道 可是如果贼人你劝不走呢 陈三文言沉生一笑 拍了拍衣服里的枪 朗声道 敬酒他们不吃 那就只能让他们喝罚酒了 我身上的家伙又不是吃素的 到时候看看是谁的拳头 更硬些便是了 说着话 陈三转向刀身 宽慰他道 不过你也放心 道上有道上的规矩 我们到时候就算真打起来 那也只是我们的事 你在旁边只管住着 只要不出门 绝技是牵连不到你身上的 我和黑哥也交代好了 万一我要是出了事 你也安心在这里住下去 到时候我这里还有一点闲钱 你拿着当路费 帮我把这孩子送回家去 你若有什么难事 我们家里要是能够帮得上忙 他们也一定会帮你到底的 陈三这话一出口 还没等到沈说什么 一旁的陈猴子却立马跳脚起来 就听他对着陈三怒道 三叔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可不是什么贪生怕死的人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咱们之前说好了 今天也让我出手帮你的 你怎么现在又说这种话 我年纪小 可是我也是要脸的 你要是死了 我回家怎么和太爷爷他们说 陈猴子话才刚说到一半 他就好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只见他猛地抓住了陈三的衣袖 对着陈三问道 三叔 你告诉我 咱们离家前 从家里带出来的萌汉药 你放在哪里了 刀神也不知道陈猴子为什么 会突然之间问出这么一句 没头没脑的话来 可是陈三那边 却显然被侄子的一句话 给问到了痛处 半天没能想出一个说辞来 就在陈三吞吐不言之际 陈猴子快步走到一旁的坊桌上 一把拿起桌上的茶壶 就泼向了窗外 随后就听陈猴子冲着陈三叫道 我当你为什么 今天一进屋就催我喝水 你是不是将要下在这茶水里了 你想将我骗睡了 随后再自己出去和人拼命 那你为什么之前还答应 让我今天晚上也跟着你一起保镖 刀神在一旁望着 一直沉默不语的陈三 自然明白这是实 肯定是被陈猴子给说中了 虽然刀神也是觉得今晚这事 不应该让陈猴子这么一个孩子 跟着掺和 可是站在陈猴子的角度上来想 陈三欺骗陈猴子 特别是想下要弄睡陈猴子这事 确实是做得有些不太光彩 只不过这件事情 是人家陈家输职的家务事 自己一个外人就算是想劝 也是轮不到他说话的 就在陈猴子与陈三争吵之际 突然刀神就听到院子里 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声响 没等刀神弄明白外面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又是两下声响传进屋里 这时刀神也终于听清楚了 这声响是石子落地的声音 因为这院子地上铺着青石 因此这石子落地之后 发出来的声响才会如此清脆 刀神正在奇怪这大晚上的 怎么会有人往院子里扔石头 却看见陈家输职 此时全都静了下来 神情之间有着些许紧张 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这个时候刀神也算是彻底反应过来 十之八九是那截标的贼人来了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成语叫做投石问路 其实这个词 就是从江湖里头传下来的 旧时候习武的人往往自称挂子行 而这个挂子行里却有明暗之分 但凡学武之人 围攻地进了衙门当差应议 或是入伍参军 维斯的保镖护院 立场授徒 哪怕是流落江湖 在集市上打拳耍刀卖把似的 那都被称为名挂子 而那些专练轻生功夫 高来高去 偷盗窃取的习武之人 就是暗挂子 这暗挂子入夜行窃之前 都要往院子里扔上几块石子 弄出一些响动来 这在江湖行话里被称为升典 如果升典过后 这家的院子里没人出来阴化 那暗挂子自然也就跳进来 放心偷盗了 如果这家有保镖护院 在听到升典之后 也就应该出来答话了 明暗挂子之间自有一套行话暗语 两边人马用暗语交流一番之后 能够善了那自然好 如果说了半天两边依旧说不拢 那就只能刀兵相见 幸运相搏了 这时之前一直还温文尔雅的陈三 立马身上就冒出了一股杀气 只听他冲着陈猴子与刀神道了一句 你们留在屋里 不要出来 随后他便一把推开了窗户 直接就从二楼跳了出去 刀神一见陈三说了一句话后 便跳了窗户 生怕他会有个闪失 赶忙起身就想跑到窗户边 去看看陈三怎么样了 可是他这边身子才刚动了一下 他就被陈猴子从后面牢牢地拉住了 刀神回身去望 却看见陈猴子冲着自己摇了摇头 看那意思是不想让他随意走动 更不让他走到窗边去 此时陈猴子一张稚嫩的小脸上 满是坚毅之色 全然不似他这个年纪的孩子 脸上应该有的神情 刀神心中明白 虽然陈猴子一直在自己跟前 显得有些顽劣 可他毕竟是江湖世家子弟 想来江湖上的这些风风雨雨 自小就是听家里人说惯了的 所以遇事之后 陈猴子便显露出了同龄人 所没有的那份冷静沉稳 真要是论反应 这孩子反倒比自己要墙上许多了 这时刀神就听到院子里的 陈三高声叫道 他龙上的灯云幻影的朋友 不避风吹草动的 有只敢挂子在摇 只可远求 不可进去 陈三那边话音刚落 刀神就听到从对面屋脊上 有个声音问道 你知道的是什么感 你靠的是什么山 陈三闻声当即回道 我知的是祖师爷的那根感 我靠的是朋友一起重如金山 到了啃吃瑶内我们搬山 不讲义气上梁山 说着话陈三听来人没有搭话 只得又继续言道 朋友 祖师爷留下的一碗饭 你天下都吃便 还请把这个站脚之地 让给师弟吃吧 哪知陈三这番话说完 来人却依旧没有回话 于是就听陈三冷笑了两声 随后便道 朋友 既然有之敢的在此靠山 你就应当重义 远方去求 如若你非要在这里取 那你就是不人 我也只得不义了 你要不扯 鼓了盘子 只怕是寸步难行 咱们这里是道念有青龙 切念有猛虎 阳念有高山 咪念有大水 你若是非冷子 非骗子 我们这也有青字 花条子 只怕到时候吊缩了 大家可都不好瞧 刀审当时听着屋外的这番对话 那是一头雾水 虽然他不明白陈三 和那来截标的人 究竟是说了些什么 可是他也知道 那是陈三在用江湖上的黑话 与那截标的人交谈 估计是想让那来截标的知难而退 不要往生死端 陈猴子这时低声对刀审解释说 陈三的话 就是在让截标的人远离此地 只是那截标的并不想走 所以陈三这边只得软硬兼施 先是说大家是江湖同道 不要伤了和气 后来见来截标的那伙人 依旧不肯松口 所以他又放了狠话 说这里自己早有不知 让对方不服气就来试试水 只不过到时候伤了死了 就不要怪自己这边下手太重 听着陈猴子的话 刀审也不知道今日事已至此 这事情最后究竟要怎么才能了结 可是他心里的念头才刚刚闪过 他就听到院子里 又伤来了一阵金属擦碰的声响 当即刀审就反应过来 那是陈三将自己的短枪掏出来了 而且还将其子弹推上了堂 陈三此举摆明了也是在告诫来人 自己这里有枪 他们真若是想跟自己动手来应的 那伙人也得先在心里掂量掂量 果不其然 陈三这边把枪一亮 对面屋檐上面就立马有了动静 刀审躲在屋内 也不知道外面是怎么一个情景 只是觉得一瞬间 院子里面好像是亮腾了许多 这时身边的陈猴子突然尝出一口气 低声言道 这些贼人总算是啃走了 原来截标这行有个规矩 升点之后如果萌生退役 就点燃自己随身携带的火烛 因为做这行的都是见不得光的买卖 自己主动点了亮 那自然就表示自己这边愿意服软退让了 所以刀审当时看到窗外的亮光 那就是来截标的人点燃了自己的火烛 告诉院子里的陈三 他们要走了 陈三这边最好也不要尾随追击 希望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两边相安无事 窗外的明光亮起来没多一会儿 刀审就听陈三言道 朋友 若没事他龙内啃个牙铃 咱们碰碰盘子 过过黄 对面屋檐上的人立马回道 不了 月亮底下路不好走 咱青天里面在盘园子 陈三闻言当即笑着道 朋友顺风而去 咱们昏天不见 青天见 啃吃窑子 再碰盘二 陈三这话一说完 刀审立刻就听到对面屋檐上 稀稀疏疏的一阵响动 没一会儿就彻底没了动静 想来是那群来截标的 已经被陈三给劝走了 过后就听那陈猴子对刀审解释说 方才陈三见来人 打消了截标的念头 想请那群人下房来 大家喝点酒交个朋友 可是那些人觉得夜晚不便 便约了白天 而陈三这里也同意了 说是第二天会去亲自拜会 大家不打不相识 交个朋友也好以后多来往 刀审当时一听陈猴子的话 惊讶的好半天才说出话来 原本他以为今天这事 已经算是完结了 可是谁能想到 陈三居然和这群来截标的 第二天约好了要一起喝酒 两边还要交朋友 面对刀审的不解 陈猴子反倒是觉得这是理所应 因为在陈猴子看来 截标的那伙人能够亮火走人 那是对方有眼力尽 会做事 也算是把自己这边当朋友 这在江湖上叫做行杂儿 既然人家已经把姿态摆出来了 自己这边要是给脸不接着 那就是自己不明白事理了 只不过这种江湖上的形式规矩 身处江湖之外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陈猴子和刀审也说不明白 所以陈猴子也没和刀审 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太多的纠缠 只是一脸愁眉苦脸的样子 坐在床檐上一个进耳的唉声叹气 刀审瞧见陈猴子这副模样 不由出言问道 截标的人不是已经走了吗 你怎么还在叹气 又出什么事情了 陈猴子望了刀审一眼 回到 刁姐姐 这俩人虽然走了 可是咱们楼下的麻烦还没完呢 刚才外面闹得那么大的阵仗 刘家那老头儿肯定听到了 原本刘家是让三叔做暗标 不想让他们家老头子知道的 可是现今这事情已经兜不住了 恐怕那老头子多少都要闹腾一下了 刀审一听陈猴子这番话 这才想起来还有神必留着茶 他也知道老人家最好面子 就在江湖上的老人 更是执拗得有些不通情理 在外人看来 刘家人暗地里给他清了暗标 多少也算是孝心的表现 可是保不齐在神必留看来 那是旁人觉得 他已经是老不堪用了 所以才要偷偷请外人来帮衬自己 虽然今天刘家标队的标平安无事 可是若是让老头子不高兴了 那也可以算是陈三的事情没有办好 毕竟神必留的事情 是朋友托付给他的 那老头子他自己乐不乐意 虽说和陈三无碍 只要标队的东西没事就好 可是对于朋友的面子上 那陈三就多少有些过不去了 正在刀审和陈猴子在屋里犯愁之时 陈三这时突然推门而进 陈猴子瞅见了陈三 立马问道 三叔没事吧 陈三闻眼一愣 问道 今晚上来求财的朋友都已经走了 还能有什么事 陈猴子摆手道 我不是说屋顶上的那些人 我是说咱们楼下的那老头儿 对面屋顶的那群人早就走了 你这么半天才回来 肯定是刚才在楼下 和刘家的标队说话去了 怎么样 那老头子没为难你吧 陈三笑道 咱们家那群小崽子就输你机灵 你安心吧 已经没事了 陈猴子惊诧得道 这就没事了 我看那姓刘的老头儿 可不是怎么好说话的人 他这发现自己被人合伙给骗了 怎么会咽得下这口气 陈三闻眼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他是被骗了 陈猴子回道 我当然知道了 咱们这些暗标都是刘家的人 瞒着那老头儿人私下里偷偷找来的 那老头儿又不知情 他当然是被骗了 正说着话 突然间陈猴子眼神一亮 惊道 那老头儿原来知道暗标的事 陈三这时笑着点了点头 道 我就说你是咱们家最机灵的 果然一点就透 这时陈三转身缓缓地将门关上 然后又把自己方才 跳下楼去的那扇窗户也给合上了 随后陈三走到了桌前 压低了声音同陈猴子道 我问你 神必流为什么要选这单生意来做收山 陈猴子犹豫了片刻 回道因为字画这些东西 比金银什么的显得要高雅一点 能帮着他长长份子 让他脸上有光 而且作为最后一次走标 他说出去也好听 陈三文言点了点头 随即又摇头道 你说的对 不过也不是全对 你还是没有把这事说到点子上 陈猴子一道 什么点子上 陈三笑道 你刚才说的那些 说到底就是神必流这个人好面子 这就是此事的关键之点 陈猴子又问道 这老头儿好面子 和今天的事又有什么关系 陈三道 神必流这么要脸面的人 他连自己收山走的最后一次标 都要费尽心思 精心挑选 难道他就没有为自己想过 万一这最后一次走标被人给劫了 一辈子的名声断送于此 他该怎么办 而且像他这样的老江湖 自取江湖上下都会给他几分薄面 就算标没丢 只要有人跳出来想劫他 那也都算是在打他的老脸了 你觉得他真的会对此 没有任何准备吗 陈猴子这时恍然大悟道 原来找案标的是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不对 案标会不会就是 他让家里人私下里找的 陈三这时忙打断了 陈猴子下面的话 不知道的事情就不要瞎说 而且你嘴巴给我有点把门的 一口一个留老头二 留老头二的 你就是这样称呼江湖老前辈的吗 等着回家让你爹妈教训你 陈猴子完颜赶忙求饶 跟着陈三一个劲地说对不起 随后话锋一转又问道 可是三叔 那刘老头 啊不是 刘老前辈刚才在楼下跟你都说什么了 陈三文言回道 刘老前辈他这一天周车劳顿的 早就睡下了 我刚才在楼下都没看见他 只是耕标队的其他人打了个招呼就回来了 刀审听到这里 不禁哑然失笑 方才院子里的动静就算睡得再沉 也都该被吵醒了 可是神必留却依旧酣睡如故 摆明了就是在装睡 所以从这里来看 估计还真的是被陈三给说准了 暗标这事 从头到尾神必留都是知情的 只不过为了面子 他始终洋装不知 就算是今夜这般外面 闹得是人羊马翻 两边人差一点都要交上手了 就算事后有人问起来 他却还是依旧可以用自己当时已经熟睡 对此并不知情来搪塞 至于暗标什么的 神必留他就更不知道了 日后江湖上 真要有人说起神必留收山这事 估计也就只知道他千里押标 未尝一线 明月江湖 全都卖他面子 而对于什么暗标 来至今晚之事 铁定是不会有人提起了 时间一久 这事也就如同没有发生一般 百年之后 这边又成了一段江湖上美好的佳话 这事已经彻底想通了此事的刀身 顿时间便觉得好些失望 他这还是头一次 如此接近传闻中的那个江湖 只是这个江湖 与自己之前在剑侠小说里看到的那个 却全然不同 什么武林民宿 一带大侠的 都好似是玩笑一般 这个江湖如今看来也同别处一样 是个一群人凑在一起争名夺利的名利场 刀身越想越觉 今日之事有些好笑 不经意间便笑出了声来 陈家叔侄在一旁说得正欢 突然听到刀身的笑声 这才想起来旁边还有一个大伙人呢 于是陈三那边立马收住了话头儿 转对刀身言道 雕姑娘 今晚的事情还请不要外传 刘老前辈这一辈子就为了一个名 也没做过什么恶事 这是若是外人知道了 就怕有损他的名声 陈三话音未落 刀身当即就打断了他的话 话语中带着几分俏皮的同臣三道 什么事 今晚上的什么事 说着话 刀身还冲着陈三眨了眨眼 陈三见状立刻会议 也没多言 只是举手冲着刀身坐衣行为一礼 而一旁的陈猴子这时却犯糊涂 一个劲的同刀身道 雕姐姐 我三叔说的就是今天截标的事啊 你可千万不能往外说啊 结果陈猴子话还没说完 就强行被陈三堵住了嘴 随后陈三说天色太晚了 都已经后半夜了 让刀身安心回屋休息便是 今天晚上应该不会再有事情发生了 只是明天一早 刘驾标队就要离开仙游地界 他和陈猴子还得再去送上最后一程 估计回来的时候已经晌午了 所以还希望刀身就在黑哥的脚垫里待着 不要去外面乱走 等着他们回来 以防再遇见那群街上偷东西的人 刀身听了陈三这番话 知道他这套说辞着实是有些勉强 毕竟自己现今已经换回了女儿庄 今天那伙人估计就算和自己打了照面 也不会认出自己来 而且他与陈家疏值萍水相逢 今晚自己没有露宿街头 这已经要多谢他们了 自己理应天一亮 就自觉地独自离开 哪里有还在脚垫这里 继续等着人家的道理 这叫外人见了 还以为自己是打算要赖上陈家疏值了 可是尽管刀身心里明知 自己这么做十分不合适 可是他看着陈三那张殷切的脸口 愣是没有将那个不字给说出口 好半天之后 他才低声回了一声 嗯 陈三那边见刀身硬了自己 显然也是松了一口气 脸上紧张的神色顿时一松 随后便笑着将刀身请出了屋 当刀身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日上三杆 他简单地梳洗了一番之后 便下了楼 来到楼下的大厅之后 刀身发现这家脚垫里的客人 少得有些可怜 整个大厅里 零零散散地就坐着三四个人 而且这些人的座位全都相聚得很远 相互之间也不搭话 各做各的 刀身新知这些人应该都是走江湖的 从昨晚上截标的时候 这店里没有一个人出来帮把手 他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人全都是各扫门浅血的那号人物 压根就不会去管旁人的闲事 这样的一群人凑在一起 自然是不会有闲聊交友的雅兴了 刀身在大厅里刚一落座 黑哥就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冲着他就问道 刁姑娘 昨晚睡得可好 刀身昨天与黑哥分别时 还是男人装扮 今天却是一身女儿装 虽然黑哥那边 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是刀身自己确认不住脸上一红 黑哥瞧见刀身这副模样 道了一句 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 以后别穿男人衣服了 你要是长得五大三粗的倒也罢了 你这小脸白白嫩嫩的 眉毛又细又长 嘴巴上红的就像涂了胭脂 谁看不出来你是个女人 话音刚落 黑哥在桌上放下了几样东西之后 就打算转身离去 头中还言道 这是老三今早上临走的时候 特意嘱咐我给你准备的 让你吃完了等着他们回来 可是黑哥才一过半个身子 却又转了回来 盯着刀身低声道 老三说让你一定要等他们回来 就这话他和我念叨了三四次 以前我还真不知道 他是这么一个婆妈的人 不过你想什么时候走随便你 我就是个开店的 住客的事我管不着 但是就算你要走 桌上这东西你一定得给我吃完了再走 黑哥我的手艺可是先由第一 要不是老三求我 我才不会亲自下厨给人做东西吃的呢 刀审文言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桌上摆着的 吃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面线糊与一个浅碟 碟子里面放着四五个刚出锅的芋头锅 都是闽南这边的特色小吃 也恰巧是刀身平日里爱吃的东西 刀身手中捧着温热的面线糊 一股暖意在他体内肆意舒展开来 瞬间刀身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他离家逃亡已经越鱼 这还是头一次感觉到 心中有这般的温序 黑哥也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竟然一下子把刀身给弄哭了 你别看黑哥他也算是个老江湖了 血雨腥风的事情常日里他见多了 可是这女人当着自己的面大哭 他却是一点对策都没有 结果废了大半天 黑哥这边好说歹说的 才好不容易将刀身的眼泪给止住 随后黑哥清出了一口气 叹道 姑奶奶 你就算一把火把我这个小店给烧了都成 你可千万别再哭了 得亏老子没结婚 你们女人还真是惹不起 黑哥走了之后 刀身一口一口吃掉了桌上的所有的东西 黑哥的手艺确实不错 面线糊的鲜香和一头果的甜辣 配合得恰到好处 可以说这是一个多月以来 刀身吃得最有滋味的一顿饭了 可是刀身吃着眼前的这些东西 脑海里却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以前每天早上 刀身的母亲也会提前为她准备好早餐 也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几样吃事 东西味道也许不如黑哥 可是母亲的早饭 吃进腹内却更让刀身舒心 正在刀身堵悟私家之际 陈家舒直不知何时已经返回到了脚垫 只是刀身一直心中想着事情 没有发现 直到陈三在刀身桌子对面坐下来 刀身这才发觉 陈家舒直已经到了自己的身边 陈三当时一瞧刀身的眼圈泛红 知道刀身一准是刚刚哭过 可是他又不好细打听缘故 只得旁敲侧击地问了一句 刀姑娘 你还好吧 刀身抢颜一笑 回道 陈三哥 我没事的 就是有点想家了 陈三听了点点头 又道 刀姑娘 之前我也不好问你 但今天我多嘴问一句 你这么一个姑娘家 流落江湖 想来必然是家中遭遇了变故 如果可以 你可否将你家中的事 说给我听一下 我虽然不是你们这里的人 但是敏月当地我也有不少朋友 说不定我就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刀身文言摇了摇头 并没答话 陈三见了他这模样 知道是刀身现在 并不想多提家中的事情 于是他也没有再多追问 赶忙换了一个话题道 刀姑娘 一会儿你收拾一下东西 咱们去见几个人 然后就离开仙游 你若是想回家 我们就送你回去 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情 就跟着我们去戴云山那边转转好了 就当是散散心 这次我出门就是为了溜鹰的 反正猴子想去那里看看 那我就陪他去转转 不知道刁姑娘你是否方便 刀身当时一听陈三之言 还是有些犹豫的 毕竟无亲无故的 自己一个姑娘家 跟着陈家疏直着实是有些不便 可是自己此时又确实是无处可去 随着陈三他们去戴云山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在刀审迟一之时 陈猴子突然上了前 让道 刁姐姐 咱们就一块去吧 你不知道我三叔有多无趣 你和我们一起去 我还有个说话的人 要是只有我和三叔一道 只怕我还没下山就被闷死了 陈猴子这话一说完 陈三便怒道 你又在和人家胡扯什么 你要不想和我去 我现在就送你回家去 陈猴子一见陈三又动了火气 赶忙跑到刀审身后躲了起来 嘴里还道 刁姐姐 你看他凶不凶 你要不跟我们去 他肯定见天地欺负我 你就行行好 跟着我们一起去吧 刀审被陈猴子这么一番软磨硬泡 弄得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最后只得应了陈猴子 同意跟着他们一道 往戴云山走一趟 没多一会儿 陈家叔侄就收拾好了行李 下楼来和刀审会合 几个人同黑哥打了声招呼 便离开了脚垫 只是在走之前 黑哥拉着陈三躲在一旁 说了半天的话 说话的时候 两人时不时地 还往刀审这边看了几夜 刀审也不知道 他们之间的谈话 是否和自己有关 但是这种话 自己又不好问出口 最后刀审只得洋庄不知 当黑哥送他们一行人 出店门的时候 黑哥还特意同刀审道 刁姑娘 做我们这行的 一般不会和海青儿 说什么以后 常来这类的场面话 毕竟咱们这个买卖 吃的都是刀口钱 你们不吃江湖这口饭的 自然还是太太平平的好 不过对你我今天就破个例 只要你赏脸 黑哥这儿就永远有你的一张床和一碗饭 以后老三要是欺负你了 你也来 黑哥我帮你做主 以后只要他赶来我这里 我就给他饭里掺巴豆 拉也能拉死他 刀审当时一听黑哥这话 顿时脸色一红 黑哥话里的意思 他不会听不懂 可刀审一个姑娘家面子薄 眼下这大庭广众的 被黑哥这样一说 脸上哪里又能挂得住 当即刀审随口招呼了一声 扭头就往巷子外面走去 陈猴子这时匆匆从后面追赶上来 一扯刀审的衣袖 道 刀姐姐 别走得那么急 咱们先得和人吃个午饭才能走呢 刀审文言停下脚步 这才想起昨天夜里 陈三和杰彪的那伙人 今天约久的事情来 于是他不禁一道 昨天三哥也没和他们约好地方啊 你们怎么知道 应该去哪里找他们呢 陈猴子笑道 既然是约了喝酒吃饭 往饭馆里一找不就成了 刁姐姐你放心 我三叔眼睛厉害着呢 到时候只要他扫一眼 就能把昨晚上的人给认出来 陈猴子和刀审一边说着话 一边就走到了外面的街道上 刀审站在街边 往道路两边一望 发现虽说现游这里是一个小地方 可是他这街面上的酒馆饭装什么的 缺一点也不少 刀审随便这么一瞧 就已经看见了五六家酒馆 在这么多家酒馆里找人 就算称不上是大海捞针 那也只怕不是一事 就在刀审望着这满大街的酒馆发呆之际 陈三也从后面跟了上来 等他和陈猴子问清楚 刀审和他方才在讨论什么之后 陈三顿时就笑了起来 随后他在陈猴子耳边低语了几句 陈猴子点了点头 扭头就钻进了路边的一家酒馆 刀审当时看到陈猴子的身影 消失在了酒馆门口 当即就问陈三 他让陈猴子干嘛去了 陈三回道 当然是去找人了 你也看见了这么多家酒馆 找起人来可不容易 这猴子手脚麻利 由他去找人比咱们可快多了 所以咱们也不用挨家酒馆去找 一会儿等他回来了 咱们就知道该进哪家酒馆了 刀审此时依旧还是有些不解 可是猴子他又怎么去找人呢 每家酒馆里人这么多 他难道要去一个人 接一个人的去问吗 陈三文言哈哈一笑 回道 刁姑娘 你不是我们江湖人 所以你不知道也很正常 这名案挂子之间的争斗由来已久 不仅双方之间 有一套独特的暗语和行话用来交流 就连平日里的诸多俗事 也都是要依着一套规矩来行事的 原来在挂子行里的案挂子中 那些专门做偷到截标买卖的人 全都被叫做黑坎子 这黑坎子若是和名挂中人相约 一定是要选在管子里 北边靠窗的位子上 而且黑坎子只能坐在右边 因为中国古师依左为尊 他们黑坎子是案挂里的人 左边的尊位只能让给名挂 而且黑坎子在酒桌前坐下等人之后 就算左边的位子上没有人 他也得摆上一只空酒杯和碗筷 自己这边酒水饭菜都不得动 只能干坐着静候来人 陈三说 这些都是百来年里江湖上的规矩 从来都没有人改过 不分南北也不分门派 只要是吃江湖这口饭的 大家都要依着这个规矩来办事 因此陈猴子只要按着这个去寻人 肯定用不了多久就能将人找出来 更何况这些做截标买卖的人 多少都有一点 匪人身上的那股汗气 陈猴子自小江湖人也见过不少了 扫上吉言肯定是认得出来的 所以让陈猴子找人这事 在陈三那边看来 自然适时拿酒稳之事 果然没多一会儿 陈猴子就从街对面跑了过来 来到陈三和刀审跟前之后 压着嗓子道 找到了 就在西边一家叫半贤居的酒馆二楼 靠窗的桌子上就坐着一个人 但是我瞧旁边的几张桌应该都是他们的人 少说也有七八个人 陈三文言将头一点道 走 咱们会会他们去 说着陈三转头又对刀审言道 雕姑娘 你若是不想过去就在这里等我们 买点麻薯啥的吃 我们小半个时辰就能回来 刀审一听陈三这话 就知道他是担心自己 见了那群截标的匪人会害怕 顿时间刀审心中生起一股豪气 不愿让陈三将自己给看扁了 于是胸膛一挺 回他道 要去咱们就一起去 正好我也跟着掌掌见识 难道你们喝酒交朋友的 还怕让人看吗 陈三文言一笑 也没说话 抬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刀审当即就养着脑袋 朝前迈步走了出去 边走边往街 对面用眼扫了一圈 瞧见了陈猴子方才提到的那家 名叫半贤居的酒馆 随后刀审这才头也不回的 朝着那酒馆走了过去 刀审进了酒馆之后 立马就有一个跑堂的出来招呼他 问他想点些什么 刀审也没理他 只是一指楼上 道 我要上楼去 有朋友在等我 哪只刀审刚走上楼梯 就被那跑堂的 硬生生的给拽了回来 就听那跑堂的地道 这位姑娘 不是我不让你上楼去 只是楼上 那跑堂的吞吞吐吐了半天 也没听他说个所以然来 最后只见他将牙一咬 看到 今天小店的二楼被人包了 你不能上去 刀审一瞧这跑堂的神色 就看出他一准也知道 现在二楼上的那些都是什么人 所以才拦着自己 不想让他上楼去 就在那跑堂的和刀审纠缠之时 陈猴子此时 也已经进到了这酒馆里 他一瞧刀审这边的情况 立马明白了几分 于是陈猴子当即叫道 哪有你们这样做生意的 拦着客人不让进 难道是怕我们不给酒钱吗 那跑堂的文声转过头来 一看发现是陈猴子 立刻也叫了起来 怎么又是你 刚才你要上楼就没拦住你 让你给跑了 你怎么还来捣乱 你家大人呢 陈三这时载众人身后 沉声言道 我就是他家大人 楼上的人就是在等我们 还请你让开让我们上去吧 那跑堂的文言 惊得张大了嘴巴 老半天也没再说出一句 胡伦话来 想来他也是没有想到 楼上那群凶神恶煞一般的人物 居然等的就是他们这几个人 总共才三个人 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跑堂的随后 十分之趣地退到了一旁 刀审和尘三一行人 紧接着便走上了二楼 上来二楼之后 刀审第一眼 就往西边靠窗的那个位置 望了过去 只见西边那三张桌子上 只有中间一张桌子前坐着一个人 而这个人桌子的对面 果然摆着衣服 没人用酒杯与碗筷 而桌子上早就上好了一桌韭菜 但这个人显然是一筷子都没动过 看那样子 十之八九就是陈三所说的见面之人 只是刀审望着此人的模样 一点也不能将他 和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土匪联系到一起 因为眼前的这个人 只是个年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儿 一身乡下人的装扮 皮肤有黑 干瘦干瘦的 满额头的都是身如刀客的皱纹 这要是放在平时 刀审一准会将他当成 在路边买菜的乡下老农 谁能想到这人正是昨天夜里 带着一群匪人 准备杀人截标的强盗头子呢 与此同时 桌边的那老头儿 也瞧见了刀审他们 只见他眉毛先是一条 随即便又恢复了旧状 估计他也是同之前的那个跑堂的一样 全然没有料到 昨晚跳出来要和自己拼命的 居然是这样的一群人 陈三这时双手合一 朝着二楼四面八方 行了一圈的礼 头中言道 诸位辛苦 诸位辛苦 而刀审也注意到了二楼老头 他们那一伙的其他人 只是这些人全都是面带凶相 一点不似那老头儿的平和容貌 这要是在平时 大街上遇见了这样一群人 刀审肯定会绕着他们走 也难怪 那跑堂的钢材 似乎不让自己上楼 有这么一群人守着 任谁都晓得 今日这酒馆的二楼不会太平 陈猴子此时学着陈三的样子 也跟着陈三一道坐一行礼 只有刀审站在一旁 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这个时候 二楼上所有人的目光 也都集中到了陈猴子与刀审身上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怪异的神色 估计心中所想 同那老头儿应该是一般无二 陈三竟只走到了那老头儿的桌前 直接便坐了下来 陈猴子一拉刀审 也在旁边一张无人的桌子上落了座 陈三这边屁股刚挨上凳子 他就冲着那老头儿将头一点 拿起桌上的酒中 就给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一杯酒 随后陈三举起酒杯 对着那老头儿道 昨日之事 多谢前辈给面子 晚辈这里先干为敬 说完 陈三便将那杯酒一饮而尽 那老头儿瞧着陈三的举动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道 昨天那脚垫里面 也就只有你们三个人 陈三文言笑着回道 也不是只有我们三个人 刘家镖局那还有十几个人呢 那老头儿道 你别和我打马虎眼 咱们都知道刘家镖局不到万不得已 肯定不会动手 他们只要一出手 神必留这辈子 一只小心翼翼维护的名声 面子也就全没了 真是没想到 老子玩了一辈子鹰 到头来却被鹰啄了眼 昨天居然就被你小子的三言两语 给唬过去了 陈三回道 前辈 你这话说的就太重了 你昨夜给晚辈面子 那是你讲江湖道义 晚辈心里感激得很 你这顽鹰着眼的这些话 又从何说起呢 那老头儿文言缓缓一笑 又轻叹了一口气道 你放心 江湖规矩我懂 既然昨天我们已经亮了火 神必留的这趟标 我们肯定是不会再出手了 他们今天应该已经离开仙游了吧 那就把他们留给同行们痛痛运气吧 陈三与那老头儿这边将话一说开 二楼的气氛立马就变得缓和了起来 一群人立马动了筷子 开始吃喝起来 那老头儿这时也告诉了陈三 说自己姓江 是先游这一带黑坎子的瓢靶子 二楼的这些人都是他手底下的兄弟 昨天夜里他们也是全都去了脚垫的 陈三这时也同江老头自爆了家门 说是自己姓吕 顺便还跟江老头介绍说 陈猴子是自己的侄子 而雕姑娘是自己的朋友 刀审这时才知道 陈家叔侄原来本家是姓吕 想来陈三也是一直没能找到机会 何刀审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 正好他也算是借着这个时机 何刀审坦言了自己的姓名 陈三和江老头说了几句话之后 便站起身子 挨个桌都去敬了一杯酒 嘴里还不时地说着客气话 态度甚是千功 陈三的举动立马引起了众人的好感 江湖人读书少 性子直 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只要他们心里认可了你 那他们马上就会和你以心相交 于是还没等江老头发话 一群人就对着陈三有了笑脸 不少人上前来和陈三勾肩搭背的 还夸他昨天夜里有胆 算得上是一条汉子 这时江老头对陈三问道 吕老弟 我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北方人 这神壁流已经出了仙游 你们一会儿可要追上他们吧 出了仙游往北这一路可不太平 起码还有三四家是做我们这买卖的 你们可得留点神 陈三文言回道 多谢前辈告知 不过刘家标队的事 对于我们已经算是完事了 出了仙游的地界就有旁的人接手了 以后的事情我就管不到了 江老头听了立刻明白过来 原来你只是他们一段路上的暗标 不是全程陪着的 那也好 后面那几家靠标局发财的 我还都认识 他们没一家是容易对付的 你们若真是遇见了 还真是大麻烦 你们遇不见也好 都是朋友 你们要伤了和气 哪边都不好瞧 一群人又说了一阵子话 江老头突然和陈三打听起来 吕老弟 不是老头子我多事 我就是随口问一句 刘家标局的事情 既然你们已经做完了 那么你们接下来要去干嘛 若是没事来我山上做几天课 我去给你们打几个野威 咱们尝鲜下酒 不是老头子我夸嘴 我落草之前就是山里的猎户 我考出来的章子那可是一绝 陈三文言笑道 多谢前辈好意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有些嘴馋了 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安排 只能下次再去叨扰了 江老头随即问陈三他们下面要去哪里 陈三便同他食言相告 说他们准备去附近的戴云山 江老头一听陈三他们要去戴云山 当即就夸他们地方选得好 说戴云山那边风景确实很好 特别是那边有道名菜 叫做黑兔炖苦菜 现在正是兔肥菜美的好时候 江老头千丁万主陈三他们 如果去了那边一定别忘了尝一下 正说着话 江老头突然想起了什么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陈三见状自然出言相寻 那江老头犹豫了片刻 这才言道 吕老弟 我这人老了话就多 你也莫怪我多事 戴云山那边虽然风景壮丽 号称是咱们的闽中之己 东西也好吃 不过那里可不太平 你们此行还是要小心一些为好 陈三文言顿时祈祷 戴云山那里可是也有前辈黑坎子里的同行 江老头摇头道 那倒不是 这若是咱的同行那倒也好说了 老头子我这么多年虽然没干出什么大事 但是朋友多 这明月在黑道上发财的 都卖我面子 你们要去戴云山 我只要给你们写封信 我保证那边道上的人没人感动你们 而且道上的朋友还会看我的面子 护着你们的周全 可是这是麻烦 就麻烦在戴云山那边 没有咱的同行 江老头此言一出 别说是陈三 就连刀神也听出了这话里的怪异 因为当时正直乱世 遍地都是草莽的匪兵 基本上只要是有点高山大川的地方 都会有土匪强人出没 别的不说 光东北的山林子里 就号称游流子一千八 人员数十万 有些地区甚至所有的村落 都处于土匪的控制之下 北方如此 南方更是匪患严重 川乡之地 土匪云集 就连政府的正规部队 都不敢同他们交恶 而福建这边更是土匪成窝 势力稍微大一点的土匪 县老爷都要尽他们三分 像江老头他们这样 十几个人势力的土匪 几乎每个县城都要有几波 所以当江老头说 戴云山那里居然没有土匪时 这又怎么能让陈三和刀神他们不吃惊呢 在如此的乱世中 戴云山那里又怎么可能会是一方净土 这个时候刀神也明白 江老头话中的危险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戴云山没有土匪 只能说明戴云山那里有古怪 所以才会连土匪都不敢到那里去落脚 在刀神看来 相比土匪这些看得见 摸得着的威胁 这种未知的威胁反倒是更加让人忧虑 于是陈三便问那江老头道 前辈 戴云山那里是怎么回事 江老头喝了一杯酒 轻叹一口气 回道 说来惭愧 那里是怎么一个情境 我也不知道 只不过那里之前是有寨子的 只不过后来那寨子一夜之间没了 刀神明白江老头说的寨子就是土匪窝 听他这话里的意思 原来戴云山以前也是有土匪扎窝的 只不过是后来消失了 可是一股土匪 少说十几个人 多则几十甚至百余人 怎么可能会说没就没了呢 面对陈三他们的疑问 江老头这才缓缓地同他们解释起来 原来戴云山早些年前有一股子土匪 自称闽中十八旗 为首的那人 江湖人称青背虎 据说一整张后背上全是纹身 所以才得了这么一个称号 一开始这股土匪只有十八个人 干的买卖也不过就是结伙起码 打劫过路的商队 偶尔绑个肉票 跟亲属勒索点赎金这类的小活 但是随着时局的动荡 青背虎他们迅速扩张 没几年的功夫就号称有了百人之重 而江老头说 青背虎一伙要说有百来个人 可能是他们再次吹 但无六十个人肯定是有了的 就这样的一群土匪 长期盘踞在戴云山里 虽然说不上是无恶不作 但是也把当地的老百姓祸害得够呛 欺男霸女的事情没少干 可是突然有一天 戴云山下面的一个村子 发掘青背虎这伙土匪 已经两个多月 没有下山来收人头税了 可是这种抢钱的营生 以前只有提前的份 哪里会有晚的 更何况一晚还晚了两个月 于是这个村子里的几个年轻厚生 在商量了一番之后 纠壮着胆子相约上了戴云山 想去瞧瞧青背虎那伙土匪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露脸 刀审听着江老头的讲述 虽然他已经隐约 猜到了后面的事情 但他还是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 后来呢江老头文言望了刀审一眼 身子一侧 压低了声音同他们几人道 后来 后来村里的小伙子进山一看 青背虎他们那几十号子人 愣是一个人都寻不到了 整个宅子野草都涨疯了 一看就是那地方 最起码有一个多月没人住过了 而且寨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没少 连他们之前抢的那些金银啥的都在 唯独就是他们人不见了 你说这是奇怪不奇怪 刀审惊到 几十号子人 站在一处也黑泱泱的一片呢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 一定是遇见了什么事情 他们搬到别处了吧 将老头摇头道 起初道上的人也是这么觉得的 可是做我们这行的 天天刀口上填血 命都顾不上了 这一切还不是为了求财 如果青背虎他们真的搬去了别处 就算别的东西他们不带 他们用命换回来的那些金银 怎么可能不带走 而且青背虎当年 道上过命的朋友不少 但是这些人事后 没有一个人能打探到 青背虎他们的一丁点消息 就连青背虎的亲兄弟 打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青背虎 你们说 这是还有什么好说的 青背虎他们人肯定是被做掉了 陈三此时在一旁凝色道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这是确实有点蹊跷 将老头接着又道 做咱们这行的都喜欢图个吉利 平时连个死字都不会说出口 带云山的青背虎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 连个死活都不知道 你说谁还敢去带云山那地方知其立场子 所以带云山那里 也就成了咱们闽月道上的禁地 反正这青背虎一伙 消失了差不多有十年了 至今带云山上 再没出现过啥叫得出名号的寨子 平时咱道上的人图吉利 就算是路过带云山都要绕道走 不怕诸位笑话 老头子我最喜欢四处游走 但是带云山那地方 我也是不敢去的 毕竟对于做我们这行的 那里太会气了 陈三这时低声又问了一句 所以这十年来 青背虎他们就这么 在江湖上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江老头文言回道 你当我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在和你说笑话吗 青背虎他们 确实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所以我才要告诉你们 带云山那里只怕试不干净 刀审当然明白 江老头所说的不干净是何意 当时社会虽然稀学渐兴 但是民间的鬼神之说依旧盛行 对于在道上讨生活的江湖人 更是如此 这青背虎一群人消失得不明不白 真要找出个解释 也就只能往鬼神精怪那边去想了 江老头告诉刀审他们 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算是江湖人 这十年来 他不相信会没有人 打过带云山那边的主意 但是江湖上既然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只能说他们应该是同当年的青背虎一样 遭遇了什么外人所不知的状况 因此才没生没想的变消失于世间 如此说来 带云山对于陈三他们来说 确实不是一个好去处 可是陈猴子此时 早已被青背虎当年 诡异消失的事情所吸引住了 原先他对带云山的兴趣 也就不过而二 可是现今江老头的一席话说下来 顿时带云山对于他而言 就已经成了非去不可的地方了 而陈三和刀审的好奇心 也被彻底的激发了出来 两人并没对江老头的劝阻太过在意 于是他们俩低头稍一商量 再加上陈猴子一旁的推波助澜 立马三人就决定 原本的计划不变 一会儿午饭过后 他们就按着原先的打算 往带云山那边赶 江老头劝说了一阵 发现自己压根就不能 让陈三他们打消念头 只得作罢 最后还举杯同陈三 饮了一杯酒水 说要等着他们太平归来 随后江老头 还有些不放心的嘱咐陈三 让他们千万不要在 带云山上夜宿 说是现在连当地的百姓 都不敢夜里在山上逗留了 就算陈三他自持一高人胆大 但毕竟在他身边 还有个孩子和女人呢 万事小心为上 无饭用弊 刀审一行人同江老头他们分别 在车马行雇了一架马车 就出了先游县城 直奔带云山而去 路上陈三还同刀审道了歉 因为自己之前 向刀审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刀审虽然根本就没有 把这当成一回事 因为他也知道在那的年月 行走江湖用个假名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只是刀审不知道自己今后 该怎样称呼陈家叔侄才好 陈三文言笑说 这是随便刀审 就算叫他阿猫阿狗 他也只能硬着 刀审犹豫了一阵 还是决定叫他陈三哥 毕竟叫了这么久 乍一改自己也有些不习惯 而且若是换了别的叫法 他也觉得是和陈三他们变得胜负了 陈三听了刀审的话 当即就说 以后他还是陈三 陈猴子也还是陈猴子 吕家三爷那是旁人叫的 他们叔侄两个 在刀审面前永远都是姓陈的 此时就算不用别人多嘴 其他人也都能看出来 刀审与陈三之间已经隐约间产生了情愫 而陈猴子在两人身边待久了 就算他年纪小 陈猴子也是感觉得出来的 好几次他都私下再问刀审 说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改口叫他沈阳 惹得刀审脸红不已 后来有人问过刀审 他和陈三相识 也不过三两天的时间 怎么就会认定他了呢 刀审那时候孙子都已经出生了 当外人问起他这个问题时 刀审脸上 瞬间又泛起了自己少女时的那种羞红 刀审对人道 这世上的情啊爱啊 有日久生情的 也有初见清新的 时间的长短说明不了啥 你遇见的那个人才是关键 这就像是你在太阳底下走 头顶上是那蓝天白云 避空万里 冷不丁的就是一声炸雷 立马天上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这大雨让你好无准备 也让你无处藏身 就算你骗得了所有人 也骗不了自己的心 你看到那个人 你自然就知道 他就是你一直在等的那个人 但有时候这个人你要等很久 也许你用尽了一生的时间 你都未必没能够等到 但你不愿意将就 你会一直等下去 而我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在我最好的年华里 早早的就遇见了他 一起走过了这几十年 也算没有白到这世上走一遭 刀审就这样 和尘三守着那一扇 没被捅破的窗户指 随着马车一路赶到了那带云山 陈猴子也时不时的 望着他们两人发笑 估计年纪尚浅的他 并不能明白 刀审和三叔两个人之间 这般互打雅迷的乐趣何在 只是觉得这些大人着实无趣 坐是拖泥带水 一点都不爽利 枉为江湖儿女 等刀审与陈三他们一群人 到达戴云山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天的正午 车把是从陈三那里领了车钱 陈三又多给了他几个大子 说那是辛苦钱 让车把是自己收着就成 不用给车马行 那个车把是得了赏钱 自然是对陈三千恩惋谢 临走的时候 那车把是都驾车 走出去十几丈远了 但还是又掉头折了回来 陈三见车把是去而复返 还以为自己把什么东西落车上了 结果那车把是停下车后 屁股一挪就从车上跳了下来 随后也不避人 直接就将陈三拉到了一旁 低声对他道 老板 我看你们都是好人 有些是我也不好说出口 但是戴云山这地方有点邪 我劝你们还是另换个地方玩吧 车把是虽然和陈三是躲在一旁 低声交谈 但是刀审在一旁还是听了个真切 当时刀审一听车把是说戴云山那里邪 他就想起将老头说的青背虎的那些事 而陈三也是如此 哪知陈三出言一问 那车把是阙闻言一愣 反问他青背虎是谁 青背虎一伙土匪当年的无故失踪 在道上那可是一件大事 当地百姓肯定也说对此有诸多传言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除了混江湖的 估计也没人还记得青背虎他们了 就算是戴云山周围的几个村子谈起这件事 小辈们也都是荡城故事来听 还有几个人会把这件当年的江湖悬案 荡城一回事 陈三想明白了这点 就立马反应过来 这戴云山不仅仅是江老头说的那般 只怕这里还有其他的古怪 于是陈三又从身上掏出一些钱 塞给了那车把是 请他把自己关于戴云山所知的事情 再多说清楚一些 那车把是看都没看陈三递过来的钱 一把将钱推回给了陈三 并对陈三言道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看你们都不是坏人 不想你们在这里出啥事 所以才跟你们说这些的 换成别人我也懒得管这些闲事 你要是非给我钱 那你可就是把我给瞧扁了 陈三文言赶忙连声道歉 得了陈三的话 车把是这才不急不慢的 同陈三他们说道起来 原来戴云山又叫迎雪山 每当春冬两季赶上寒潮 戴云山的主峰山顶都会积雪 那里虽然说不上是人际罕至 但也确实是人烟稀少 方圆十几里 大一点的村子 就只有戴云山脚底下的戴云村 车把是说 早些年戴云山那里 经常会有一些皮货商和药材商去收货 他也拉过不少去戴云山的买卖人 从这些人的嘴里 他多时是听到了不少关于戴云山的传闻 据说戴云山那里 有一个春秋不采青的规矩 说白了就是春秋两季的时候 不能上山 不管你是进山摘野果 还是去采野菜 在戴云山那里都是犯机会的大事 你要究其原因 那里的山民也没人能够说明白 只是知道确实是有不少人 上山之后就没能再下来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而这类丢了大活人的事情 在戴云山那里 春秋两季中发生的那是格外的多 陈三有些不解的道 戴云山我之前虽然没去过 但也听人说起过 他整条山脉延绵几百里 大小风头三十余 特别是戴云山的主风 更是雄奇险峻 气势不凡 是明月一带少有的奇景 像这种老山里面 猛兽什么的肯定少不了 人若是进了山 真若是碰见虎豹这类的野物 丢了命又被吃雕了 就算找不到尸首 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吧 车把是文言摇头道 这要光是人没了道也好说 但是戴云山这里还总是打雷 每隔两年就要被雷批断几棵树 前些年有一年的冬天 听说有一天夜里打雷打了半宿 第二天有人上山去看 半个山头的草木都被烧焦了 所以这里的老人都说 在戴云山上肯定是有什么 已经得了道行的精怪 这些雷都是冲着他来的 而那些丢了的人 多半也是被这精怪给吃掉了 陈三听到这里神色微微一震 显然已经不似之前那般轻松 刀神也没有料到 戴云山这里还会有这么多稀奇的古怪 而一个吃人的妖怪 这种鬼怪书里才会有的东西 尽管刀神的心中是一丁点都不相信的 可乍听之下 他还是忍不住要担忧一番 正在陈三一群人沉默不语 各有所思之计 那车把是诱言道 别的我不说 好些年前戴云山上有一伙土匪 好几百人呢 一夜之间就全都没了 这个你们不知道吧 你们想 这样一群杀人都不在眨眼的土匪 怎么会说没就没了 还不是被那个吃人的精怪都给吃了 刀神一听那车把是 突然间说起了青背虎的事情 心里更是不由的意境 虽然青背虎那活几十人的土匪 在车把是口中变成了几百人 但是民间流言向来如此 传着传着就会变得夸大和猎气起来 刀神也早已对此不见怪了 只是刀神突然明白过来 为什么之前江老头 在说青背虎的事情是 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估计那江老头 肯定也是对青背虎一伙人的消失 与带云山里的精怪有关的这个传言 有所耳闻 只是这个消息捕风捉影 没有一丝真凭实据 加上又是无稽的鬼神之谈 而江老头好歹也算是一方豪强 也不能整天将鬼啊神啊的挂在嘴边 更何况是对陈三他们这群出师之人 这种话 江老头自然也是更加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但是江老头与车把似的话 两相正好可以做个对照 证明青背虎这事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而且带云山上的诸多反常之事 也足以说明这是已经远超常人的想象 若是用寻常的法子来思考这件事 只怕会愈发远离真相 车把似随后又同陈三他们说了一阵子话 内容无非都是一些乡野鬼文 什么带云山有山神镇守 又是什么恶鬼勾魂的 全都做不得真 陈三他们听了也都没有在意 最后那车把似看陈三他们 对自己的带云山之行已经是铁了心了 不会更改 知道自己多说无意 于是只得叹了一声 便与陈三他们彻底告了别 驾车离去 陈三一行人在车把式离去之后 又商量了老半天 也没能商量出个所以然来 几个人谁都说不上来 带云山那里诸多古怪的源头是什么 只是陈三一口咬定 青背虎他们的失踪和精怪无关 因为在他看来 这事上不可能存在胃口那么大的精怪 能够一次生吞几十个人 不留一点痕迹 刀审听了陈三的话 将他从上到下看来几个来回 笑着道 三哥 你不会真的把杆大车那人的话当真了吧 什么鬼神精怪 那都是编出来骗人的 咱们现在都在讲新科学 你都用上洋人的火药枪了 你怎么还信封建迷信的这一套 刀审这话一说完 陈三还没说话 陈猴子就在一旁叫道 雕姐姐 妖魔邪祟这些可不是骗人的 你只是没有见过而已 但这些东西是确实存在的 刀审笑道 你这么确定有这些东西 那么你看见过吗 陈猴子听言一愣 犹豫了半天方才回道 我现在还小 以后我会看见的 但是我三叔他看见过 当年太湖里的白将军 就是他带人抓上来的 还有泰山的山军 南岳的长公子 那都是他抓住的 不信你去问我三叔 刀审当时听了陈猴子的话 心里自然是不由地争了一下 之前刀审就一直在想 陈家叔侄到底是以什么为生 看他们熟知江湖行话 但却又不像是草莽之辈 要是说他们是看家护院走标卖艺的 那就更不像了 可是陈猴子这话一出口 刀审也隐约地明白了几分 难不成陈三他们是游走江湖 收邀捉鬼的风水先生 但是风水先生刀审之前 却是见过的 不光是风水先生 就连山里道观里的道士 他也在家中婚丧嫁娶的那些大事里 看过好几次 在刀审的印象里 做这行的都是声碑桃木剑 脚踩北斗阵 一手掐算 一手符咒 最起码一脸的山羊虎总是要的 可是陈三这种干干净净 身上还揣着洋枪的风水先生 他还是头一次见 正在刀审迟一之时 陈三凑上前来 先是让陈猴子不要多嘴 随后便给刀审直言道 雕姑娘 关于我们书职的来历 日后我会详细说给你听 但是原先这带云山对于我而言 只是一个可去可不去的地方 可是现今这带云山 我是必须要去走一趟了 身上职责所在 无论传言是真是假 我都一定要去探个究竟 话音未落 陈三一指陈猴子 又对刀审接着道 如果是别的事情 猴子肯定不用陪着我落入险地 我也不会让他跟着我担这份期限 只是如果传言为真 我确实需要帮手 约莫着方圆百十里 也只有猴子能帮得上我了 所以猴子这次是一定要跟着我进山的 但是雕姑娘你不是做咱们这行的 犯不上跟着我冒险 我的意思 不如你在这附近的村子里 找个地方先住下 等我们几日 如果到时候我们回来了 咱们再去别处转转 如果我们回不来 说着话 陈三从怀里掏出一个破破烂烂的信封来 上面一字位数 就听陈三道 这里面是我们家里的住址 和南北各省的联络处 你拿着这信随便到一处地方 就说是吕家老三的事 他们就会送你去北边 那是我们主家的地方 你若有什么事情要帮忙 我们家里也一定会倾力相助 陈三话未说完 刀枕便气冲冲地 将那个信封揉作了一团 又丢还给了陈三 这报丧的活我不干 你吕家三爷一搏云天 不惧生死 难道我一介女流 就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你既然需要人手 连猴子这么一个孩子 都能跟着你去 为何你不能叫上我一起去 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刀枕说着话眼圈一红 又低着声音喃喃道 你们若都死了 留我一个人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 陈猴子一听刀枕这话 赶忙装作没听见 和陈三说自己去前面看看 打听下最近进山的路 然后他便十分之趣地 抛下陈三与刀枕 远远地跑开了 陈三此时望着梨花带雨的刀枕 想要伸手去拍刀枕的肩膀 安抚一下他 但又觉得男女瘦瘦不轻的 自己这么做有些不太合适 于是陈三找遍了全身 这才从衣兜里 翻出来了一块皱巴巴的青色布巾 递给了刀枕 说是让他擦一下眼泪 刀枕结果布巾 试了几下眼角 一想起自己方才的失态 顿时脸上就羞红成了一片 突然间刀枕冲着陈三叫道 你这块手巾没有用过吧 陈三文言笑道 没有 这是我离家的时候 我娘做出来硬塞给我的 我一个大男人用不上这东西 只是随身带着 留个面想 刀枕望着那块布巾 怪没料到 这是陈三的母亲亲手缝制的 赶忙要将那布巾塞还给陈三 还一个劲地道歉 说是自己也不知道这布巾 是出于陈三母亲之手 自己将她弄脏了 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 陈三见了刀枕 这副惊慌失措的模样 忍不住又是一阵偷笑 好半天才回道道 就一块手巾有什么打紧 雕姑娘你就将她留下 放在身上自己拿着用就好了 刀枕听了陈三之言 也没再多言 红着脸默默地将那布巾收好 贴身放了起来 没多一会儿 陈猴子就跑了回来 他对陈三道 三叔我打听好了 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以前是个驿站 叫做麻山驿 再往前五六里地 就是戴云山的地界了 因为前面都是山路 车马不好走 所以一般车马行 只会把咱们送到这里 陈三文言点了点头 又追问道 你还打听到了什么 陈猴子接着回道 和之前车马是说的差不多 戴云山这里大大小小 能有十几个村落 但唯一大一些 有人常住的 就是山底下的戴云村 在那个村子的后山 有一条路 是通往戴云山主峰的 在半山腰上有一座寺庙 名字就叫戴云寺 不过近些年战乱不断的 这寺庙里的和尚早就跑光了 现在那座庙已经荒废了 陈三和刀审 听了陈猴子打听来的消息 三人稍一商量 就一致决定大家 先往戴云村那里瞧瞧 因为当时也已经过了晌午 不管怎么样 他们这一行三人 总是要先找一个 暂时住宿吃饭的落脚处 不然到了晚上 这山里可比外面要凉得多 几个人荒山野岭里 露宿挨洞可受不了 当高神几个人来到戴云村的时候 天色已经不早了 他们在这村子里转了半天 才找到了一户寡居的老妇家里有空房 能够收留他们几晚上 陈三私下里塞给了老妇一些钱 那老妇得了钱 洗上没烧 立马就匆匆出了门 说是去邻里家借点鸡蛋什么的 准备他们几人的晚饭 陈三他们在屋里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就来到院子里 找了几块干净的石头坐了下来 这个时候 陈三和刀神几人才有时间 细细打量这老妇的家 只见这老妇家的屋子 与带云村里其他人家的屋子都差不许多 房屋大多破破烂烂 家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 再加上方才他们看到老妇 和其他村里人身上的破旧衣衫 可以看得出来 这带云村山民的日子 过得并不是很好 可是当今乱世 老百姓日子的好与坏 也不过就是伯仲之间 但凡是日子过得下去 只要自己能有口饭吃 恶不死那便要烧高香了 哪还有那许多的穷讲究 看来虽然带云山当地的百姓 没有了土匪流寇的滋扰 但是官家的科捐杂税 他们却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 所以这日子始终也不见好 只是能够勉强活下去罢了 就在陈三借着带云村这里的情景 教导陈猴子民生多奸 国弱则民穷这些道理的时候 那老妇挽着一个竹篮 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小院 刀神眼见着老妇年纪已经不小 哪里好意思让他一个人 忙过这么一大群人的晚饭 所以刀神立马起身 帮着那老妇摘菜桃米 一旁的陈三自然也是坐不住的 随手在院里找了一个斧头 衣袖一晚就开始脾气柴来 而陈猴子则跑到灶台前 呼吱呼吱地拉起了风箱 几个人一边各自干着自己手里的活 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 没多一会儿 陈三他们就从那老妇的口中 得知了带云村现今的大致状况 原来这个老妇夫家姓陈 他是在年轻的时候 从外面嫁进带云村的 成亲之后他就跟了夫家的姓 村里人也就都将他称呼为陈老太 而带云村里几乎所有人都是姓陈的 在村子的东边还有一座陈家祠堂 听村里的老人们说 陈家的先祖搬到带云山这里 已经差不多有两百年的时间了 早些年里陈老太也见过带云山里的土匪 后来就像姓老头说的那样 带云山里的土匪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自从那之后 带云山也算是太平了一阵 但是好景不长 之前因为土匪横行 而不见踪影的官老爷们 在土匪消失了之后却陷了身 二话没有就是要征税 不少村民都说 这当官的瓜钱比土匪都要厉害 早知道 还不如让土匪来继续来管带云山呢 陈老太说到这里 突然一顿 口气中略带惊慌的道 你们不是官家的人吧 我刚才的那些话都是玩笑话 你们切莫当真 刀审这时盲宽慰陈老太 说没事的 大家只是在闲聊 他们只是过路客 不是给官家干活的人 陈老头儿听了刀审话 这才放下心来 对刀审他们又继续道 你们来带云山应该夏天的时候来 现在这个时候 可不是进山玩的好时节 刀审文言问陈老太 为什么这么说 果然陈老太的说辞 与之前车把式的话 差不许多 也是说带云山春秋两季 有些不太平 冬天里山路又难走 唯独夏天才是上山的好时候 而刀审又追问陈老太 春秋两季山里 是怎么个不太平法的时候 那陈老太却沉默不语 半天都不肯再说一句话 直到一群人吃晚饭的时候 陈老太才借着之前的话题 对一群人说 不是老太太她不想和刀审他们 讨论这事 实在是带云山这事 她不想去多回忆 因为她的老伴和两个儿子 就是在深秋的时候 进山之后丢掉了 至今都没有个下落 十之八九人是已经没了 陈三一听 眼前居然就有 带云山这事的苦主 于是赶忙追问陈老太 这是怎么一回事 陈老太又是一阵犹豫之后 这才缓缓地同陈三他们讲述起来 陈老太说 当年他的两个儿子都还没有娶亲 因此他们一家四口 就住在这个破屋之中 那时候山里的土匪 刚刚没了才两年 官府也没还没顾得上 到这山里面来收税 所以那段日子 时代云山这里难得的好光景 陈老太的老伴当时还觉得 自家的日子就要自此变好了 所以就拿着家里的积蓄 在外面买了几只羊 想要靠着养羊 来改善一下家里的状况 但是怎料突然有一天 在放羊的时候 他们家的小儿子一时没留意 这羊就跑进了山里 陈老太的老伴为此 还狠狠地将小儿子给打了一顿 但是这儿子虽然打了 羊却回不来了 心有不甘的陈老头 便决定要进山去找羊 因为为了买羊 陈家已经花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就连两个儿子结婚的钱 都已经在这羊身上了 如果羊就这么没了 陈家也算是彻底没什么指望了 于是第二天 陈老头儿就和两个儿子收拾了一番 结伴进山去寻羊了 而祖上那春秋不采清的规矩 他们自然也就顾不上了 结果三个人进山之后 就再无了音讯 转眼整整一个冬天都过去了 陈家父子依旧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陈老太也渐渐从起初的悲痛之中缓了过来 开始试着接受自己眼前的事实 陈老太对陈三挤人道 我看你们都还年轻 还都是外乡人 所以老太婆我就和你们多说几句 真的 带云山这里不是游玩的地方 你们最好还是到别处去吧 这山里面太邪了 这些年里 光我知道的 就已经不下二十个人 在这山里无缘无故的就失踪掉了 你说你们大老远的去哪里不好 非要来带云山 你们家里的大人要是知道了 该有多担心你们 说着陈老太便又对陈三他们一群人 说了不少带云山里的传言 无非也就是之前车把是所说的 那些雷劈烧山之类的译文 只不过陈老太作为一个当地人 虚书中的细节更加详细一些 有些事情连人民和时间 陈老太都能记清楚 一番话说下来 刀臣也明白了陈老太的良苦用心 他还是想让他们这一行人 放弃晋山的打算 所以才会说这么多山里的怪事 只是陈老太却不知道 陈三他就是冲着这山里的古怪而来的 陈老太说了这么多 只怕是让陈三更加坚定了晋山的心思 一群人吃过了晚饭 陈老太看自己说了这么多 也没能让陈三一群人放弃晋山的念头 只得长叹了一口气 不再多言 陈三与陈猴子这时 说要出门在村里附近转转 顺便和村里其他的人打听一下山里的情况 而刀臣则留了下来 帮着陈老太收拾碗筷 等陈老太和刀臣将一切收拾妥当之后 陈老太就烧了一壶水 说是山里面也风凉 他怕刀臣他们这些外面的人来了会受不了 一会儿大家用着热水泡泡叫 曲曲寒气 可是陈老太那壶水还没烧开 陈三就带着陈猴子匆匆返回 一进屋就问陈老太 是不是村里西边原先有一个池塘 陈老太一听陈三这话 显然也是一惊 问池塘这是陈三是怎么得知的 还问陈三是不是之前来过带云山 不然这种事情陈三是不可能知道的 刀臣一听陈老太之言 当即就明白过来 原来这带云村的西边 以前确实是有一个池塘的 可是陈三他们在此之前并没有来过带云村 这个刀臣确实知道的 于是刀臣此时心里同陈老太一样 满是疑问 他也实在是想不通 陈三他们是怎么知道池塘这事的 这时就听陈三对陈老太道 池塘这事我是听村里其他人说的 只是他们也没有说太清楚 所以我这才回来问问你 想看看你对这事是不是知道的更清楚一点 陈老太文言笑道 这是咋还能说不清楚 那村西的水泡子 不就是于家人给填平的吗 不过这水泡子都已经被平了好些年了 村里人闲着没事 和你说这个干嘛 陈三听了陈老太之言 立刻眉头一跳 追着问道 于家人 当真是姓于的 陈老太文言皱眉道 当然是姓于的 这家人姓啥 难道老太太我还能搞错 刀臣这时在一旁见了 心里也安安奇怪 不知道陈三为何会对陈老太的话 有这么大的反应 可是还没等刀审再去多想 陈三那边就又平静下来 先是冲着陈老太到了生歉 随后便接着问道 带云村里不都是姓陈的吗 这于家应该不是这里的人吧 陈老太点了点头 回道 于家是从外面逃难逃到这里的 要说他们不是带云村的人 也不太合适 先不说他们这一家 来到带云山都已经快十年了 光是于家人这些年来 给咱们带云山做的那些好事 咱们也早就把他们当成自家人 你们是不知道 咱们村里有多少人家 都想招他们做女婿 只要他们愿意 娶了咱村里的闺女 他们早就已经是 咱带云村的人了 刀审文言在一旁插话问道 陈大娘 这么说于家是有儿子的了 陈老太点了点头 道 可不是骂 而且还不止一个儿子呢 于家整整是六个儿子 没有一个闺女 他家的那六个大小伙子 一个比一个精神 我要是有闺女 也准想招他们来做女婿 刀审一听 于家居然有六个儿子 心里不由地吃了一惊 虽然那时候都讲究一个多姿多福 寻常人家里别说六个孩子 十几个孩子的都不算稀奇 但是一大家子六个儿子 却连一个闺女都没有的 还真是有些少见 陈老太后面还说 于家的那六个儿子都正直壮年 年纪最大的也不到四十岁 年纪最小的那个才二十出头 而于家的老太太死得又早 于家的老头儿也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所以整个于家就只是七口人 只要于家人往外面一站 齐刷刷的七个精壮汉子 那样子煞是威风 陈老太的话顿时引起了陈三的兴趣 就如刀审一样 陈三听着陈老太的话 也始终觉得这事情里面有些不太对头 可是一个丧偶的男人 带着几个儿子逃难 也没啥说不过去 突然间陈三心中灵光一现 立马对陈老太问道 于家这几个儿子都没有成婚 你们村里难道就没有人去于家提亲吗 陈老太文言回道 怎么会没有呢 前几年咱村去于家提亲的人 都快把他们家门槛给踩平了 可是咱这满村的黄花闺女 于家的那几个后生 愣是一个都没相中 你说咱们不是有句老话说吗 这不孝还有三 吴后才为大 你们说于家那老头儿 也不着急他几个儿子的婚事 都有人找上门来了 还不硬着 难不成他准备让自己的儿子 都打一辈子光棍不成 陈老太的话 陈三初一听 并没有对此做太多联想 毕竟人家的家事自己也不好多言 可是陈三突然又想起 陈老太之前的一起话 于是又问道 您老之前说于家做了很多好事 村西的池塘就是他们填平的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陈老太文言笑道 这是啊 那说起来就有些话长了 不过这于家还真是难得一见的好人 要不然他们家一个外来户 没房没地的 咱村的人干嘛非要把闺女嫁给他们家 还不是图于家的人好 随后陈老太对陈三几个人 详细地讲述起于家的事情来 原本于家刚来戴云山的时候 村里的人还着实担惊受怕了一阵子 那时候兵荒马乱的 突然间来了一群青壮 任谁都免不了要担忧一下 群里人私下都在说 还以为是这山里又来了土匪呢 后来戴云村的山民才知道 这群大汉都是一家人 是从外乡逃难来的 而这家人来到戴云村之后 也不惊扰当地人 每天只是做一些上山打猎 采摘野物之类的活迹 压根也没有和村里人争夺田地的举动 时间一久 戴云村的村民也就默认了 这家人的存在 毕竟这家人也没有妨碍到谁 自然就没人愿意牵头 去找这家人的麻烦 更何况这于家六七条汉子 谁要惹上于家 都免不了要为自己日后的处境 担心一番了 而要说到村西的那个池塘 那也一直是让村里人 头疼的一桩麻烦 那池塘冬天结冰不老 夏天积水又太多 几乎所有的村民 都会在自家孩子稍微长大一些的时候 就教育孩子不要去池塘那边玩耍 可是孩子又怎么会 因为你的三两句话 而管得住呢 因此村里的孩子没少因为他遇到过危险 早些年 村里还曾经在这池塘里面 连着被淹死了两个孩子 可是突然有一天 村里人就发现于家人 在往池塘边上堆石头 有好事的人便去和于家人打听 他们这是在干嘛 结果一问才知道 于家人原来是想将那口池塘给填掉 虽然于家人做的事情 对于戴云村的村民而言是好事一桩 可是村里的人还是免不了 要对此议论纷纷 因为那池塘也颇有些面积 就凭于家这几个人 平常这事 不知道他们要干到猴年马月去了 然而面对村里人的冷言冷语 于家并没有任何退缩 也不知道他们这么做仕途什么 反正于家这几个汉子 没日没夜地干 一连干了四个多月 居然真的就把那口 困扰戴云村多年的池塘给填平了 而且还平白帮着戴云村 又多开了好几亩地的水田出来 这下子戴云村的村民全都被惊到了 他们谁都没有料到 这群外乡人 竟然就这样凭借着一绑子力气 把这么长时间里 一直在威胁村里孩子安全的那口池塘 给彻底解决掉了 而且还帮着村里开出了新的水田 于是经过陈氏宗族的讨论 村里就将那几亩新开出来的水田 送给了于家 一来算是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二来也是觉得于家为人不错 想将他们安安稳稳地留在戴云村 从那之后 于家算是彻底在戴云村里扎下了根 平日里一家子人像村里其他人一样 种田的种田 进山打猎的打猎 可等到了农闲的时候 于家这几口子人却依旧不肯闲着 不是铺路就是修桥 这么几年里 硬是在戴云村后山 弄出好几条走人的土路 附近的和尚 也架起来了几座可以过人的简衣木桥 陈老太说到最后 对着刀审他们问道 你们说 于家这样不辞劳苦的 帮着村里做了这么多好事 不求名不求利 如今这个年月里 还有像于家这么心好的人吗 陈老太说起于家来 越说就越发的激动 最后连于家帮村里人 挑水砍柴这类的事情 都拿出来宣扬了一番 可见陈老太心里 对于家人的为人处事 肯定是十分赞赏的 估计这代云村里其他人 对待于家的态度 应该也是同陈老太这样 一般无二的 于家的这诸多善行 放在过去 指不定朝廷都会册封给于家一个虚职 或是赏下一个三老之类的头衔名头 以示家讲 陈老太这边画匣子一打开 就有些收不住了 没多一会儿 连村子里几十年前的鸡毛蒜皮 陈老太也都拿出来讲了 而且还说得津津有味 陈三在旁边听了半天 知道从陈老太这里 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听到了 于是便出言打断了他 问道 那么于家在村里什么地方住 陈老太文言摇头道 于家不住在村里 他们住在后山上的黛云寺里 寺里的香火早就没了 河上也都跑光了 整个寺破破烂烂的 已经空了好些年了 于家一来就住进了那里 还把寺庙的房子都简单的修弃了一番 反正那次本来也就没人 于家住在那里又爱步着村里人 所以从一开始也就没人说啥 到现在大家也就早都已经习惯了 陈三几个人和陈老太又说了一阵子闲话 一看时间已经不早了 于是便互相告别 各自回屋睡觉去了 陈老太睡的是东边的厢房 西边的屋子就给了陈三他们 山里面日子清苦 居住条件也就自然有限 这个时候也没人顾得上什么 男女不可共处一室这类的就里了 倒是陈老太说过一嘴 让刀审过去跟他一起睡 可是刀审知道 今天的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估计晚上陈三要和他讨论此事 所以刀审便婉言谢绝了陈老太的好意 而陈老太一见就错把刀审和陈三当成了小两口 于是也就没再多劝 转身进屋就睡觉去了 回到了自己的屋中之后 陈猴子将门一关 就立马将耳朵贴在了门板上 探听了半天 发现陈老太那边确实没有什么动静了 这才转过身来 冲着陈三使了一个眼色 陈三此时脸色已经变得有些阴沉 就见他先后扫了一下眼前的刀审和陈猴子 随后低着声音道 估计咱们这回是遇上大麻烦了 刀审一听陈三的话 心里就明白了几分 于是他出言问道 村西池塘的事情 不是其他人告诉你们的吧 山里面的人睡觉都早 这个时候了 你们在外面应该不会遇见什么人了 那么池塘的事情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陈猴子这时在一旁道 雕姐姐 你听说过喝行吗 刀审闻言 当即摇头说自己从未听说 陈猴子这时忘了陈三一眼 得了陈三的肯 这才对刀审缓缓言道 风水地象之术古称堪鱼 在这堪于术之中 用动物或者事物来描述并比喻地形的 就被称之为喝行 物理论终究曾有言 浮土地皆有行营 而人莫茶烟 有龟龙体 有林茂 有弓弩 有斗石像 有书章行 有碧色戎 有尹真之安 有雷卵之威 有高音之力 有跨根之汉 此四行者 气势之始中 阴阳之所及也 刀审听着陈猴子 这如同背书般的一番言辞 听的是似懂非懂 不由眉头微皱 问道 喝行和今日之事 有什么关系吗 陈猴子回道 当然有关系 这戴云山就是喝行之地 而且十之八九还是一块学地 刀审一道 学地又是什么 陈猴子道 学地咱们理解为藏人的墓穴 也可以理解为是藏物的洞穴 不管是埋死人的 还是埋东西的 在看医术里都被称之为学地 刀审听到这里 隐约明白了一些 于是出言又问 那么戴云山这里 是墓穴还是洞穴呢 陈猴子回道 当然是洞穴 这里的地是如果是藏人 并非极地 但若是藏个东西什么的 却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着话 陈猴子还怕刀审没听明白 又继续同他详细解释起来 就听陈猴子说 戴云山这里的地势 就是古书里的三族金蝉 这种地形藏人是属于兄弟 聚音泄气 疑惑子孙 多丁四散 然而对于藏宝运才而言 这三族金蝉的学地 却是难得的好地方 在中国旧时的古籍里有在 这三族金蝉有口吐金钱之能 是守护家财的集物 民间更是有刘海系金蝉 步步掉金钱的传说 所以金蝉学地 多半都是用在藏宝银库上面 古时候藩王造反 暗地里囤积金银粮草 也都是选在金蝉学的 也就是想图一个极力的好兆头 陈猴子说到此时 大手一挥 指着窗外道 三叔和我一来戴云山 就已经注意到了 戴云山的主风 其行如同卧蝉 而主风上沿下来了 三条短浅山梁 那就是金蝉的三条腿 这种地是百年一遇 那是难得的三族金蝉之地 所以吃了晚饭之后 三叔就和我出去转转 想探一下这条金蝉是死还是活 刀审闻言不解道 这山怎么还有死活之分 陈猴子回道 雕姐姐 金蝉虽然说的就是这座戴云山 但是这戴云山却不是金蝉 金蝉是死是活 与戴云山是无关的 我们所说的死与活 是指这只金蝉的气脉 是张开还是闭合的 如果气脉不通 就算这戴云山的学地再好 也是无用 只有气脉顺通 方才算得上是一处风水宝地 刀审顿时下意识地倒 所以村西边的那个池塘 就是金蝉的气脉 池塘现金被填了 所以金蝉的气脉就断掉了 陈猴子这时忘了陈三一眼 显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 将这其中的道理解释给刀审听了 而陈三沉吟了片刻 接过了话头 对刀审言道 雕姑娘 你要知道这世间万物皆分阴阳 有太阳就有月亮 有白天就有晚上 人有男女 寿分雄词 这在我们这行里 就叫做万物同归一太极 一物各具一太极 说这话陈三拿过桌上的一杯水 用手指沾着杯中的水 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常见的太极出来 画到最后陈三在那太极上点了两点 随后言道 这两个点在勘语书中被称为太极晕 每一处雪地都有太极晕 有影无形 若隐若现 云外微起似沙非沙 云内微凹似水飞水 这太极晕有日韵月韵 亦有全晕半晕 太极低陷位之音 太极起伏称之阳 而我和猴子方才在外面 按照这金蝉地势的方位推算了半天 发现这处雪地的太极晕 就在戴云村的西侧 所以我们两个刚才就往西边走了一趟 结果发现村西却是一片平阳 根本就不能藏风机器 陈三一边说着话 一边从怀里掏出来了一个布包 打开之后放在了桌上 刀审凑过去一瞧 发现那布包里面居然是一团湿泥 而就在这堆泥土里 还夹杂着不少黑色的碎屑 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陈三这时接着道 当时我和猴子都觉得这是有些蹊跷 太极晕对于所有的学弟 都是不可缺少之物 怎么可能这里的金蝉穴会没有学晕呢 于是我和猴子两个 就在那附近细细找寻了一番 结果就发现了池塘被填平的痕迹 然后我们就在那填平的池塘上面 动手挖了一阵子土 还没挖到三尺 我们就在那下面发现了这个 刀审盯着桌上的泥巴 又细细地瞧了半天 依旧没能看出个所以然来 只得出言相寻 问陈三这泥巴里有什么古怪 陈三用手指在那湿泥上拨弄了几下 扣下来了几小块 刀审之前就已经瞧见了的黑色碎屑 随后陈三对刀审道 这东西是木炭渣 在泥巴里面 我们还发现了硫磺和朱砂石 这些都是封堵学地气脉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断定 瑜伽填平这座池塘 墓地一定并不单纯 绝非是什么简简单单的善句 瑜伽一定是另有所图 刀审瞧了瞧桌上的泥巴 又望了望陈三刚才 用水在桌面上画的那个太极 不由问道 陈三哥 你刚才说万物都有阴阳 太极晕也不例外 那么那口被填平的池塘 应该只是金蝉学两个太极晕 其中的一个吧 只是不知道他是阴晕还是阳晕呢 陈三文言也未作答 转头看了看陈猴子 失忆让他来说 陈猴子健壮 心知只是三叔在有心考教自己 于是低头细细琢磨了一阵子 方才抬头回道 阴阳两晕 应该是一起一伏 一鸣一饮 一静一动 我看这个池塘原本是凹陷地面 积水为塘 生无活源 实境如境 加上原本这个水旧鼠阴 我觉得他应该是阴晕 说着陈猴子眉头皱了一下 又接着道 不过堪于树里讲究一个虚实相计 明暗相衬 这个池塘就这样在外面摆着 一点遮掩都没有 我又觉得他有点像是阳晕 金蝉山里的那处 咱们看不到的太极晕才是阴晕 所以我也说不准 说完这些 陈猴子便一脸期待地望向了陈三 陈三这时脸上一笑 道 猴子你书背得不错 但是书里的道理却只会照搬死套 这样可不成 你说的那些都算有些道理 但是你却忽略了事情的本质 我们之前都已经说过了 带云山是金蝉学地 太极晕是他的气脉所在 气脉若要畅通 自然是有进有出方可行 所以从这点来看 阴阳双晕也是必然的结果 一晕为进 一晕为出 而且刚才你自己也说了 这口池塘在明处 另外一处太极晕隐藏在山体之中 据我猜测 那里多半不是一处千年溶洞 就应该是一处安全 所以你现在觉得 这口池塘应该是阴是阳 你莫要忘记了 瑜伽人这多年来 可不仅仅是填平了这口池塘 他们还做了很多旁的事 又是铺路又是架桥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做这些又是为了什么呢 陈三这一席话言辟 陈猴子顿时恍然大悟道 是出气的阴晕 尽气脉的阳晕在山体内 瑜伽没办法封堵 所以他们只能封堵出气的阴晕 但是瑜伽应该是 又怕气脉欲积于学地 坏了金蝉学的风水 因此他们又用在带云山四周 铺路架桥的方式 帮助山内的气脉可以少许外泄 这样看来 所有木桥与山路的设置地点 应该也是事先瑜伽算好了方位 私下做了手脚的 三叔 我说对了吗 陈三这时颇为赞许地点了点头 回到 你说的和我想的差不多 不错啊 猴子照这样下去 再过几年 你肯定也能自己在江湖上走动了 你这本事不给咱家丢人 陈猴子得了陈三的夸奖 满面都是得意的神情 可是等他一脸炫耀地望向刀审时 却发现刀审沉默不语的 正坐在那里一个人发呆 于是陈猴子出言问道 雕姐姐 你在想什么呢 怎么也不说话 刀审闻言回过神来 朝着陈三与陈猴子望了一眼 低声道 我只是有些不解 如果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瑜伽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你们之前说金蝉学是用来藏宝的 瑜伽人应该就是奔着 这山里的宝贝而来的 可是他们不去挖山 却在外面填池塘 铺路修桥 他们这么做又有什么用处呢 刀审这一问 算是彻底把陈猴子给问住了 刚刚还一脸光彩奕奕的陈猴子 此时瞬间就退去了所有的颜色 苦着脸望向了陈三 显然是希望陈三此时 能够帮自己来打个圆场 陈三在一旁见了陈猴子的窘况 哈哈一笑 对刀审回道 雕姑娘 你对咱们这行接触的少 有些是说出来 一你不会信 二你也不会明白 不如明天我带你亲眼去看看好了 所谓眼见为实 相信到时候你自己看到了 也就有了自己的答案了 刀审听了陈三这如同是在 卖关子般的一番话 心中并没有任何不快 反倒是因为陈三的话 刀审心中的那份好奇之心 欲发的旺盛起来 此时已是后半夜 一群人一看时间不早 当即互相道了一声安气 便分别睡去 刀审躺下之后 隔着门帘还听到陈猴子 在追问着陈三什么 也不知道陈三和陈猴子 说了些什么 最后就听到陈猴子 深吸了一口气道 原来是这样 居然真的还有这种事 随后也许是陈三告诉陈猴子 说是刀审在休息 不要高声说话 所以陈猴子那边的声音 也终于低了下去 刀审侧着耳朵又听了许久 也没有再听到什么 不知不觉之中 劳累了一天的刀审 终于渐渐地昏睡了过去 这一夜再无他话 第二天一早 用过早饭之后 陈三和陈老太详细地打听了一番 瑜伽铺路修桥的具体地方 随后便带着刀审和陈猴子 出了带云村 一行人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 转了三处地方 结果发现这一条后山的土路 与两处河边的木桥 全都是陈山虚下 确实是戴云山学弟 七脉一泻的方位与走向 直到此时 刀审终于相信了 陈三他们昨夜之言 原来这瑜伽确实是明面上 用善行善举狂着带云村的村民 而暗地里却盘算着旁的主意 这个时候 刀审都忍不住对陈三道了一句 这瑜伽到底是什么来历 他们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 在这大山里面 装模作样地在村民面前 办了十年的善人 他们所图的那个东西 真的值得他们为此付出这么多吗 陈三文言笑了笑 回到雕姑娘 瑜伽这类人江湖上 管他们叫探宝人 多半都是身怀意能的骑士 他们这些人有些 就是为了金银钱财 专门寻找历朝历代 那些已经消失于 历史中的隐秘宝藏 就像西汉时的王莽 元朝占了中原的蒙古人 明末的李自成 还有前朝的太平军 这些当年权倾一时的人物和势力 据说全都搜罗了海量的金银珍宝 可是当他们树倒湖孙散之后 这些珍宝却直到现在 都没有背后人发现 像这类秘密的宝藏 在历史上那可是太多 毕竟咱们这几千年的历史 朝代更迭繁多 过去随便哪个一方诸侯留下的金银 就足够寻常人 胡吃海喝的花上几辈子了 所以不少探宝人 费尽毕生的精力与心血 就是为了能找到这样一处 尘封的藏宝库 为了钱 有些时候就连盗墓的营生 这群人也是做的 陈三说着话 稍一停顿 便又接着道 但是还有一些探宝人 贵的却是一些常人看来 并不怎么值钱的玩一耳 就像世上已经失传了的古籍 过去某位名家的一幕 要不然就是某种 罕见的药草或真寿 那些在东北挖身的参客 河南洋下海取猪的淡民 有很多其实就是探宝人 刀审当即问道 那么瑜伽是为了钱还是东西 这时成猴子在一旁插话道 雕姐姐 如果他们是为了钱 有那个力气去填池塘 他们还不如在山里挖石头 去找藏宝库的入口呢 你说是不是 所以瑜伽人肯定是为了东西 刀审听到这时 才终于明白 原来戴云山这处三族金蝉的宝学 是尘封了一件西式珍宝 而这件事也不知道为何 被升为探宝人的瑜伽所知 因此才引来了瑜伽人来到此处 费尽了他们的十年光阴 也难怪瑜伽要住在远离戴云村的寺庙中 而且还写绝了所有村中人的婚事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方便行事 否则他们在戴云山上动的手脚 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村民们所发掘 刀审这时 将陈三的话放在心中反复地想了几遍 却始终还是有些许疑惑 因为在他看来 不管戴云山里面是藏着金银 还是什么对瑜伽人而言 异常重要的宝物 无非都是被封在某处山洞地穴之中的 既然如此 这挖金银和挖宝物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刀审将心中的疑问向陈三提出之后 陈三沉默了一阵 随即对刀审问道 刁姑娘 你可曾见过餐客采餐 人餐此物 刀审过去在家中是常见的 都是家里的老人 用来滋补身体所用 但是闽南地区并不产餐 人参多半都是辽东高丽一带所出 所以人参才又被叫做高丽参 而刀审自小连长江以北都没有去过 自然是不可能见到深刻采参的场景了 于是刀审闻言对着陈三摇了摇头 心中却有些不太明白 陈三为什么突然间会提起采参这事 陈三言道 刁姑娘 你有所不知 我也是在像猴子这般大的时候 被家里长辈带出去遛鹰的 只不过我可不像猴子这么有福气 能到南边看看江南水乡 我那时候去的地方 却是天寒地冻的辽东长白山 陈三说 当时他跟着家里的长辈 到达辽东的时候 恰巧赶上了谷雨 长辈在当地一个熟悉的参把头 正好准备放山 放山是参帮的行话 意思是进山采参 长辈和那个参把头商量了一番之后 参把头好不容易 才同意放山带上他们两个 只是那参把头有一个要求 就是在山里采参的时候 陈三和他家的长辈不能说话 因为参帮里面的规矩多 说话上有很多讲究 一不小心就要犯机会 所以外人还是闭上嘴 一句话不说才最为妥当 陈三长辈这边 自然是十分爽快的 便答应了伸把头的要求 台思下里和陈三说 一定要遵守人家的规矩 若是外人坏了参帮的规矩 堂的都先暂且放在一边不提 你能不能活着从山里出来都得两说 由于参把头临时加了两个外人 参帮顿时就有三个人说 今年自己去别的放山队伍 等来年再回来 参把头也为家阻拦 和那三个人相互抱了一下 两边这就算是分道扬镳了 见此场景 陈三的长辈心中过意不去 和参把头说若是为难 他与陈三不跟着他们去瞧热闹便是了 让参把头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 而参把头却回说 认识这么多年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 我从来都没什么机会回报你 今天你就是想跟我去放个山 这有什么打击 别说就是走了三个人 就算参帮就剩下我一个了 我今年也一定要带着你们进山 陈三的长辈知道 这参把头说一不二的脾气 所以也就没再多说话 可是参把头随后又跟他说 现今的麻烦是参帮如今加上他与陈三 人数已经变成了双数 但是参帮自古只可单数进山 若是双数进山 十之八九这回大家就要空手而回了 后来陈三才知道参帮的这个规矩 是因为参帮进山 讲究一个单进双出 因为一旦参帮在山中踩到了人参 就要原路返回 不能贪多 所以进山的时候人数为单 出山的时候加上人参 那参帮的队伍就是双数了 贵的就是可以图一个好的踩头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参帮踩餐遇见了不理想的右餐 都是做好标记 并不会立刻踩摘 如果往前也没能遇到更好的餐了 他们出山的时候 这才会从之前做好标记的餐中 选择一株最佳的踩走 而如果后面又遇见了更好的餐 那么这些标记好的餐就留着等到来年再踩 陈三曾听人说过 参帮的这个规矩叫做养餐 有些参帮养餐 曾经一养就是养了几十年 餐把头和陈三的长辈说 现今时间太赶 一两天内他们就必须要进山 不然就要错过进山的最佳时辰了 所以也来不及再去找别人了 他只能把他自己的儿子叫上 来凑个数了 餐把头的儿子当年只有十二岁 比陈三还要小两岁 原本餐把头是打算等到儿子码了食物 再带他进山的 可是这回事情突然 自己别无他法 只好提前将他戴上了 第二天 参帮动身进山的时候 陈三这才见到了参把头的儿子 那时候辽动民间流行给孩子起一个贱名 说是孩子叫贱名容易养大 所以参把头的儿子名字就叫狗子 又因为他自小身子就生得高 所以参帮的人都叫他长狗 陈三和长狗那时候都是孩子 没有太多大人的心迹与城府 所以两个人没多一会儿就玩到了一处 长狗和陈三讲了很多参帮里的规矩 还将参帮的行话也都逐一说给了陈三听 长狗当时告诉陈三 人参在参帮里被叫做棒锤 采参也不能说是采 得用识这个字 而且人参的品级也各有讲究 长狗说 一年生的人参之夜只有三片小燕儿 所以被叫做三花子 二年生的是五片小燕儿 形如人手 人称马掌子 三年生的身就生出分叉来了 两个叉上各有五片小燕儿 叫做二甲子 参到了四年就有三个叉 叫做灯台子 五年的有四个叉 叫做四匹叶 六年的是五个叉 叫做五品叶 但是六年往上的参 有时候会生六个长壮的腹叶儿 这种人参极其罕见 被叫做六品叶 而人参长到六品叶之后 就不会再生新叶了 所以六品叶的人参 就是最珍贵顶参 往往只有百年以上的参 才会长出六品的叶子来 参帮觉得这种参 都是有道行的灵物 甚至可以幻化出人形来 因此这类人参在市面上 也是价值连城 可欲不可求 陈三当时问长狗 问他有没有见过六品参 长狗摇头说没有 就是自己的爹也没有遇见过 就是听他爹说 他爹年轻的时候 跟着了那个参把头 那个老头儿曾经遇见过一次 但是食餐的时候手没掐老 让那条棒锤给跑了 陈三听了长狗的话 顿感新鲜 说着人参还真的能长腿跑了 长狗回他说 可不是嘛 所以餐帮在食餐都是有规矩的 食餐的时候 全城只能由身把头一个人动手来挖 在动土之前 餐把头先要用绑着铜钱的红绳套在深夜上 这就是再给人参套上龙头 怕让他给跑了 然后餐把头就要在人参周围的地上 滑出一个一步建方的框框来 在四脚插上四个人的锁拔棍 这叫做固宝 这个时候 其他人在一边就要点燃薅草熏蚊虫 让针把头可以集中精力去食身 食身的时候要先破土 之后才可以用光滑的路骨签子 将身须子一根根的起出来 这身须是绝对不能断掉的 断了须子的身价钱上就要大打折扣了 等着身把头把身须周围的土扣干净之后 要用青苔毛子才能将人参从土里给拉出来 人参出土之后 要用青苔毛子 画树叶 再混上一些石参的时候挖出来的土 把人参给包裹起来 在外面用草绳拴几圈 打成参包子 出山的时候 身包子要由身把头拿着 是绝对不能离身的 陈三听了长狗的这一番话 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没想到你们参帮食餐 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长狗当时听了陈三的感叹 得意地回说 这算什么 你以为这餐食完了就行了吗 咱们参帮食完餐之后 还得砍兆头呢 可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 陈三立马问那长狗啥叫砍兆头 长狗告诉陈三道 砍兆头其实就是在食餐之后 有声把头在附近选一棵红松树 朝着挖身的方向 从树干上剥下一块树皮 然后用刀在白茶的树干上 刻上一些横向的粗短标记 一般是左边要刻上放山的人数 右边刻上是极品德餐 一来这样是为了使后人知道 这个地方曾经挖出过棒槌 二来也是参帮再向山神致敬 感谢山神的恩赐 陈三当时年轻气盛 长狗又原本就比他小 所以当长狗满是自豪的 说出了诸多参帮的事情之后 顿时激发出了陈三的好胜之心 于是陈三便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 这有什么 就是挖挖土 白白神 一点危险都没有 长狗立马听出了 陈三话里轻视的味道 于是长狗对陈三说 谁说参帮没有危险 这山里野兽多 土匪乱兵也多 遇上风雪 要是在山里迷路 那都是要死人的 有些时候雪下得早了 大雪封山 几个月都得被困在山里 根本就找不到出山的路 个都饿死了 虽然参帮比不了你们在外面那样 天天都打打杀杀的 可是参帮过的也不是太平日子 而且 说到这里 长狗将陈三拉到了一旁 压低了声音对他说 如果遇到了六品叶的傍蠢 那才是参帮最大的危险 一个不好 整队人马都要折在山里 听着长狗的话 陈三当时有些不解地问 六品叶的不是最好的身吗 食到这样的参 你们参帮不就发财了吗 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长狗压着嗓子回说 六品叶的深四周都有钱串子守着 那种钱串子最毒了 咬上你一口 你十步路都走不出去 就得毒发死在那里 有时候都会遇见 碗口那么粗的钱串子 老人们都说 那种钱串子都是山神老爷的化身 他那是在提醒采参的人 那颗深山神已经要了 让他们不要再打那颗身的主意 陈三知道 长狗说的钱串子就是蛇 进山的头一天 身把头就已经和他们说过了 在山里放山的时候 如果看见了蛇 那是绝对不能打低 因为蛇是参帮的守护神 只要放山过程中遇见了蛇 那就是极好的兆头 于是参帮此次放山 不会空手而回 因此参帮在山里 都要尊称蛇为钱串子 绝对不能以本名相呼 陈三那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毒蛇护参这种事 后来陈三再大了一些 这才明白 原来百年的老身都是通灵之物 特别是一些生出了人形根须的老身 更有能画出人形的本事 这些老身所生长的地方 无一不是风水绝佳之所 而这类地点 又是其他的灵物修行的钟爱之处 想一颗老身在一处地方生长了百年 有些甚至已经是数百年 这颗身早就已经彻底融入了此处 也成了那个地方汇聚灵气的风水一部分 在这种情景之下 采身人要去采身 那就等于是坏了那里的地气 你这让在那里修行的其他灵物 怎么会对参邦任而为之 他们自然会使出浑身解数 来阻止参邦采身了 刀审突然间听陈三说起 自己幼年时候的事情 起初并不知道 陈三说这些陈年就是是为了什么 可是听着听着 刀审就有些明白过了 陈三的意思显然是在说 金蝉学弟因为风水灵气 加上他学内藏着的宝物 说不定就会像百年老身 会引来剧毒钱串子一样 也会吸引到一些灵物在此修行 所以瑜伽所做的一切 应该就是为了对付戴云山里 互保的那只灵物 只是刀审此时 听着陈三用他那种低沉的嗓音 略带忧伤地 缓缓诉说着自己的那段就是 他心中却突然之间 对眼前这戴云山的事情 毫不在意了 他只是想知道 当年陈三在长白山中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会让陈三再过去了 这么多年之后 还会有这般的神伤模样 这时陈猴子在一旁道 三叔 怎么这事 我从来没有听你和家里人说起过 后来你们在山里又发生了什么 长狗叔现在又在哪儿呢 你们最后挖到六品叶的人参了吗 陈三文言对着陈猴子与刀审一笑 叹了一口气道 长狗他要是能活到现在 说不定这次我带你出来 也奔着辽东长白山去了 后来我们在山里的一个悬崖底下 确实是找到了一株六品参 参我们见到了 长狗说的护参的前串子 我们也遇见了 这些年我走南床背 也算是看过不少奇情异寿了 但是至今我还没有再见过 像当年那么打一条蛇 也许那也不是蛇 而是一条已经修行了百年 准备画龙的巨蟒 陈三对两人说 他们跟着参邦在山里走了十几天 除了几只幼身 都没有发现什么合适 可以识出来的人参 有一天参邦的人发现 一座过去一直被积雪封住的山崖 不知何故居然雪融了 可以爬上去了 于是一群人立刻就临时更变了计划 决定沿着这条山崖 爬上山去看看 结果第二天 他们就在一处从来都没有人到过的悬崖下面 发现了一株六品叶的人参 参把头当时立马就叫了一声棒吹 当即参邦的人就个撕起直 转眼之间就将那颗人参团团围了起来 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刮起了一阵大风 大风过后 四周就弥漫着一股子刺鼻的腥臭味道 陈三的长辈这时 将陈三和长狗往自己身子后面一转 然后就对着伸把头大叫 有东西过来了 先别管棒吹了 提防那东西要紧 陈三的长辈这边话音刚落 一群人就听到了一阵滋滋的异响 众人寻声望去 发现从山崖边上岩石之间的一条缝隙中 缓缓地爬出来了一条浑身漆黑的大蛇 正朝着众人吐着信子 但见这条大蛇 足足能有成年人的大腿粗细 周身皆黑 没有杂色 身上鳞甲如同是静过游一般 游汪汪地映着日光 阴影地呈现出了一层五彩的光运 带这条大蛇靠近了 陈三才发现 这条蛇的双目居然是一片赤红之色 而在他的头顶竟然生有两团肉流 一左一右 乍望过去 就好似是他的两只脚一样 当时就听参靶头冲着众人大叫一声 不要乱动 这是山神老爷 这根棒锤咱们不能动 大家都跟着我原路退回去 然而参靶头这边话音一落 几乎所有人都按着他的吩咐 一点点的往山崖边上的来路退过去 唯独有两个参帮的人却站在原地 一步都没有挪动过 这时就听参靶头怒道 渝驾兄弟 你们怎么不挪窝 被钱串子吓傻了吗 你们还不赶紧给我过来 陈三的故事说到这里 渝驾兄弟这四个字一出口 别说是刀审 就连陈猴子在一旁 都不禁发出了一声惊呼 刀审顺时间就想起昨晚 当陈老太说起戴云四住的那家 逃难的人姓于的时候 陈三为何会有那般异常的反应 顿时一个可怕念头就涌上了刀审的心头 可是刀审却不敢将这个念头去细细琢磨 而同时刀审也明白了 为什么陈三会对戴云山的事情这般在乎 也许这就是他那从未世人的心结 一个已经困扰了他近二十年的心结 相对于刀审与陈猴子的震惊与顿悟 陈三那边却依旧是一副气瓶心静的模样 他用他那平白毫无波澜的语气 继续缓缓地对刀审两人讲述着那段旧事 当餐把头质问了于家兄弟之后 于家的那两个人只是回头望了他一眼 随后对他回说 把头要走你走 我们兄弟今天 一定是要把这根棒锤给带出山的 餐把头当时一听于家兄弟的这话 气得肺都要炸了 当即就对着那两人破口大骂 因为在餐帮里 平日里大家都是朋友兄弟 可是一旦进了山 餐把头的话那就是天 身把头在放山的时候是说一不二的 所有餐帮的成员都必须要无条件的服从 餐把头的吊派于指挥 像今日于家兄弟这样公开顶撞的 那可是在餐帮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于是不光是餐把头 餐帮里其他的人也都跟着骂起来 说于家兄弟这是坏了 餐帮几百年的规矩 要是把山神老爷惹恼了 谁都别想出这个山 说话间 餐帮这边就有人冲着于家兄弟走了过去 看那样子是想对他们动手 硬将他们拖下山去 可是那几个人刚走上前几步 于家兄弟就对他们喊 咱们上山时辰这么多年了 每年换回来的那点钱 一家老小吃饭都不够 年年咱们放山完了 还得去给旁人打零工 才能让自己饿不死 可是今天咱们遇见了 这颗六品叶儿的棒串 你们都知道这是多难得的事情 有了它 咱们一辈子吃穿都不愁了 还可以去买地买屋 可以让猎人来给咱们打零工种地 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 就因为一条钱串子你们就要走 要把这都已经吊在头上的大富贵给扔掉 要走你们走 老子不走 这辈子是吃肉还是吃草 就看这一回了 我们兄弟决定要拼一把 你们要不要也跟着拼一把 瑜伽兄弟的这番话一说完 立刻那几个冲上前来的参邦的人 全都停下了脚步来 显然是瑜伽兄弟的话已经说动了他们 这时就见那几个参邦的人 互相对视了几夜 随后便齐刷刷地回声望向了伸把头 伸把头当时怒道 怎么 你们也要跟着他们干吗 你们不要忘了咱们参邦这几百年的规矩 瑜伽兄弟这时接话说 把头 咱们参邦几百年来都恪守邦规 可是咱们参邦直到现在还是在受穷 这回要不是咱们遇见了这段山崖雪荣了 这里咱们就是再有十辈子也没法子上来 这就是老天爷送给咱们的发财机会 咱们就应该把他牢牢抓住啊 不然等到明年 这里再被大雪封住了 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 那可就一切都完了 瑜伽兄弟话音一落 参邦的其他人立刻纷纷帮腔道 是啊 把头 我们觉得瑜伽老大说得的在理 这次真是咱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咱们就拼一次吧 参把头眼见着自己 已经压不住手底下的人了 知道两边若是再争下去 只会伤了和气 于是他就对瑜伽那群人说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 我也不多劝了 今天起咱们参邦就算是散了 我也不再是你们的参把头了 我在这里住院诸位都能发大财 但我现在要带着长狗下山了 你们要做什么我管不着 我也不会挡着大家发财 但是诸位也别拦着我的道 参邦里的其他人又劝了一阵子 发现参把头的去意已决 压根不能让他改变主意 再加上参把头此时余微尚在 所以一时半会之间 也自然没有人敢对他用强 而此时那条黑色的大蛇 已经在那颗人声外围盘了一个大圈 正养着脑袋对着众人吐信子 看他那架势显然是在护着那株人参 不许其他人靠近半步 因此参邦的人更不愿意在这结固眼上生事 只得随着伸把头去 只求他不要碍事变好 可是就在参把头带着陈三长狗他们 准备下山离开之时 瑜伽兄弟却出言拦住了他们 就听瑜伽兄弟说 把头你和长狗要走 我们不拦着 但是这两个外来的 你得给我们留下 你也知道这钱串子不容易对付 这棒锤又是山神老爷的东西 我们要用这两个人 跟山神一物换一物 宰了他们给山神做祭品 瑜伽兄弟这话一说 别说是陈三他们 就连参邦的那些 也都在说瑜伽兄弟疯了 都在说既然参把头都不管这事了 理应见好就收 让他们好端端的不要生事 可是瑜伽兄弟却有自己的道理 他们说这次为什么这段山崖 会莫名其妙的容许 这可是百来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依他们来看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参邦 这次带了两个外人进山 所以才会容许 山神就是要收了陈三他们这两个人 不然为什么这颗身偏偏会让他们遇见 否则这一切不都太巧了吗 瑜伽兄弟还说 这钱串子就是山神派来收祭品的 而钱串子又是采参人的守护神 现在整个参邦里 就陈三他们两个人是外面来的 所以这条钱串子到底是来收水走的 这是难道还不明显吗 申把头当时也不知道 平日里像莱牧那寡言的瑜伽兄弟 今天怎么这般得能说会道 就凭他们方才的这堆长篇大论 称他们一句巧舌如簧都不为过 然而还没等参把头细下 参邦的其他人看陈三他们的眼神 就开始变得有些不对了 显然是方才瑜伽兄弟的话 让他们也动了歪念头 事后陈三回想起这事 他觉得参邦的人 其实并没有太将瑜伽兄弟的话当真 只是在当时那个时候 一切发生的都太快 先是背叛了自己的参把头 后又有那样一条诡异的巨蛇要对付 所有的人都在下意识地寻找一个 可以将这一切都圆过去的由头 即使是这个原因再荒谬 在匪夷所思 他们也都不在乎 他们就好像是一群即将溺斃的人一样 死命地想要抓住手边的一切 根本就不在意这东西是什么 只不过是想图自己一个心安罢了 眼看着手下的人要对陈三他们动手了 参把头立即就把怀里的短刀抽了出来 他这边将家伙是一辆 其余的人也纷纷把武器掏了出来 就连长狗身上都带着一只铁锥 而身上没有任何武器的陈三 便躲到了众人身后 此时陈三他们这边有四个人 而对面不过也只有五个人 人数上来看虽说差不多 但是陈三和长狗毕竟只是两个孩子 任谁来看 陈三他们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因此瑜伽兄弟他们那群人 一开始压根就没有将陈三他们放在眼里 有几个人还冷言相劝 让参把头不要喂了外人 网送了他自己和长狗的性命 正在瑜伽兄弟那伙人叫嚣之时 陈三的那个长辈 突然将手中的刀上下一道 自己握着刀刃将刀塞到了陈三手里 随后陈三的长辈伸手往腰后一掏 就拿出来了一支手枪 陈三认得长辈手里的那支枪 据说那枪是长辈 从他的一个身在航武的好友手里得来的 是德国货 有个扬名叫啥陈三也没记住 只知道长辈将这支枪叫做鲁阁 当时大清朝还在 朝廷的新军正在组建 洋人长枪大炮的威力 早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就连最上午的蒙古骑兵 也都开始学着在马背上打枪了 因为这洋枪的厉害 每一个中国人都很清楚 可是洋枪那时候在中国民间 还是个稀罕物件 价钱昂贵不说 数量也不多 有时候就算是你有钱 也是很难买到的 所以陈三的长辈 一直将这支手枪当作自己的宝贝 很少将它拿出来试人 陈三也没有料到这次辽东之行 这位长辈居然私下礼 会将这支枪也一道给带了出来 瑜伽兄弟那群人 见到陈三长辈亮出了枪 先是后退了几步 避开了他枪口的方向 随后一群人便站在不远处 盯着陈三他们这边也没说话 这时参把头一群人 瑜伽兄弟一群人 加上互参的前串子 竟然隐约形成了三方对峙的局面 哪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人都在防着蛇 可是人之间却还要相互杀戮 这些若是那条前串子能够明白的话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 眼前的这群人是可怜又可笑 忠于人类之间这场毫无意义的戏码 彻底让那条黑蛇大蛇看得不耐烦了 于是只见那条大蛇 先是低沉地发出了一声牛鸣般的嘶叫 然后便张开了身子 像离着自己比较近的瑜伽兄弟便冲了过去 这个时候瑜伽兄弟那群人 哪里还能顾得上陈三他们 赶忙调转过方向 举着手中的长刀短棍 就和那条大蛇缠斗在了一起 参把头见到眼前此景 心知机会难得 一看陈三那长辈朝他使了一个眼色 四个人便急匆匆地沿着山崖 就往来时的方向跑 几个人刚刚跑出去几十米远 就听到后面传来了阵阵惨叫 听到瑜伽兄弟那群人情况不妙 陈三他们跑动的速度更快了 生怕一会儿那条大蛇对付完了瑜伽兄弟 又会来追击他们 一群人就这样 跌跌撞撞地跑了一盏茶的功夫 突然就听到从身后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巨响 参把头他一听这个声音 立马也变得有些慌乱了 原来这声巨响不是别的 正是炸药爆炸的声音 后来陈三才从别人那里得知 原来参帮放山的时候 都会带上几只矿场开山用的炸药 他们带炸药也不是为了防身 只是因为山里面变数大 只不定一夜之间天降大雪 就会把来路给封堵上 所以万一要是遭遇到了这种情况 参帮的人便会用这些炸药来给自己开道 可是这炸药虽然每次放山的时候 每个参帮都会带上十几根 但是真要用起来的时候 没人会把这些炸药一次性的都统统用掉 因为一般的冰雪封路 用上一两根炸药也就足够了 你若是一股脑的把炸药都给用上了 先不说一下子用掉这些 足够将一个小山头都给炸平掉的炸药 自己能否平安无事 光是这么多的炸药爆炸了之后 万一引起了雪崩 那恐怕就连一个葫芦的尸首 你都别想留下了 所以参帮头当时一听深厚的爆炸声响 就知道那是瑜伽兄弟那群人在慌乱之中 一次性的引爆了所有的炸药 都到了这个时候 参帮头也顾不上瑜伽兄弟他们 现在是死是活了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再跑快一点 希望千万不要碰上雪崩 然而事上之事 哪有可以事事如意的 参帮头还没来得及将心中的担忧 说给陈三长辈听 一群人就感觉到脚下的雪地 突然间开始了轻微的颤抖 猛然间天空中出现了无数的飞鸟 每一只鸟都发出了声嘶力竭的鸣叫 随后从众人的身后 远远地传来了一阵沉闷的雷声 而这雷声也越来越响 如同是一只猛兽 紧紧地从陈三他们一群人的身后追了上来 此时已经不用参把头再多言 陈三的长辈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 只见他一把将陈三从地上抄起 往肩膀上一扛 就迈着大步连跑带跳 沿着山崖往下一路狂奔 参把头那边也学着陈三长辈的样子 抓起长狗背在身上 紧随其后 陈三当时在长辈肩膀上 还没有明白眼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他趴在长辈身上 往几人身后一瞧 就看到从远处的山顶上 有一道白线正缓缓朝下一来 这条白线的沿途 无数的树木与巨石都消失在了其中 而与此同时 一阵寒风也从山崖顶上吹了下来 夹杂着大块的雪块和冰茶 吹得陈三都几乎睁不开眼 就在这时 陈三突然间看到 就在众人身后十几丈远的雪地上 一道黑影正在朝着陈三 他们飞速地迟来 陈三见到之后先是一愣 随后他立刻就反应过来 这条黑影正是方才那条护参的前串子 也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这场爆炸 毁掉了那只棒锤所在的风水之地 从而让这条黑色大蛇勃然大怒 迁怒于陈三等人 或是眼前这场 足有天崩地裂之势的雪崩 就连黑蛇这样已经修行了百年的灵物 都无法与之相抗衡 面对大自然的雷霆之怒 他也如同人类一样 唯有夺路而逃的命 可是无论这条黑蛇 是为了复仇还是逃命 陈三知道自己这行人 一旦被他追上 都绝对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于是陈三当时也顾不上 放山时不能叫蛇 只能说前串子的那个规矩 下意识地就大喊 蛇 蛇追上来了 陈三这一嗓子 当即就引着陈三的长辈 女参把头回头去望 当两人也看到 那黑色大蛇紧追不休时 知道自己这边再这样逃下去 不是先被那前串子追上 就是背后面的雪团滚上来 恰在这时 半空中砸落下来半扇树干 想是从后面山崖上 被雪团击飞到这里的 参把头与陈三长辈对视了一眼 立即就把长狗和陈三 从身上甩了下来 将他们两个抱到了那块树干上 这时就听参把头对长狗大声叫道 你们两个坐着这个下山 我们一会再赶上来 山里的孩子 自小都是玩雪板和雪耙子的 那种雪板当时满人是叫乌拉滑子 汉人叫踏板 长狗自然也是玩这东西的好手 他要是真在雪地里滑起来 就连他爹在后面都撵不上 当时长狗一看参把头 让他坐着这树干下山 立马就明白了 参把头是让自己 把这半扒树干荡成踏板 带着陈三一到滑下山去 可是长狗也知道 自己若真是这么走了 只怕自己的爹和陈三的那位长辈 就要丧命再死了 至于他们说的那什么 一会儿再赶上来的话 只不过是在宽慰他与陈三而已 可是长狗虽然年纪小 但他却也知道 这山里面雪崩得厉害 自己若是再迟疑 估计他们四个人 今天都得死在这里 于是长狗冲着伸把头 大喊了一声 爹 我等你 随后便拉着哭闹着 不肯离去的陈三 将他摁倒在了那半扇树干上 长狗与陈三这边 刚在树干上坐稳 陈三的长辈与参把头 就在后面推着那块树干狂奔 陈三与长狗只感觉 自己屁股底下的树干越来越快 一开始还能听到木头 与积雪之间的摩擦声 最后两人耳边出了风声 便什么都听不到了 陈三倒在纳木板上 经不住往回望去 只见自己的长辈 与参把头两人双臂相挽 对着已经冲到了 他们跟前的黑色大蛇 发出了一阵怒吼 可是还未等那条黑蛇靠近两人 后面的雪团便追了上来 瞬时间连人带蛇 便一同消失在了血线之中 陈三当时被风吹得 都哭不出声音来 眼泪还没等流下来 就已经在眼眶上结了冰 他趴在树干上不住的抽气 身旁的长狗却怒道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照着咱们现在这个速度 用不了多久 就要给后面的雪团子追上来了 到时候 咱们还怕见不着你叔 和我爹他们两个吗 长狗这时一边说着话 一边用两根折断的树叉 当成雪杖 不住的在地上滑动 两人身下的树干 就如同是插上了翅膀 再飞一般 长狗十分艰难的 控制着脚下的树干 在林间穿行 而陈三这边 雅根就看不清两旁的树木 那些树木便一闪而过 被他们远远的抛在了身后 面对年轻比自己要小 却意识远比自己 要冷静沉稳的长狗 陈三也突然之间 心中生起了一股子豪气 他心中不忧暗想 即便是今日自己死在这里了 这白雪矮矮 银庄素果的 也不乏是自己的一个好归宿 就在这时 长狗大声喊了一句 咱们有救了 话音刚落 陈三就感觉到身下的树干 在长狗的操控下 突然间就转了一个方向 对着一块山崖底下的岩石 就冲了过去 陈三当时一见长狗的举动 惊出了一身冷汗 以他们此时的速度 这要是撞在岩石上 哪里还有什么活命的可能 然而陈三这边刚刚叫出声来 长狗便叫道 咱们死不了 你别叫了 就算真撞死在石头上了 也比被雪活活闷死强 说话间 长狗与陈三就已经到了 那岩石的近前 陈三这时才注意到 原来那岩石的边上 居然有一条窄窄的裂缝 看那模样也就差不多一人来宽 长狗显然就是奔着这条裂缝过来的 如果两人能够藏身进这岩石里 确实是可以躲过这场铺天盖地的雪崩 陈三也不知道方才相距那么远 长狗是怎么看到这岩石上 有一条裂缝的 如果之前长狗并没有来过这里 那只能说明是他的眼力超远常人了 可饶是长狗此时话语异常轻松 但陈三还是经不住要有些担忧 毕竟现在两人所成的树干 已是急如雷电 他们就这样奔着那道裂缝而去 只要稍稍方向偏了一点 他们就在旁边的岩石上 撞得粉身碎骨 然而是已至此 陈三与长狗已经别无他法 唯有听天由命了 陈三这时 突然想起自己过去在书上看到的一个词 叫做追风逐电 之前他还在想 人要怎样才能达到那种速度 难不成 能比骑上家里最好的那匹黄镖马还快 可是现今陈三却明白了 就凭自己现在这耳边呼呼声风的情景 估计真就算是有风 也早被他们甩在后面了 这追风逐电的又能算得了什么 陈三这里正在胡思乱想 猛然间听到长狗叫了一声 抓稳了 咱们进去了 话音刚落 陈三就赶到自己身上的树干 一阵剧烈的抖动 随后自己整个人便腾空而起 被掀翻在了地上 陈三从半空中落地之后 又紧接着翻滚了好几圈 从地上的碎石和落叶之间 一路撞了过去 自己胸口堵着的闷气 差一点就没能吐出来 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陈三好不容易 才从周身那刺骨的疼痛之中缓过来 但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处石家之内 两边是刀削抚批一般石壁 进口处已被血块封堵上了 而在他的头顶 却还能看见一线天色 两旁的石壁夹至直通洞顶 就仿佛是一处夹壁一般 将陈三挤在了当中 陈三这时才弄清楚 刚刚在外面看到的这道岩石狭缝 原来是一条断裂掉的石梁 陈三心知此时 自己已经没有了威胁 心中一喜 伸手就去拉边上的掌狗 头中还言道 掌狗你还真厉害 刚才咱们划得这么快 这么窄的石缝 你不偏不正的正好钻进来了 然而陈三这边伸手一抓 掌狗却毫无反应 原本斜靠在石壁上的身子 还往下瘫软了几分 陈三心中 隐隐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赶忙挣扎着从地上爬起了身子 跌跌撞撞地走到长狗身旁 却赫然发现在长狗的前胸上 透出来了半截干枯的枝鸭 在那枝鸭的尖烧处还正汤着血 一见这场景 陈三就知道 这一准是刚才两人摔进这匣缝 连滚带翻的时候 长狗被石壁上的这条陈年枯木灌凶而入 瞧着长狗身上这伤势 显然已经是活不成了 这时陈三就听到 长狗从喉咙里尝出了一口气 随后脸上惨然一笑 对他说 三哥 我不成了 一会儿我就要去见我爹了 你只能靠自己下山了 陈三闻言 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 望着长狗那气弱油丝的模样 陈三只是觉得心里像是被针扎一般的刺痛 但是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这时长狗又沉着声音说 三哥 我就说咱们参邦也有危险吧 不逼你在外面闯江湖太平 现在你信了吗 陈三哭着点了点头 但依旧还是说不出一句胡伦的话来 正在陈三颤着手 想要看看能不能将那根枯枝 从长狗胸中取出来的时候 长狗却突然抓住了陈三的手 嘶哑着嗓子言道 三哥 我好羡慕你 我这辈子都没去看过外面的世界 也没有见过你们说的江湖 要是有下辈子你能带我去看吗 陈三闻言用力点了点头 抓着长狗的手连声答应着 而长狗听了陈三的话 脸上神色突然间一紧 惨声道 三哥 我胸口好疼 话未说完 陈三就感觉长狗的手 在自己手中一划 顺时长狗的身子 就在自己的怀里瘫软了下去 陈三的故事说到此时 刀神隐隐地看到 他的眼圈已经有些泛红了 一旁的陈猴子 似乎也是头一次 看见自己的三叔落泪 慌力慌张地在一旁找了一块破布 塞到了陈三手里 陈三对二人说 后来他在雪山里足足走了八天 几乎都要饿死了 才遇到了一个在山里采药的郎中 等着陈三被他救回来 能够下床走动的时候 已经是半个多月之后了 这是已经断了多时消息的陈三家里人 已经派人来了辽东 追查陈三他们的下落 几乎没怎么费劲 就在长白山底下 一个叫辅松小镇上 一间药房里找到了陈三 事后陈三将山上的遭遇 讲给了家里人听 陈三家里立即就四处查探起来 结果发现那余家兄弟 原本就是几年前才搬到辽东的 而对于这两个人的过往 竟然查不到一丁点的信息 于是陈三家里人推测 余家兄弟绝非是寻常的参客 十之八九就是江湖上的探宝人 他们藏身参邦数年 贵的就是寻到一颗百年老身 而至于他们此行究竟是什么目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等到开春 山里的雪开始融了 陈三家里的人 和当地其他几个和参靶头交好的参邦 商量着一起进山 看看能不能江晨三 与参靶头他们的尸体给找回来 然而一群人进山之后才发现 那条去年雪化劫封的山崖 如今又被大雪给封住了 根本就没人能够进到里面去 所以别说是去找尸体 就连上山都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那山崖再次解封才能上得去 后来陈三的家里人 在城里找了个刘过阳的教授 问过这事 按着那教授的话来说就是 长白山那里是一处火山群 火山就是可以从地下喷火的一种山 而长白山那里 这种会喷火的山足足有百来个 虽然现在那里的火山 相对来说是处于稳定期 但是小规模的地热活动 是避免不了的 因此当时陈三他们进山的时候 可能恰好就是那道山崖正处于活动期 虽然人类感觉不出什么 但是山上的积雪却在渐渐的融化 也正是因此 陈三他们才能发现一条上山的入口 可是这事有好也有坏 虽然因为地热 使得陈三他们能够进山 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原本应该冬眠的黑蛇 却处于意识清醒的状态 而且后来雪崩能够有那般大的规模 也多半有地热融化掉了底层积雪的缘故 陈三说着话 从怀里掏出了自己的那把手枪 放在桌上 对着刀神与陈猴子道 这就是当年带着我去六英的那位长辈 手里用的那把枪 我是后来在身上的包裹里发现的 应该是当时他在分别的时候 偷偷塞进我包里的 现在这把枪我都是随身带着的 虽然希望永远也别用上它 可是一想有这东西陪在我身边 我总是安心一些 随后陈三脸上一笑 对着陈猴子道 你不是老问我 为什么我总是天南地北的到处跑 几乎一年在家里都待不上两个月嘛 其实我这都是在为长狗跑的 他死前想要多走一些地方 想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这个心愿就让我来替他完成好了 不然等我死了去下面见到他了 他问我又去了哪里 你让我怎么回他话呢 刀审听着从陈三的话语中 流露出的那一丝伤感 几乎不敢将眼前的这个男人 与之前那孤身一人 面对群道依旧不惊不慌的陈三哥 联系在一起 只是眼前的这个男人 却让他更加感觉到了一种人世间的烟火气 都说英雄有泪不轻弹 但那只是因为味道他的伤心处啊 陈三说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暗中追查余家兄弟的事 虽然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参邦的人 都说余家兄弟不管是钱串子还是雪崩 都绝对不会再有活命的可能了 但是陈三觉得 在没有见到余家兄弟的尸体 摆在自己跟前之前 他始终是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所以这次在戴云山 陈三一听到庙里那群人姓余 再加上他们又是探保人 于是陈三立马就对这个上了心 他不相信世上会有这般巧合的事 就算现今后山庙里的余家人 并不是当年长白山的那两人 那么他们之间也一定是有所关联的 故而陈三一早就按下了决心 这次一定要将戴云山的事情 查个水落石出 也算已告慰当年 枉死在长白山上 那些人的在天之灵 刀审听完了陈三当年 在长白山上所发生的就是 沉寂了半天 也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些什么才好 而陈猴子听了自己 三叔的这个故事之后 问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三叔这么说戴云山上的那只护宝灵兽 也是一只钱串子了 话刚说完 陈猴子便自知失言 呸了两声 改口道 蛇 蛇 咱们又不是参邦 说啥钱串子 陈三此时似乎还沉浸在回忆之中 并没有半点心思去理会陈猴子的说笑 只是低着声音道 我后来查阅了不少古籍 有道行的灵物会互保的事并不少见 也并非只有蛇才会有这种习性 蝉除 憋傲 胡黄白灰这些野仙的身上 都会发生这类事情 说白了这是跟灵物的种类并未关系 只是要看它们要护的那个宝物 对它们修行是否存在决定性的作用 要知道 动物修行最忌讳的就是和人发生冲突 若不是生死攸关 多半对于人类的挑衅与冒犯 这些灵物都会选择退让 能让它们奋起反击 甚至不惜害人性命 那只能说明 来人要动的东西是关乎其生死的 所以它们才会宁可选择自损修行 也要护住那些所谓的宝物 陈三说着自顾自地笑了一声 又多说了一句道 那些东西也许对咱们人来说是些价值连城 千金难求的珍宝 但是对于那些灵物来说 不过就是自家睡觉时候的一个枕头 东西它们并不稀罕 但是少了那东西又不成 因此若是有人来抢 它们也只能拼掉性命来护了 但是听之前车把是与陈老太说的 秋春两季山上格外不太平 我想山里的那个东西 应该是一只需要冬眠的野物 这些灵物就算修行再就 天性却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因此这秋天是那东西储粮 春天是它出动觅食 所以失踪的人多一些 也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奇怪的是 这一般灵物修行都是尽量避开人类 更不会伤人性命 这个东西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也不知道是处于什么缘故 不过这是咱们现在先不用费心去想 想个法子去对付庙里的瑜伽人 才是摆在咱们眼前的首要任务 陈三这边话刚说完 陈猴子就接话道 三叔 其实这是我早就想过了 你看瑜伽那边是七个人 咱们这里只有三个人 所以我们要是和瑜伽硬碰硬 那肯定是不行的 要是从别处叫帮手的话 也怕是有些不妥 咱们这几个人是因为有女有幼 所以才没有引起村里人过多的关注 这要是从外面突然来了十几个大汉 村里人一准还以为是又来土匪了 立马瑜伽人也就知道了 他们到时候只要随便一猜 就能猜出来咱们是冲着他们来的 那样的话只要是他们有了防备 咱们要想对付他们可就难了 而且我们若真是和瑜伽动了手 这村里的人肯定是帮着瑜伽的 只怕到时候咱们是要两面受敌 反而这局面是对咱们不利的 陈三文言饶有兴致的出言问道 你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 那么你说 咱们现今应该怎么办呢 陈猴子憨憨一笑 回道 兵法有云 敌明我按你 一镜不移动 现在瑜伽人还不知道咱们在这里 就算知道 也应该暂时猜不到咱们的底细 所以如今咱们在岸 他们在明 咱们应该不用着急 但是我们也拖不了几天的时间 毕竟总在村子里住着 难免会引人怀疑 所以我想咱们最晚也得在明后两天 对瑜伽的人动手 再晚只怕是徒生变故 陈三一边听着一边点着头 看到陈猴子这边突然停了下来 当即做了一个手势 让他继续往下说 陈猴子一见自己的话 得到了三叔的认可 兴致变得更高了 于是就听他话语中略带兴奋的道 我在想 既然我们跟瑜伽来应的不行 咱们就来软的 明面上的不行 咱们就用音的 说着话 陈猴子斜眼往四周扫了一圈 黑黑一笑 故作神秘的道 三叔 上回在黑哥的脚垫里 你的蒙汉药还没有用完吧 刀审一听陈猴子这话 立马想起之前在脚垫 陈三想用要放倒陈猴子的事情来 可是陈猴子的这个点子 如果真用了 江湖道义什么的先撇在一旁不提 就算是能够避免与瑜伽正面冲突 但是原本山上的庙就不大 庙里又住着整整七个人 你想要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做手脚 只怕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陈三这时盯着陈猴子问道 你打算怎么做 陈猴子笑着回说 现在是秋天 地利的庄稼都收好了 已经是农闲的时候了 我昨天听那老太太说 瑜伽最近在西边山上忙着为地 所以我猜白天庙里应该是没人的 而且陈老太说庙里并没有水井 吃水都是在山腰野泉那里挑来的 因此庙里面肯定有水缸之内盛水的容器 只要我在白天 趁着庙里没人的时候溜进去 将要丢在水缸里 等他们回来正好又是一身大汗 口干舌燥的 我想应该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应该都倒在地上了吧 陈猴子话一说完 脸上就露出了一副狡黠的神情 对着刀神与陈三一个劲的几枚弄言 显然是对自己的这个计策十分满意 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陈三却一口回绝了他的法子 不行 下药的活儿你不能去做 陈猴子文言立马跳了起来 怒道 凭什么不行 这个法子是我想的 当然得我去干才行 陈三回道 你不要忘了 带云山上无缘无故消失掉的黑背虎那群土匪 他们差不多是十年前失踪的 而瑜伽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搬到这里来的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所以瑜伽与黑背虎那群土匪消失的事肯定有关 能让一伙几十个人的土匪说没就没了 这瑜伽绝对不简单 也肯定不是什么善茶 你年纪太小 前进庙里下药这种事情 对于你来说太过危险 所以最好还是由我自己走一趟吧 陈猴子文言当即叫道 不成 下药这事必须由我来做 只有我去才是最稳妥的 咱们可以在暗处盯着他们离开寺庙 可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折回来 要是万一不走运被他们撞上了 一个孩子他们不会怎么去为难 到时候我就装作是逃难的 今要是偷东西吃的就好了 正好我也是外地口音 他们应该不会怎么怀疑 可若是你和雕姐姐去了 只怕就出不来了 而且如果我被抓住了 有三叔你在外面 还能想法子救我出来 可要是三叔你被抓到了 你让我和雕姐姐怎么办 陈猴子这一气话 说得陈三一时之间哑口无言 刀审在一旁听了 虽然心里明知道 陈猴子是在给自己寻借口 但是还真的是不得不承认 陈猴子说的确实是现今来说 最为妥当的法子 一群人回村之后 躲在屋里又讨论了半天 直到陈老太敲门 告诉他们要吃饭了 他们这才走了出来 随后陈三和刀审小心翼翼的 同陈老太套了半天话 大致弄清楚了那庙里的情况 陈老太对刀审他们 也没有任何怀疑 只当是这些外乡人想去庙里上的乡 陈老太那边还出言劝陈三他们 说是庙里现今都没有一个胡伦的佛像 更是连个正经念经的和尚都没有 去那里烧香只是白费功夫 让他们不要白跑一趟 几人回到屋中 陈三拿过纸笔 依照方才陈老太之言 将后山庙中的大致布局 画在了纸上 随后陈三盯着纸上的戴约庙 沉思了许久 终于下了决心 对陈猴子道 下药的是你去 陈猴子文言一蹦而起 连声对陈三说让他放心 自己一定不如使命 陈三此时依旧有些不太放心 不住地对陈猴子说 让他预示不要勉强 只要发现情况不对劲就赶紧出来 毕竟时间还有大把 一次不行就下次再试 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 听着陈三的嘱咐 陈猴子在那里一个劲地点头 头中也是随便应付着 刀审不知道陈三的话 猴子听进去了多少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看着做事果断 绝不拖泥带水的陈三 居然也会有这样婆婆妈妈的一面 着实是有些好笑 到了第二日 一大清早陈三 他们便悄悄地上了后山 藏在半山废庙附近的一个小山头上 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 才看到从庙里前前后后地走出来了一群人 刀审案中一数 发现不多不少 正好是七个人 只见这群人中打头的那人年纪最长 面色有黑 秃头短须 五短身材 倒是他身后的那六个儿子 看着一个比一个精神 身量更是一个高四一个 一点也看不出来是打头那老头儿生出来 刀审隔着老远看到了这瑜伽的人 低声玩笑道 都说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可是这瑜伽的老头儿其貌不扬 生出来的几个儿子倒都是人样子 皮相看着都很不错 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家到瑜伽来提亲 陈三这时在一旁接话道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要真是一家人 血缘骨亲 多多少少面向上都会有些相像之处 可是我在瑜伽的这六个儿子身上 根本就看不出来有什么相像的地方 我估计瑜伽的那些儿子并非什么兄弟 他们和那个老头儿只怕也是假父子 陈三正说着话 瑜伽的几个人就扛着铁锹锄头什么的 静止朝西边走去 带一群人走远了 陈猴子这才笑道 三叔 别管他们是真的一家人还是假的一家人 反正等我这边把药下好了 就算他们是从一个蛋里浮出来的 也都得给我乖乖躺下 话刚说完 陈猴子拿起陈三交给他的纸包 和陈三刀神两个人招呼了一声 随后沿着山梁就一溜烟的往下面的废庙跑了过去 刀神看到陈猴子一路急奔跑到了庙门口 但是陈猴子刚想推门进庙 就把伸出去的手给抽了回来 刀神也不知道陈猴子那边发生了怎么 只是他一息记得方才瑜伽人出来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在庙门上啰嗦 所以在他看来陈猴子直接进去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在庙门前浪费时间 然而还没等刀神对陈三询问 猴子那时在干嘛 便看到陈猴子一个剑步 就窜上了庙墙外面旁边的一棵大树 随后陈猴子蹭蹭蹭地爬到了树梢顶上 紧接着他就从上面一跃而下 跳进了庙里 当陈猴子从两人视线中消失之后 陈三就渐渐开始变得焦躁起来 刀神知道那是陈三在担心猴子的安危 于是便出言宽慰了陈三几句 然而话还没说几句 他与陈三就发现 远远的从西边有一个人 朝着废庙狂奔而来 定睛一瞧 正是瑜伽的那六个儿子之中的一个 只见这人跑起来的速度极快 转眼之间就到了庙门前 刀神这时就看到陈三蹭的一下 将枪掏了出来 手掌一撑地面就想要站起来 刀神赶忙伸手将陈三拉住 对他低声道 先别着急 看看情况再说 猴子不会有事的 陈三听了刀神之言 盯着瑜伽的那个儿子忘了半天 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松开了紧握羊枪的手 然而就是刀神与陈三 在这边低声议论之时 他们却发现瑜伽的那个儿子 站在庙门前半天都没有动一下 最后过了好半天 那人才推开庙门走了进去 待那人进入庙中之后 刀神与陈三全都将耳朵竖起来了 仔细听着庙里是否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 结果知道那人再次从庙里出来了 刀神他们也没有听到 庙里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等到那人关门走远了之后 陈三这边尝出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地道了一句 希望猴子没事 刀神这时也不知道 应该和陈三说点什么 才能让他安下心来 只得不停地重复说 猴子机灵谨慎 肯定不会有事 又过了一炷香的功夫 他们看到陈猴子 竟然爬上了庙里主殿的屋顶 朝着两人的方向打了一个手势 紧接着他便沿着屋脊 大步快跑了几步 随后纵身一跳 消失在了废庙的矮墙之后 没多一会儿 刀神就瞧见陈猴子悠哉悠哉 从山坡底下一路迈着小碎步走了上来 等陈猴子走到了跟前 他冲着陈三和刀神打了一个响指 得意地道 完事 咱们就等着下午他们回来之后 金庙里绑人就行了 这时刀神忍不住问道 猴子 你刚才怎么不从庙门走 又是爬树又是爬墙的 摔到了该怎么办 陈猴子眉头一皱 苦笑道 雕姐姐 不是我不想走正门 是我不能从那里走 刀神赶忙问其缘故 陈猴子这才回道 瑜伽的人在庙门上做了手教 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 搞来了一堆长头发 沿着门缝在两边系了一个死扣 只要有人动了门 这头发肯定就断了 瑜伽人在门外就能知道 有人在他们离开之后又进了庙 而且这些头发做的小机关 不光庙门上 屋里到处都是 门窗柜子箱子上都有 连水缸顶上都有一个 我好不容易才避开了这些机关 把药下进了水里 要不是因为这些破玩意儿 我早就完事出来了 陈三文言问道 刚才瑜伽有人回来了 你没有被发现吧 陈猴子笑道 当然了 要是被他撞见了 我还出得来吗 那家伙一进来就挨个屋子溜达了一圈 就好像他们这破庙里面 藏了多少值钱的宝贝一样 生怕有人来偷 我当时一听见动静 就爬屋顶上去了 他压根就不可能看到我 那人后来从屋里拿了一样东西就走了 估计是出门忘带了 所以才回来取的 不过三叔你一准猜不出来 那人拿走的东西是什么 陈三当即出言询问 陈猴子也不敢再卖关子 直接用手笔划了一个菜盘大小的圆圈 道 这么大的一个人盘 地盘和大盘上面全都铜锈 看样子应该是个古物 陈三惊道 你确定没有看错 陈猴子回道 肯定没错 我都看见那人拨弄着那个大盘转了半天 肯定是一块人盘 刀审这时在一旁问陈三 陈猴子所说的人盘是什么东西 陈三回说 那人盘又叫六人是盘 六人原本是古时候 用阴阳五行占卜其胸的一种方法 因六十甲鱼中有六个人而顾名 这六人是盘山上下两盘同轴重叠 圆盘称大盘 方盘称地盘 象征大圆地方 大盘上会有北斗星辰 撰文 星秀 还有代表月神与月将的十二个数字 而地盘则有三层 分别为八千四围 十二支和二十八秀 陈三言说 人盘的历史虽然悠久 但是现今却很少有人使用 江湖上更是少见 因为人盘与私难 罗盘这类工具相比 缺少磁针 很难确定方向 针要用起来十分麻烦 因此圈子里的人 大多早就已经弃用人盘了 只有和西的几个大家门的人 还在坚持使用人盘这东西 来寻龙定学 刀审这时不解地问道 但是瑜伽的人 用这个六人试盘做什么 试侧胸疾 还是定方位 陈三回道 都有可能 瑜伽不管是修桥还是铺路 动土之前 肯定是要事先测一下胸疾的 而他们动土地点的方位 也是要不断观测的 所以这人盘 估计是他们每日都要用的东西 难怪这东西落下了 他们会派人这么急厚厚的回来去去 陈三同刀审说完这些 立马转向陈猴子冲他问道 猴子 你又是怎么知道 瑜伽庙门上做了机关的呢 陈猴子文言咧嘴一笑 回道 其实事先我也不知道 但是依着我自己的经验 这瑜伽多半是应该在门上做过手脚的 不然人都走光了 谁知道屋里面竟没进去过人 陈三眉头一紧 不由问道 你的经验 你有什么经验 陈猴子哈哈一笑 道 三叔那你可不能告诉我爹妈 你也知道 我爹妈一直想让我好好读书 不想让我走江湖这条路 因此小时候他们把我关在家里的书房 只准我看一些知乎者也的无聊文章 不准我看咱家里的那些古书 可是我就只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那些老学究的书我碰都不想碰一下 所以我爹妈不许我看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偷偷地看了 但是没多久我就被他们发现了 然后他们就把那些古书都做了标记 只要我一碰那些书 他们都能看出来 一开始我为了这是没少挨打 但是后来渐渐的 我就发现他们在书上做的记号了 于是每次我看书之前 都会将书架所有的细节都观察一遍 看完书之后 我再将所有的细节都复原 可是后来我做的手脚就被爹妈发现了 然后他们就换了新的标记 我又得重新开始观察找细节 就这样我和我爹妈明里暗里斗了四五年 直到最后他们自己放弃了 可是这几年的功夫 早就让我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就瑜伽这头发丝的把戏 都是我爹妈当年完胜下的了 蒙蒙旁人还行 想骗我 没门 刀沈听了陈猴子这一戏话 当即忍不住就笑出了声来 好容易止住了笑 刀沈还问陈猴子 问他为什么不想读正经书 上个洋学校 毕业做个学校里教书的先生 这种太平日子 难道不比在江湖上 打打杀杀要好吗 结果陈猴子对刀沈的话不屑一顾 回到 刁姐姐 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那都是庸人的想法 好男儿志在四方 我得像我三叔一样 天南地北 大好山河 走上万里路 结识天下英雄 眼见陈猴子这边越说越激动 陈三却在一旁泼了冷水 想走万里路 你先在家里读上万卷书再说 年纪不大从哪里学来的一嘴歪里 油腔滑掉的 等着回家看我让你爹妈怎么治你 陈猴子顿时嚷道 三叔说好了这是你不跟我爹妈提的 你不能言而无信啊 望着陈家书只有说有笑的 刀沈当时也全然忘记了于家人的事 出言问那陈三 之前陈猴子所说的太湖白将军 南岳常先生都是怎么一回事 陈三回说 那都是些有了道行的灵物 一般来说 动物修行都是不会有人去管的 毕竟修行不易 只要你不伤人害人就行 但是那白将军 掌先生都害人性命了 所以做他们这行的人 也就不能坐视不理了 说着话 陈三见刀沈对这些事 似乎很感兴趣 便开始给刀沈讲起 自己做过的这些事情来 这些事成猴子之前听过 所以也没多大的兴趣 没多一会儿就打着清憨睡过去了 只有陈三与刀沈在一旁说着话 聊着天 随着刀沈时不时发出的惊叹 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许久 当陈猴子被陈三唤醒的时候 已经不早了 陈猴子正在奇怪 自己怎么睡了这么久 陈三却对他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随后将手往西边一指 低声道 别说话 瑜伽人回来了 陈猴子文言一咕噜地转过身子 他在草丛中往西边一瞧 就看到山梁上 此时正透着一丝夕阳的余晖 几道人影从山梁上远远地走来 没多一会儿带那几人走近了 果然就是那瑜伽老少 于是就在陈三他们这行人注视之下 瑜伽人缓缓地走到了庙门进处 这是瑜伽的一个儿子 上前凑在庙门上看了半天 瞧那模样 应该是在检查他们不在门上的机关 过了半晌 他最后直起了身子 冲着其他人打了一个手势 瑜伽人这才推开了门 瑜灌而入 陈三与刀审他们藏在废庙附近的山头上 又等了大半天 终于看见废庙那里 升起了阵阵吹烟 陈三见状对其他两人道 咱们再过一会儿就下去 瑜伽现在已经开始生活做饭了 估计水他们早就都喝下去了 约莫着一会儿 要笑应该就差不多要发作了 几人又等一阵 终于陈三说了一句时间差不多了 说完他就带着刀神与陈猴子 顺着山坡一路小跑的来到了庙门之外 陈三先行推门走进庙内 让刀神与陈猴子先在外面候着 没多一会儿 陈三便从门后探头出来 对两人低声道 成了 人都躺下了 你们进来吧 刀神与陈猴子文言 轻手轻脚地走进庙里 随手又将庙门带上 等到刀神走进庙里的大殿时 尽管心中早有准备 可还是不由地背下了一跳 只见此时大殿里横七竖八趟着几个人 看衣服何装扮 正是瑜伽的那几个人 刀神暗暗将地上的人一数 发现正好是七个人 于是他对陈三道 瑜伽的人都在这里了 陈三文言点了点头 盯着地上的瑜伽人想了半天 转头对陈猴子吩咐道 猴子你去找些绳子来 将它们分开捆起来 捆结实一点 等下咱们把它们唤醒 好好审审他们 陈猴子文言应了一声 转身就跑出大殿寻绳子去了 而陈三与刀神这边 则开始翻箱倒柜 想要看看瑜伽人 有没有私下里藏着什么古怪的东西 没过多久 陈猴子拿着麻绳跑了回来 陈三立刻动手同他一起 将瑜伽的几个人 全都捆成了粽子 后来陈三突然间又想起 青背虎他们无故失踪的事情 生怕瑜伽身上 当真有什么缩骨弓之类一能 能够挣脱开绳扣 于是陈三又将几个人的双脚 也一并捆了起来 捆到最后几个人除了脑袋 身上几乎都没有干净的地方了 全都布满了麻绳花节 此时就算瑜伽是项羽在世 力能扛顶 也绝对挣脱不开身上的这些绳索 瑜伽的人捆好之后 陈三他们又继续在庙里到处乱翻 可是除了白天陈猴子 见到的那个人盘 庙里面就只剩下一些 香烛福祉之类的寻常物件 居然连一点像样的兵器都找不到 只有几把镰刀和砍柴的斧头 放在柴房里 一点都看不出来 瑜伽会是什么江湖上的人 陈三这时知道 栽在庙里找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于是就让陈猴子 端了一盆凉水过来 随后陈三拿起水瓢 在瑜伽那几个人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泼了一瓢凉水 几瓢水下去之后 瑜伽的那几个人 立马就逐渐清醒了过来 唯独瑜伽的那个老头儿 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 还是水喝得太多 脸上被泼了一瓢凉水 居然还在呼呼大睡 直到陈三踢了他几下 那于老头儿才晃悠悠地苏醒了过来 于老头儿这边一醒 他那几个自从醒了之后 就一声不吭的儿子 便纷纷出言询问 问他身子有没有什么不适 于老头朝着他们摇了摇头 随后就扭头盯着陈三望了半天 等他看到陈三手里的羊枪之后 那于老头儿当即就对着陈三满脸堆笑的道 这位英雄 您高抬贵手 我们只是穷苦人家 家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 您还是换个地方去发财吧 一听自己被瑜伽当成了过路劫财的土匪 陈猴子立即就在一旁叫道 老头 你别胡说啊 咱们可不是捞偏门的 不妨跟你明说 我们就是冲着你们来的 所以你也别再遮遮掩掩了 不如咱们大家都给彼此省点功夫 我们问啥你就回啥城吗 那于老头一听 陈猴子说他们这回就是冲自己来的 苦着脸道 这位小英雄 我们就是一家子种地的村民 我们能和你们有什么恩仇啊 你们为啥要找我们头上 你们怕是认错人了吧 陈三在一旁听了 冷冷一笑 直接将翻出来的人盘丢在了地上 对于老头二道 你要真是寻常百姓 你家里为什么会放着这种东西 你别跟我说你不认识这东西 它只是你捡来的 这东西汉代之后就已经很少见了 只怕是你想捡也很难有地方去捡 人盘一落地 于老头脸上的神情就微微一变 就听他道 这不就是一个破铁盘子吗 哪有那么多讲究 平时都是我们拿来垫桌脚的 陈三笑道 那你们每日上山铺路修桥 也都带着这东西去垫桌脚吗 我寻思着你们干这些事 不是应该找个能掐会算的风水先生吗 怎么自己动上手了 这么一看诸位的能耐也不少 连堪语点学的本事都会 你们若还说自己失重地的村夫 那未免就有些过谦了吧 于老头听了陈三这番话 知道自己若是再继续装傻充愣已是无用 平白只会惹得外人看笑话 于是当即也就不再演戏 眼皮子一翻 脸上就满是阴质之色 就听于老头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瞎要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在江湖上可是最令人不齿的事情了 陈三文言同于老头打了一个哈哈 随后道 要是不用暗地里瞎要这种手段 你们这么多人 就凭我们几个人只怕不是对手 但是想当年轻被虎 他们几十个人 你们这边才七个人 你们不也是用药 才能将他们制服的吗 陈三话音一落 于老头那里就露出了一脸疑惑 陈三见状言道 青被虎就是当年这山上的那伙土匪 你不会连他们的名号都不知道吧 还是时间太久 你们都忘记自己做下的恶事了 于老头这时方才恍然大悟 自己缩在一边笑了笑 因着声音道 原来你说的是他们啊 这都多少年的事情了 你要不提我还真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怎么 原来你们是替他们寻仇来的 这么些年都过去了 你们才想起来要寻仇 早干嘛去了 陈三一瞧那鱼老头 把自己当成了青被虎的同党 又没有反驳自己之前的话语 心知刚才自己应该是猜对了 瑜伽当年对付青被虎 应该也是用的下药这招 这么多年过去了 瑜伽反倒是栽在了同样的招数之下 这也只能说是报应不爽了 于是陈三当时强忍着心中的笑意 也没有急着为自己分辨 只是依旧不动声色的接着对那鱼老头道 你们把青被虎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就算人死了 他们的尸体现在又在哪里 鱼老头文言瞇着眼睛思寻了一阵 回道 这个可还真的是有些说不好 你们要是早上个三四年来 说不定还能看见几个活口 不过现在 他们那几十号的人 是已经全都死光了 尸体我们都是随便找地挖坑埋掉的 你们若是想给他们收尸 那还真是有些难找了 刀审当时一听于老头的话 心中不由的就是一惊 因为之前听旁人说的 青被虎他们已经失踪差不多十年了 但是于老头这边却说 几年之前青被虎他们还留有活口 这样看来 岂不是在说青被虎他们 在戴云山这里失踪之后 其实并没有丢命 甚至一直都没有离开这戴云山 这于家人始终都是知道 他们那群人下落的 陈猴子这时在一旁叫道 你们到底把青被虎他们怎么了 这么多年他们都藏在哪里 为什么外界一点他们的消息都没有 于老头撇头望了望刀神与陈猴子 冷哼了一声 便扭过头去盯着陈三一脸音效 丝毫没有回答的打算 而陈三在一旁看着女老头的举动 突然目光一亮 指着桌上的人盘道 这东西既能侧胸脊 又能定方位 在梅罗盘之前 帝王选墓 盗墓的挖坟 全都是用它 你们也许高材 能把这东西玩儿的得心应手 可是这挖山凿洞的火儿 就凭你们几个 应该是有些力不从心吧 所以我想轻背虎他们 应该是被你们关在哪个山洞里 成了你们的搬山苦力了吧 于老头听了陈三之言 眉毛一扬 咧嘴笑道 从我的几句话里 你就能猜到这些 之前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听你话里的意思 好像对着喊很是了解 能否说一下你的失诚啊 说不定我还认识你家的长辈呢 陈三这边还没搭话 陈猴子在一旁就叫了起来 老头二 你别和我们玩这套 就凭你们这个人盘 你们的来历 我们多半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但是在我们这行里 出事了从来就没有 互通家门的规矩 你难道是想唬住我们 事后还想上门寻仇不成 我劝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刀神此时一想到青被虎他们 居然就这样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地方 被逼着像牲畜一般 劳作了整整几年 他便感到有些不寒而栗 虽说青被虎那伙人都不是良善之辈 但是这种遭遇发生在人身上 还是让那时候 没有经历过人世险恶的刀神 由心地觉得难以接受 这个时候面对陈猴子颇为不敬的言语 于老头那里还没有做出回应 一直在旁边沉默不语的 虞家那几个儿子之中 有一人当即便跳了出来 冲着陈猴子叫道 小子 这次我们认栽了 可是你和我爹说话 最好还是给我客气一点 当年江湖上 敢跟我爹大声说话的都没有几个 你一个后辈小子得知道一点深浅 陈猴子文言笑道 原来你们几个不是哑巴啊 我当你们瑜伽只有这老头儿会说话呢 你们这些年来一直在村里装大善人 听说村里都有人要把闺女许给你们了 你说你们就在这里安安愤愤的过日子不好吗 干嘛非要搞这些东西 害人性命不说 还想坏了这带云山的风水 虞家那儿子怒道 黄毛小子你知道什么 我们杀的人那都是该杀之人 那伙土匪在带云山为非作歹多年 他们手上沾了多少血你们知道吗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民除害 而且就他们那群人 直接杀了又太可惜 不如让他们帮着干点活儿 你们没见如今这乱世 到处都是兵匪之祸 带云山这里起码不用担心有土匪 不管怎么说 这可都是我们的功劳 陈猴子冷哼一声道 我说这位大哥 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也够好意思的 都说善心才有善举 你们就算为带云山这里的百姓 做了一些好事 但是你们本就没有存过什么善心 做下的事 压根也都不是为了这里的百姓才做的 你要是想凭着这些跟我伴好人 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吧 而且更加让我看低你们了 刀审在一旁听着陈猴子 与瑜伽人的对话 心知陈猴子的这张嘴 不是一般人能够招架得住的 要是瑜伽想要在陈猴子身上 逃到口头的便宜 只怕是有些痴心妄想了 果然几番对话下来 瑜伽的人全都知道 陈三这边的那个小孩年纪虽小 但是一张嘴却厉害得紧 于是当即瑜伽的几个人便全都闭上了嘴 连看都不敢再去看陈猴子一眼 陈三这时盯着于老头 眼睛都不眨一下 过了好半天才陈生问道 你们到底是让青背虎他们在挖什么 于老头闻言笑着回道 你不是很能猜吗 你不妨再猜一下好了 说着话 那于老头深吸一口气 叹道 不过想起那伙土匪 我还真是有不少话要说 他们杀人越货的倒是很在行 可是挖洞凿石头的 还不如那些种地的村夫 当年为了养活他们 我可没少花钱 这几十号子人 天天吃饭那可不是一个小树木 不过好在也没养几年 不然真的是要把我的老本都给吃光了 结果钱花了不少 洞穴没挖几个 连伤带病的头一年 他们就死了一半 后来山洞挖到半截塌了 又死了好几十 早知道这群人这么没用 当年一早就应该把他们给埋了 结果事情也没做好 还平白浪费了我那么多粮食 刀审听那于老头说的如此轻松 丝毫没有将青被虎那几十条人命 放在心上 不由地从心底里 渐渐泛出来了一股 对着老头的厌恶之情 而这老头此时 也注意到了刀神脸上神情的变化 当即咧嘴笑道 怎么了 这位姑娘可是嫌弃老头子我 太过心狠手辣了 是人命如草芥 我不妨和你明说 那伙土匪杀的人比我要多 杀人的手段更是比我凶残万分 所以像他们这些人 终归不过是要死的 他们在死之前 帮我做点事情又有何不可呢 那也算是他们的狗命 多少对这世上有了些价值 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理 刀神闻眼咬着牙回道 我们所有人或早或晚都是要死的 我想问一下前辈 你若是死了 你又对这世间留下了什么呢 于老头回道 人活一世 死后为何非要留下什么虚名呢 人都死了 就算后人给你封神封圣了 又有什么意义 与其死后被写进书里 我倒宁愿长生不死 人间百年 与我不过谈指一瞬 沧海桑田 今在我笑谈之中 这样岂不快哉 刀神闻言一愣 瞎意识地道 这世上哪有不死之人 于老头此时哈哈一笑 不再回话 只是望向了陈三 瞧那模样 好似是在候着陈三 对自己方才所言给出一个答复 陈三夺着步子 在大殿里来回走了几圈 目光依次在于家人的脸上一过 最后停在了于老头的脸上 我还是叫你一声前辈好了 前辈 虽然你们抓住青辈虎那群人 使的是搬山盗墓的手段 但是我知道诸位并不是做阴才生意的人 做那行讲究的是赚快钱 少则三五日 多则十天半个月 如果财务没到手 他们立马就会换个地方 重启炉灶 像你们这样在戴云山一待就是十年的 那绝对不会是搬山盗人们的做派 所以我觉得 还是应该叫你们一声探宝人吧 于家人外没有料到在这种时候 陈三会突然点出自己这群人的来历 估计他们更加搞不明白 为何陈三会知道自己的来历 于是顿时间于家的几个人 全都没有说话 每个人脸上都是惊恶之色 就连那于老头的眉头 也都跟着紧了几下 狠狠地望了陈三几眼 满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陈三一瞧于家人的这个反应 就心知自己之前没有猜错 这于家果然就是江湖上传说中的探宝人 只不过这群人形式过于隐秘 除了这个名号 陈三对于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但是当年长白山上的探宝人姓于 戴云山这里的探宝人也姓于 陈三相信这绝非是什么巧合 然而他若是想靠着这个 变着法从于家人嘴里套出个话来 约摸着也不会那么容易 谁知就在陈三这边 正在苦思对策之际 那于老头却主动开了口 就听他对陈三言道 探宝人 这名号已经有些年头 没人提起过了 在戴云山这里住得太久 有时候我都要以为 自己是个种田砍柴的村夫了 我们的这个底子 连自己都要记不得了 敢问尊驾你又是从何得知的呢 陈三此时也不想 再同于老头继续打亚你 直接了当地便将自己 当年在长白山发生的事情 同于家人说了一个大旦 只是陈三不想多事 便隐去了很多相关的细节 但是参邦和瑜伽兄弟的事情 陈三却没有遗漏半分 陈三说完了长白山上的事情之后 便面带微笑地对于老头道 前辈 我不管你们是否真的姓瑜 但是你们一家和当年我遇到的那对兄弟 居然偏偏是同性 瑜这个姓又不是什么大姓 我只是觉得此事太过巧合 而且虽然你们这一大家子 在戴云山隐蔽踪迹整整十年 可是我一想到当年参邦的瑜伽兄弟 为了找餐藏在参邦里 也是好几年的光景 跟你们这一笔 也都差不多是半斤八两 所以我之前一听到 你们瑜伽善人的这事 我在心里就有了怀疑 后来再往你们填平的池塘 和你们修起来的那几条路 与木桥一桥 你们这是我心里也就有了定论了 与老头文言双目 微闭了一阵耳 好半天方才睁开了眼睛 盯着陈三言道 原来你们并不是为那群土匪来寻仇的 你们是为了当年的参邦来讨公道的 不过你们可算是找错人了 我们看饱这行 吃的是祖师爷赏下来的饭 所以咱们全都姓鱼 你当年长白山遇见的那兄弟两个 我可不认识 咱们挖山的和采草的原本就不是一路的 你若是想找我打听当年那两个人的下落和来历 恐怕我也没法子告诉你 陈三回道 前辈你想多了 我再想报仇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我也知道救人难寻的道理 再者说当年的那场雪崩 又有黑色巨蛇在一边 就算他们有天大的本事 也难活命下来 对于两个已死之人 我心中并没有那么大的执念 与老头顿时其道 那你为何要寻我们的麻烦 我们找我们东西 做我们的事 又没爱着你们 你们干嘛非要捅我们过不去 陈三道 并非是我们友谊和诸位过不去 只不过你们探宝人向来所图甚具 为了所需之物可以隐姓埋名 忍辱负重数载 陈某自问是做不到的 今遭你们取了青背虎一伙的性命 他们是土匪不假 说他们是死有余辜更是没错 可是我就向前辈再多问一句 如果今日挡住你们去怒的 是这村中的无辜百姓 你们是否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呢 陈三此言疑问 瑜伽老少没有一人再肯吭声 显然陈三是抓住了他们的痛脚 不管他们怎么说 都绝对绕不过去陈三的这道坎 依着道上的规矩 只要你有害人的心 那通道中人皆可出手 没有什么类似捉贼要捉脏的穷讲究 其实说到底 终归是拳头硬的就是真理 兔子和狼去讲道理 你这不是在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因此几个被捆得严严实实的瑜伽人 一件用江湖上的牢理也盘不下道来 便知道这回应该是彻底栽了 立马就都丧了气 一个个的脸拉得老长 只有那鱼老头还是一脸精神 养着脑袋 瞧那样子 丝毫没有就此服输的打算 刀神在一旁望着那鱼老头 也不知道为何这个老人性格如此执拗 如今可谓是刀架脖子了 他居然还是这么一副软硬不吃的劲头 难不成在他的身后还藏着什么后手 陈三此时已经被鱼老头弄得彻底没了耐性 眼见天色已经愈发昏暗了 陈三可不想同于家人耗上一夜 毕竟夜长梦多 到了晚上真若生出什么变故 只怕自己这边就要前功尽弃了 于是陈三当即便指着 瑜伽的那几个儿子 对于老头陈生道 前辈 说到如今你再装下去 就没有意思了 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们并不是父子 但是他们几个对你的敬畏与尊重 却也不似是在作家 所以我思来想去 我觉得你们其实应该是师徒吧 陈三一边说着话 一边观察着瑜伽人的反应 果然当他点出瑜伽众人 其实是师徒关系时 瑜伽的那几个儿子脸上 全都闪过一丝惊慌之色 陈三立刻就知道 这事是又被自己给说中了 这瑜伽的姓是假的 人是假的 就连这些亲关系也都是假的 真不知道在瑜伽人身上 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陈三这时又接着道 之前我就在想 如果你们这一家并不是真的血亲 只是师徒的话 无论怎么样你们都得有一个师承 探保人这行 又不是什么江湖上的门宗 只要是不怕死又爱钱 就连八十岁的老太都能入这门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 你们应该还是有别的叫门 方才我在你们后面 发现了几个蒲团 已经很旧了 一看就是常用的物件 寻常百姓家里 除了那些礼佛信道的人家里 谁家会背着这种的东西 而且还是天天用的 因此我就猜诸位 不是道就是佛 就算不是正道的 也都是这几个家里面的偏门 说着陈三搬过来一把椅子 一屁股便坐到了上面 可是我后来在你们厨房里 又发现了一大罐的猪油 厨子里还有没吃完的咸肉 而且我听村里人说 你们还总是在山上打猎 咱们就更别提青背虎他们那几十条人命了 就凭这些 我觉得诸位一准不是信佛的 不然佛门的几条铁硅 你们都给坏干净了 你们这又是信的哪门子佛呢 陈三随后又到 可是你们厨房里面是有肉又有油 但平常人家里做饭会用到的葱姜蒜 缺一点都寻不到踪迹 并且除了盐巴和一点米醋咸酱的 连正常做饭要用到的那些酱料都少得可怜 于是我就想 诸位会不会是有道家的五心之介 所以才不能沾这些口中之物 陈三说完这些 猛然间将头一转 盯住了于老头 陈生问道 前辈之前又提了什么长生不死 恰好这又是道家几千年来 一直在苦苦追索的东西 这么多事情恰好都凑在了一处 我想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吧 只是道门之中 大大小小的门宗多如牛毛 还有不少密宗和试传的 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来 前辈你们是哪个门子里面的 也不知道前辈你能否指点一二呢 陈三的话一说完 就听于老头那边长叹了一口气 苦笑道 你这后生着实了得 就凭这庙里的一点物件 便将我们的来历猜出来了一个七七八八 我还当我们已经很小心了 没想到就一个破破烂烂的厨房 东西都没放多少 却还是被你给瞧出这么多东西来 陈三回道 前辈你这也实在高抬我了 你们的厨房要是多放点东西 我还真不一定能看出什么问题来 但坏就坏在你们厨房里的东西 实在是太少了 如此一来 反而更容易被人发现古怪 于老头文言点了点头 自言自语道 这回还真是我们大意了 说着这话 于老头脑袋一偏 冲着陈三道 事已至此 我在躲躲藏藏的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不错 我们确实是道门中人 入了探保这行 也不是为了求财 只是为了找寻遗物 陈三回道 我当然知道 诸位不是那种为了黄白俗物的人 但是你们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精力物力花费无数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山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于老头这时脸上一笑 并未搭话 反而对陈三反问道 你知道道门中人若是想求长生 都有什么法子吗 陈三低头沉思了一阵 回道 大体上应该就是内外双丹吧 道家那些修神养气的道法 基本上都算是在修内丹 至于外丹就是金石药材 而道家的一些功法和体系 最多只能算是强身健体 想要长生只怕还差得有些远 与老头点了点头 又道 那么你觉得内丹与外丹 哪个丹法能够使人 离着长生近一些呢 陈三眉头一皱 回道 内丹术其实就是道家的炼气术 以修炼成仙而达至 长生不老为最终目的 所谓的内丹说的就是通过行器 导引呼吸吐纳 在修行者的体内炼丹 借此而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此处是以人体为丹炉 所以被称为内丹 而外丹是用丹顶为炉 用各种矿物 药物炼制成丹药 以点化自身阴质 使之化为阳气 从而跳出五行轮回 称为不死之身 这两种丹法其实大同小异 最起码道理上是相通的 你要问我孰优孰劣 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于老头笑道 顾左右而言他 我并没有问你这两个道法的优劣 我是问你 你相信哪种道法可以让人长生 陈三轻叹一口气 回道 我觉得这两种法子都不可行 于老头闻言闻道 敢问你何出此言呢 陈三回道 内丹树其实和五行里的内加拳 有相似之处 主要都是炼气吐气的功夫 你要是说他能够强人体魄 那我是信的 但你要是说他能让人长生不老 那我可就要怀疑一二了 如果内丹真的能够大成 就算他再难 这几百年里 总有几个高人是可以炼成的吧 可是这些高人我一个也没遇见 更是一个也没听说 所以我觉得内丹树长生这事 只怕是有些不靠谱 随后陈三又继续道 至于外丹树在我看来 更是无稽之谈 古时候帝王因为服用丹药 暴毙早逝的多不胜数 就凭这个你要让我相信 服用炼出来的丹药可以长生 难不成 我的命能够比古代帝王还要硬吗 于老头这时长叹一口气道 年轻人 这些其实都是你们外人对丹树的误解 别说是你们 就连现在道门中人 又有几个敢说自己了解丹树的呢 说着话与老头脖子一样 正言道 道门丹树 历经千年 那当我们不去说他 我只同你说一下这个外丹树 自汉治堂 外丹树就已经形成了三大派系 即主张扶持的金沙派 千拱合成的大丹派 和刘拱合成的金丹派 但是不管哪一派的丹经中 都明确地指出了外丹有毒 近代炼丹大家胡秋就曾说过 五金进有毒 若不炼令毒进 作粉 甲令变化得成神丹大药 其毒若未去 九是福尔 小为禁界 即反杀人 而皇帝九鼎神丹经诀 离也有约 水淫有毒 千佩太阴 中不毒行 行必为偶 若无制服 二毒难消 你们要知道 古时候的帝王 夺敌解党 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上皇位的 各顶各的都是人经 外丹树如果真是什么荒谬之法 怎么可能骗得过他们呢 不要真把古人都当成傻子 能够当上皇帝的人就没有真蠢才 陈三听到这里 心中已经明白 瑜伽这群人 想必就是外道门中休息外丹树的 但是不管是休息内丹还是炼之外丹 在以前都被称为丹顶派 丹顶派正是道门中 以炼丹求长生成仙为主的各宗派的通称 于是陈三站起身子 冲着于老头行为一礼 道 原来诸位是丹顶派中的道长 我们家里以前也和道门有些关系 算起来我也是半个道门中人 咱们都是同门 排除在下方才失礼了 于老头文言笑着摇了摇头 道 丹顶派不过就是丹法道门的一个统称 方才我说了 唐代支持外丹就已经分成了三大派 之前的丹顶派都是由先秦的神仙家 方仙道演化而来的 时至今日 外丹一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派系 已经有近百种了 而且每家都有自己的不传之秘 之间却又互不相通 有时候 连我们自己都对旁的同门不了解 更别说你们这些外行人了 不过你若对我们镇门里的人 说我们是丹顶派 只怕没人会应你 陈三不由问道 那么前辈你们这个门宗应该怎么称呼呢 于老头脸上得意之色一闪而过 对陈三回道 我们这门被叫做云霞宗 祖师是东汉的魏伯阳 因为他的号是云霞子 所以我们这个门宗才会叫这个名号 陈三文言不由叹道 魏伯阳我听说过 他是汉代的炼丹大家 周一参同气就是他写的 我们家里还存有这本书的明代踏本呢 难怪你们如今这年月了 还在用人盘 原来这都是你们门内的旧规啊 与老头僵头一点 言道 祖宗之法不可善辩 你手上的那个人盘 就是我师父传下来的 少说也是个百来年的古物了 陈三此时 再也安耐不住自己心中的疑问 直截了当地便将此刻 自己最想弄清楚的问题问出了口 戴云山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值得你们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与老头文言哈哈大笑道 我把话都说到这里了 难道你现在都还没有猜出来吗 陈三宁色道 你们自称云霞宗 是修习外丹术以求长生的道门 要找的东西应该也是和这有关 之前你也提到了山里的东西 可以让人长生不死 难道是这戴云山里面 藏着你们外丹一脉的大神金丹之类的东西 你们是想找到那个丹药 然后服用飞升 与老头微微僵头一点 富儿又摇了摇头 你说的已经有些接近了 但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你要知道 现今的医道很多股方 都是来自于古时候的外丹术 这些药方也都有一个 因人而异的道理 毕竟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相同的医疾药治不了百样人 某些药剂的分量增一分减一分 实在正常不过的了 既然是连一道都知道的道理 这外丹术又怎么可能会不明白呢 所以就算是这戴云山里真有上古神丹 我们服下了也不会有什么效用 说不定 还会跟以前的那些皇帝老儿一样 一命呜呼 别人炼出来的丹药对于他们来说 也许是有其死回生之能的神物 但是对于外人而言 那也许就是一剂无解的毒药 因此炼丹一事只能轻力轻微 绝不能假借他人 这在我们外丹这门里称作丹元 与老头随后又接着道 我想你也应该知道 炼丹如同烹石 也有一个火候的讲究 大体来说不过就是一年十二月 一月分六节 一节五日 一日十二时 往小里讲 五日为之后 三后为之气 六气为之时 四时为之岁 而各从其主制焉 五蕴相袭 而皆至之 终积之日 周而复时 十历弃步 如环无端 后一同法 炼丹时每个时辰都要补挂 一挂六瑶式三十天共一个月 一节座一后 日含五行经 月收六滤记五六三十度 度尽复更时 而一五日为以后 一月三十日为六后 游说志望 游望志会 周流循环 这个也就是月相六猴 于老头这一番话 说的陈三与刀审他们 是一脸的不解 于老头瞧着几人的神情 显然也知道对于自己的话 陈三他们八成是听不明白的 于是只见他得意一笑 道 汉代的精神 一学大家正全说过 一者 日月也 何为日月 天道也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年四季 寒来暑往 日月交替 昼夜轮换 时间而已 外丹一门 一学为本 说到底就是时间 丹要成败 分秒之间 于老头说着话 将身子挺了挺 又继续道 而且外丹数还有五黄八十只说 金石妙杀论中约 圣人法阴阳 夺造化 顾阳要有七 金二十五 黄金白银 雄死 披黄增青 石硫黄皆属阳要也 阴要有七 金三十四 水银 黑铅 销石破销皆属阴要也 阴阳之要各禀其性 而福之所以有度时之期 不死之离者也 可是除了这五黄八十之外 却又另有四黄八十一说 要使属性也有差异 百来年间 此事也没有一个定论 刀审当时听了于老头的话 当真是一头雾水 他不知道于老头到底是打算说什么 方才还在说什么炼丹的火候 结果一下子就变成了丹药金石 完全都是互不挨着的东西 而且他说的这些自己也不是很懂 难道这于老头是想借着机会 教自己如何炼丹不成 正在刀审疑惑之际 那于老头又开了口 对了 说起这个外丹术 还有一样东西那是不得不提的 那就是六一泥 这个六一泥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它就是用来做炼丹的顶如的 这种六一泥 它非金非银 非木非石 相传是宣源皇帝传下来的配方 当然这也就是个传说 听听就好 至于真假 咱们就不要去戏揪了 鲍仆子金丹里面 曾经介绍过六一泥 说他用雄黄水 凡石水 熔盐乳盐 凡石 鲁粒 赤石之 滑石 糊粉 各数石金 以为六一泥风之 于老头说到此时 自顾自的一笑 继而又道 话虽如此 但是这里的成分 其实还是蛮有争议的 尤其是最后的一味糊粉 说是什么的都有 但是经过我考证之后 我还是觉得糊粉是千粉的概率大一点 这些咱们先不说 你们可知道 用六一泥造个炼丹的炉子 得花多少钱 成猴子这时不由的在一旁插话道 老头二 你可别想蒙我们 连我都知道 古时候炼丹的那些东西 常见的物件里 最贵的就是朱砂河水银 找个六一泥里面的那些东西 就算是今天随便找几个杂货铺和药店 几个大洋就能买齐 用这堆东西造出来的炉子 又能值几个钱 于老头文言哈哈一笑 回到 年轻人 稍安勿造 咱们现在先不去讨论 造出这样一个丹炉需要多少钱 我们不妨先想想 咱们要做出来多少件丹炉材成 刚才我也说过了 在金丹片里并没有具体说明 六一泥里每样物品的重量 各数十斤 也就是说 每种成分从十斤到九十九斤 都是有可能的 八种成分 就算以一斤上下为限浮动 那要有多少种形式呢 你想过没有 八八相成 足足要成八十次 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现在你告诉我 造个丹炉要花多少钱 就算咱们用泥巴去捏 万贯家财只怕也得给拜个精光 与老头说完话 便将已经一脸惊恶的陈猴子 贴下布里 转头对刀神与陈三继续道 所以在外丹这门中 有一句话说的就是 圣人传药不传火 钱人将配方留给你 具体配笔随你 成功与否 各安天命 而且就算是炼丹炉 被你真的造出来了 可是你又要怎么炼丹呢 你把药材往炉子里一放 一点火 闷头睡大觉 起来就成丹了 你那是在烧柴 不是在炼丹 一个中空的炉子 往哪里放药材呢 药材的先后顺序要怎么安排呢 再者 正如我之前所言 丹法都讲究一个火候 外丹的火候尤为重要 三百六十文武火 相差书毫不承担 这又启事儿戏 烧坏一炉子药材 不比扔掉一炉子的黄金药花费少 所以在古代 都只有皇亲国戚 才敢大张旗鼓的炼丹 平民百姓没听说过 有哪个能炼成大丹的 就连老祖天师 也是借了前人的光 方才成就了九华大药 所以这外丹一束 并不是寻常人能玩得起的 陈三听着于老头这东拉西扯的 说了大半天 原本心中同刀神一样 满是疑虑 对于老头的话全然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他说的这些 和黛云山里的东西能有什么关联 但是听着听着 陈三心里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念头 却逐渐地清晰了起来 经过先前的接触 陈三觉得这个于老头 并不是一个喜欢废话之人 从他的形式上来看 就能看出来 这于老头每一件事都是谋而后动 甚少不会做无用之工 一个人做事的风格向来很少改变 言行上面自然也是一致的 所以于老头先前的这些话 自然不是毫无目的 可是外丹难控的火候 没有定论的丹药配比 几乎不可能造出来的丹炉 加上诸多隐秘 而无人知晓的炼制方法 这些又和于老头提到的长生 有什么关联 于老头长出了一口气 望着陈三与刀审他们道 以前有些人说过 我们修行外丹树的人 就是摸着石头在过河 多半走不到一半就被河水给冲走了 但是这么些年过去了 战乱不断 兵货连年的 多少经书典籍都毁在了战火里 外丹一门也是如此 很多仙人一辈子心血凝结成的丹书 都没能留下来 全部失传了 时至今日 我们就连造丹炉的六一你都攒不出来 你不觉得这是很可笑吗 仙人们起码还有石头可摸 而我们却都变成了瞎子笼子 甚至连根探路的棍子都没有 就要去过河 你说这条河我们又怎么可能过得去呢 陈三这时接话问道 戴云山难道有一个你们外丹的藏经楼 藏着很多已经失传的丹经与炼丹的器具 于老头闻眼一笑 点了点头 回道 没错 这山里确实是有一个千年密室 不过这也不是藏经的地方 而是以前的一个丹房 说白了就是过去炼丹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的丹炉与丹书都是现成的 很多世上已经寻不到的古方 在这里也都能够找到 所以这代云山对于我们外丹一门 那就是一处圣地 别说我们在这里花费了十年时间 就算是二十年 三十年 我们也心甘情愿 刀神在一旁听到于老头之言 心中大疑 不由开口问道 前辈 你说这代云山以前是个炼丹的地方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而且又是什么人会在这里炼丹呢 于老头回道 这代云山里的丹房 是一位叫罗尔索婆妹的方式建起来的 她是唐朝时候的人 刀神文言一愣 重复了一遍于老头方才所说的那二口名字 罗尔索婆妹 这个方式不是中原人 是个胡人 于老头笑着摇了摇头 道 那罗尔索婆妹她可不是胡人 胡人是古时候咱们对西域一族人的称呼 而这个那罗尔索婆妹她是天主人 也就是现在印度 于老头此言一出 莫说是刀神 就连陈三也都瞪圆了眼睛 一脸惊诧 因为在他们印象之中 这炼丹向来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万没想到在唐朝的时候 万里之遥的印度居然也有人在炼丹 而且还跑到了中国的地界上来炼丹 这实在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陈猴子这时在一旁不由一道 你默示再框我们吧 你说唐朝的时候 一个印度人在中国炼丹 这怎么可能呢 陈猴子这边话音刚落 没等于老头开口说话 他的一个儿子就在墙根共生言道 少见多怪 先秦的时候方氏诸多 每次战争之后 都会有大量的术士与方氏逃亡他乡 别说是天主 就连更远一点的地方 也都有方氏的足迹 大海对面的美国人 那里的土地 原本就有殷商人的后裔 都是和周朝打仗输了 逃过去的 殷商当时的方氏 一定也跟着逃过去不少 这还都是隔着海的呢 印度和咱们地都连在一处 有方氏逃难过去 江外丹树传过去了又有什么稀奇 陈三文言心知瑜伽人此言不假 道家的很多方数确实传播甚广 现今东南亚的很多巫术与民间教派 都有道家的影子 他只是没有料到 连外丹树这种 自古便是各门宗不传之密的方数 居然也会流传到外面去 而且还能开枝散叶 又传回中国来 刀审这时在一旁插话问道 敢问这个天竺人 又是怎么来到中原的呢 山里的那些丹精丹如什么的 是他从天竺带过来的吗 于老头摇头笑道 这位姑娘 首先你弄错了一件事 明月之地在古时候并不算是中原 对于中原政权而言 这里只是一片蛮荒之地 那时候朝廷只有在流放罪犯之时 才会想到这地广人心 独虫横行 瘴气遍地的鬼地方来 说着话 于老头撇头朝着带云山的方向 使了一个眼色 记而言道 而且山里的丹精与丹卢什么的 也不是那个天竺方是带来的 而是他从长安带到这里来的 陈三眉头一皱 长安 那不是当时唐朝的首都吗 那个天竺人还去过长安 于老头回道 之前我和你们说过了 外丹之术耗资不菲 自古就只有皇家才负担得起 寻常百姓家里亚跟连边都摸不到 而且这山里各门宗的丹精 不是失传就是孤本 天底下除了皇家 又有谁能有这种财力与物力 将他们收集归拢到一处呢 陈三听到这时 心中终于明了起来 就听他惊道 这个天竺方式竟然是给礼堂炼丹的 那他是怎么来中原的 为什么后来又跑到这里了呢 于老头这时长叹了一口气 这才缓缓地陈三与刀审他们讲述起来 于老头说 在中国的历史长卷上 圣堂无一是末采最浓厚的一笔 那时节万国来堂 大堂的国力又极其强盛 纵观历史 没有什么旁的朝代可以有出其左右 但是说起唐朝 有一个人确实无论如何都避不开的 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这位唐太宗皇帝 可以算是中国历代皇帝之中 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的一生除了玄武门杀凶势地 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污点 但就是这样一个英明神武的帝王 英雄了一世 当他到了晚年 在自己重病缠身之时 也像昔日的秦皇汉武一般 想要追求肉身不灭 精神长存 也就是想要像先人一样 可以长生不老 于老头当时笑着说 这人啊 就是世上最贪婪的物种 没钱的想求财 有了钱的要追逐权力 等到最大的权力在手 普天之下 四顾八方 已然没有权势比自己还高之人了 这些人又往往想着要长生不死 将自己的这份权力与势力 千秋万事 一直继承下去 都说是知足者常乐 可之间最不知道 满足为何物的东西 只怕要数我们人类为第一了 于老头说 虽然都是苛求长生 但是太宗皇帝与秦皇汉武 他们却大不相同 唐太宗他并不相信世上有仙山 更没有派人去追寻仙人 以求不死之要 而他相信的却是道家的外丹术 他想要方式为自己炼制常生药 也就是常人所说的不死仙丹 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贞冠22年 又为帅长使王玄策 讨伐天竺国获胜 鲁德一个天竺方式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罗尔索婆妹 而这个人自称有长生之术 故而王玄策闻之大喜 认为此人正是唐太宗 此时所需之人 也许太宗皇帝 对天竺国的真奇宝丸 并不感兴趣 但是他却不会放弃任何一个 长生不老的机会 于是当王玄策班师回长安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向太宗皇帝献上了那名方式 那罗尔索婆妹对太宗说 自己已经二百余岁 有通天彻地之能 一番言辞之后 令太宗皇帝深信不疑 对他更是敬若天神 当天太宗皇帝 就给那罗尔索婆妹除去枷锁 将她安排在金镖门客馆下榻 并且命她开始炼制不死丹药 还另下旨意 明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此事 随后又按罗尔索婆妹 所开出的药丹 太师者到全国各地搜集 大唐境内找不到的药材 太宗便又派师者 到婆罗门等国去求取 女老头说道 据新唐书天竺国列传上的记载 这个名叫罗尔索婆妹的印度方式 炼丹用的碳茶法水 出于石旧之中 有石像人守护 这种水有七种颜色 或热或冷 能消融草木金铁 人手若是碳入水中 当即皮肉腐烂 故而只能以骷髅骨去咬 而炼丹用的药材之一 是一种奇怪的树叶 其树名叫举赖罗 其叶如梨 生在深山的崖洞中 有聚毁把手洞穴 人不可进入 要取此叶 须以方投的箭矢射击树枝 如若树叶落下来被取鸟咸去 须再射 方可得知 至于其他炼丹的材料采取过程 也是同样艰难骑轨 但是根据其他的史料记载 罗尔索婆妹炼制这种丹药的过程中 还取用了大量的水银 硫磺 梯霜等物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罗尔索婆妹炼丹 走的依旧是中原外丹树的路子 数月之后 长生要炼成 太宗久患风急症 服用此药后 病情不但未见任何好转 反而加重 随后太宗又遵罗尔索婆妹之主 加大服用剂量 结果病情更是加剧 终于一发不可收拾 于四年五月太宗皇帝报王宫中 陈猴子听着于老头说到这里 不由惊叹了一声 虽然他之前就知道 唐太宗并没有能如其所愿获得长生 最后他还是死掉了 可是他却并没有料到 唐太宗居然是吃丹药吃死的 方才听于老头说起那个罗尔索婆妹 陈猴子还真当这个天竺方式身上 有什么奇异的能耐 没成想这个印度的炼丹师 比历史上那些炼丹的江湖骗子 也强不到哪里去 于老头看到陈猴子 此时脸上的神情 自然猜到了他心中所想 于是他哈哈一笑道 年轻人 别多想 太宗皇帝的死 其实也并非是丹药之故 丹药只是太宗之死的诱因 而非本因 你也许不知道 李唐皇族有一种遗传病叫风疾 据史籍明确记载 患此病症者 有高祖太宗 高宗 顺宗 穆宗 文宗 宣宗等人 这个风疾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中风 发病疾咒 死亡率极高 现今医学昌明 咱们都拿它没有什么办法 更别提千年之前了 高宗皇帝那时候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顺利掌握朝政 就是因为高宗当时患有风疾 长期风炫头众 莫不能是 难以操持证悟 这才让武则天钻了空子 所以并非是丹药无效 只是因为太宗病入膏肓 又有家族重症缠身 这丹药并非真的是什么神仙药 单有单元 这人也分高矮胖瘦 每个人体质本来就不同 就算是学到修仙 也并非适合每一个人 有些人天生的就是肉胎繁体 与仙体无缘 这类人就算再多吃几颗神药仙丹 又能如何呢 陈三闻言 陈生问道 后来这个罗尔索波妹怎么样了 他炼出来的丹药害死了太宗 他又怎么可能活命下来呢 与老头回道 怪就怪在这里 太宗皇帝去世之后 高宗理智继位 然而高宗上位之后 并没有下令处死罗尔索波妹 而是以先帝至丧期间 不宜杀生这种理由 将罗尔索波妹赶出了长安 放逐到了千里之外 陈三这时到 罗尔索波妹后来落脚的地方 就是这戴云山 与老头道 不错 随着他而来的 还有他在长安的数年期间里 收集到的丹精鱼骨方 还有他在长安所用的纳口 重达千斤的丹炉 和十几车炼丹所需的药材 而伴随在他身边的 还有几位中原的炼丹师 和数百人的御林护卫 陈三听后一愣 不由言道 罗尔索波妹不是被放逐的吗 怎么还会有这种阵仗 居然还有一林护卫跟着他 还允许他带着丹炉与丹精 他这哪里是被放逐的 他这不是 不是 陈三一时之间 竟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形容 反倒是于老头在一旁插颜道 有点像是搬家 是不是 把自己的丹房 从长安搬到了 这米月的蛮荒之地 陈三文言点了点头 若是于老头不提 自己这边还真想不出 能用什么贴切的话语来说 但是此时陈三 却是更加糊涂了 面对一个害死了 自己父亲的炼丹师 唐高宗居然没有杀掉他 还允许他带着一杆炼丹所需的东西 千里搬迁 甚至还派了军队 保护他们一行人的安全 这唐高宗究竟是打了什么算盘 难不成自己的亲爹死了 他依旧没能吸取教训 还妄想着让这位天竹方氏 为自己炼制不死神丹吗 果然于老头后来有道 估计你也猜到了 没错 唐高宗后来 在开二二年也开始浮食丹药了 而且这些丹药正是罗尔索波妹所献的 刀审文言当即惊道 这怎么可能 太宗皇帝可就是吃的这个天竹方氏 炼制的丹药才暴毙的啊 高宗怎么还敢吃呢 他难道就不怕和他老爹落的一个下场吗 于老头笑了笑 轻声道 试问这事上有几个人不想长生不死呢 何况是这些已经登上皇位的帝王 就算是有一丝机会 他们也是不会放弃的 而且罗尔索波妹当时和高宗说了 长安那里不是合适炼丹的地方 丹药不仅仅是要引炼化而成 也是凝聚天地灵气之神器 必须在中灵玉秀之地神丹方可大成 就因为罗尔索波妹的这句话 高宗才会让他带着丹房 迁到这当时上还是蛮荒之地的闽南而来 刀神此时不由叹道 这些帝王不思治国御民 却为了炼丹长生 花费这么大的精力 就算是神丹可以让人不死 可是千百人中都怕没有一个 为了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情 不惜会中毒身亡 也要炼服丹药 简直是鬼迷心窍 与老头文言也不置可否 只是自顾自得道 不仅太宗和高宗 唐朝历代皇帝 其实都没有远离丹药此物的 唐宪宗号称唐朝的忠兴之主 比起那些昏王庸主来 他还算是有一番作为的 但他后来不仅大兴土木 建造宫室楼宇 而且赌信佛教 欲求长生 还曾下诏遍求天下方式 炼丹制药 欲使其实献长生不老的宏愿 后来献宗服用柳密的长生药后 数月不能上朝 性情更是日益暴躁 身边宦官往往无端获罪被杀 闹得人人自危 终于在元和十五年的正月 内常是陈洪志与官军荣使 王守成合谋 将献宗杀死于中和殿内 与老头继而又接着倒 献宗死后 其第三子李恒即位 也就是唐木宗 木宗荒淫奢侈 终日沉眠酒色 又好游猎 燕月赏赐无度 对朝政末不关心 他即位之后 虽然处死了方式柳密等人 但后来自己又受方式诱惑 欲求长生 也开始学着轻爹的样子 服用起丹药来 结果也是早早身亡了 到了唐木宗第五子李延 登上皇位的时候 也就是唐武宗 这位武宗皇帝厌恶佛教 曾下诏陈佛教之弊 令毁全国寺院 僧尼还俗者达数十万人 史称会昌灭佛 但就是这位不信佛的皇帝 却笃信道教 早在下诏灭佛的前两年 他就下令在宫禁中修建望仙楼 幻想在楼上与神仙相会 他在赵令灭佛的同时 又召集道士赵归珍等八十余人来朝 让他们讲解道术 并在宫中建金路道场 亲临九天坛接受法路 后又封横山道士刘玄清 唯阴清光路大夫 崇文馆学士 四号广城先生 与赵归珍同住宫内 转修法路 无宗相信赵归珍等道士 福丹要可以长生不老之言 便令他们炼制仙丹 还在长安的南郊建了一座望仙台 令神策军重修宫中的望仙楼 与狼舍五百余间 准备以后服了仙丹后 自己能够与神仙相会 可是怎料武宗在服用丹药后 竟然和他的爷爷一样 变得性情造极 喜怒无常 到后来面容枯稿 临死前十一时辰都口不能言 死的时候武宗才三十出头 武宗之后 登上皇位的是宪宗第十三子 武宗同父异母亲兄弟 唐宣宗李晨 宣宗在治国方面 颇有老祖宗唐太宗的一封 当时朝野上称其为小太宗 他和自己的哥哥武宗 对于宗教方面的理念截然不同 一上台便立即杖杀和流放 用金丹害死了武宗的道士 随后又下诏重新佛教 令凡与武宗朝所毁四语一律重建 可是宣宗后来也同武宗一样 迷上了丹药长生 结果宣宗在服药后 背上净生出毒窗 身中毒丹而亡 与老头掰着指头 说完了唐朝的这几位短命皇帝 又继续说道 这些还只是因为吃丹药而中毒死掉的 纵观唐室 还有很多旁的皇帝也都是服丹药 咱就说那武州政权之主的武则天 别管他皇位得来的正不正 他怎么说也算是女性里少有的英豪吧 但在他的晚年 也曾经命道士胡慧超 为其开始炼制不死丹药 还有唐玄宗也让道士在松阳观炼丹 即便是在安史之乱之后 玄宗退位了 成了太上皇 他依旧念念不忘 今造烧炼丹药之事 管唐的文宗 也曾服用炼丹师正著所炼制的丹药 可以说整个大唐 起码有一半粘过金石丹药的帝王 如果这外丹树真的如外人所说 是什么江湖片树 这些帝王们 为何会亲眼目睹了 先祖们服丹毒发之后 还要这样前赴后继的铤而走险呢 正像我之前说的 现在的人不要觉得 自己比以前的皇上们还要聪明 那时候能够登上皇位的 没有几个是脑子里面糊涂的 陈三宇刀审听了于老头的话之后 对视了一眼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反倒是一旁的陈猴子这是一道 那个天竺的方式后来又怎么样了 这些唐朝皇帝炼丹的事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于老头文言笑道 带云山这里的单房 一直到安史之乱才被关闭 差不多秘密存在了百年时间 罗尔索波妹在高宗死后 便外出云游 从此就没有再回来 所以后期这带云山 一直就是当初 随罗尔索波妹一同来到这里的 那几位中原的单师 和他们的徒子徒孙所掌管的 唐代这宫廷内的皇权之争 一直就没消停过 所以这带云山的单房 因其地位特殊 也不得已被多次卷入其中 直到安史之乱的时候 在叛军威胁与朝野上的反对声之下 这里才被彻底关闭 结果没想到 单房这一封就没有重启之日 于老头说到这里长叹一口气 又接着道 当时随着罗尔索波妹 迁到这里的几位中原单师 其中有一位便是我们云霞宗的前人 戴云山单房里的单师 在离开闽南之后 先后遭遇不测 那时候本门管是宗主的 正是我们云霞宗的那位前人的大弟子 他知道单师之死绝非偶然 于是便命自己的徒子徒孙隐姓埋名 四散逃命 还将戴云山的事写成密间 藏在自己的衣袋之中 结果朝廷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我们云霞宗的数十枚人 几乎没有一人逃得生路 唯有宗主身边的一个小厮 装扮成半路上百姓家里的孩子 才侥幸逃得一命 而当时我们这门的宗主 将身上的衣袋藏在了小厮的身上 朝廷时候挨家挨户搜查 结果搜到那户收留小厮的那户人家时 正好赶上那人家在生灶开火 情急之下 那户人家就将衣袋扔进了灶火里 带朝廷搜查的官兵走后 他们在取出衣袋时 发现这衣袋已经被焚去了半边 约老头说 后来云霞宗外地的没人 知道宗主遇难的消息 纷纷赶往南方 费尽力气才找到了那名活下来的小厮 可是这小厮年纪太小 压根就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更说不明白丹房的所在 云霞宗的没人 通过宗主留下来的那条衣袋里的秘间 才隐约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惜的是衣袋已经烧掉了半边 那封秘间也变得残缺不全 云霞宗的众多没人拿着这张残纸 根本寻不出宗主和几十名同门 为之丧命的那处丹房所在 那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息 大唐域内各地局势依旧不稳 各地藩王大多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叛军匪兵遍地都是 朝廷根本就无力追剿 对于其他的事情 官家自然更是没有精力去应对了 也正是由此 云霞宗的其他没人才得以幸存 躲得躲 藏得藏 自此兴盛一时的云霞宗 也就在江湖上彻底的销声灭迹了 可是宗主与同门的枉死 又怎么能让云霞宗就此忍气吞声 善罢甘休 于老头告诉陈三他们说 自云霞宗顿入江湖之后 他们曾经派人多次打探 结果莫说是当时的清临之人 就连之前朝廷派去的护卫兵将 也都尽数被处理干净了 原本那单房的所在 就是朝中的隐秘 现如今那地方更是没有外人知晓了 然而依照去世的宗主 留下来的那半张一带密间 云霞宗的人却知道 那单房应该是在一座山上 而且那山还是一座金蝉地区 因此云霞宗的人这些年来 一直就按照这么一丁点残留的信息 游遍南方诸盛 追寻那单房的所在 结果现如今 在江湖与朝堂上 已经没有人知道 曾经还存在过这样的隐秘单房 而云霞宗 也就只剩下于老头他们这一支人马 还在假借着探保人的旗号 苦苦地寻找那座千年前的单房 陈三问于老头 他怎么敢确定 这带云山就是当年的炼丹之所 于老头文言一笑 回道 因为要扎 你要知道 这山中的单房已经存世百年 这单卢期货每次至少都要越鱼 没探什么的不说 光是寻常的单沙硫磺之类的 一次就要用掉数百斤 更何况炼制单药生火之物 还加入了很多不常见的东西 就像卫之 青牛粪 鲤鱼鳞 这种炉渣一次少说 也得出个上千斤 这百年下来 你想想那单房里 得生出来多少废渣来 这些废渣毫无用处 自然也不会有人想着要去保存 基本就是随便找个地方一扔了事 我们十年前找到了戴云山这里 然后又在他南边的一条山谷里 发现了无法计数的废旧炉渣的痕迹 因此我们就知道 这回终于算是被我们找堆地方了 女老头告诉陈三他们 一开始找到了单房所在 女老头他们自然是喜不自胜 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 在戴云山上盘踞着的一伙土匪 如果他们想要在这山上寻找单房 这群土匪他们是怎么样都逼不开的 于是余老头他们一群人 在一番讨论之后 便拿出来了一个用要下毒的法子来 正好余老头他们又是烧炉炼丹的 配点迷药之类的 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 而且余老头他们也知道 这丹炉多半就是隐藏在当年的山洞之中 唐代的人正好又是爱挖山 多少皇陵就是将整座山都给挖空了 将整个山荡成皇家的墓室 所以丹市的这个洞口一封 其实就和过去的皇陵差不多 估计也不是寻常什么人 都能再将其给挖开的 于是余老头他们一商量 就决定将这些土匪的命全都留下来 当作劳工苦力 留着他们日后开山挖洞 就这样等到山下的村民 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上山前来查看的时候 余老头他们早已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将青背虎他们全都关押在了里面 随后便是逼迫着青背虎他们挖山凿洞 一连数年 直至将他们尽数全都折磨至此为止 陈猴子此时不由追问道 那你们找到了丹房了吗 余老头得意一笑 回道那还用说 当年的那个隐藏丹房的山洞 其实也不是罗尔索波妹 带人挖凿出来的 那里原本是一处汉代的古墓 那丹房所在的山洞 其实就是一间墓室 罗尔索波妹 只是借着那憨墓的底子 又多阔出了一些空间而已 也不知道 当年那个备葬在这里的倒霉蛋 是听了哪个半吊子风水师的鬼话 居然会把墓室 建在这个三族金蝉的学地里 不过也幸亏是这样 我们之前寻丹房入口的时候 才会这般顺利 我们其实依着古人建墓的规矩 顺着墓室应该用的方位 一路找了过去 不到半个月的功夫 便找到了那丹房的入口 也就是那汉墓的墓道进口 陈猴子完颜惊道 你们挖进丹房了吗 于老头哈哈一笑 皱着梅江头一摇 要是我们进到了那丹房 找到了自己所需的东西 你以为我们还会留在这里 等着你们找上门来吗 我们早就离开此地了 可是事事难料 谁又能料到这丹房之事 又会节外生枝呢 陈三文言一道 又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是这个墓道之前 被封堵得太厉害 你们没能将其挖开 于老头这时还没说话 他一旁的那几个徒弟里 有一人出生道 我们虽然是休息外单树的 可是毕竟这么多年 一直都在做探保人 盗墓挖山什么的 怎么会难得住我们 其实我们在第五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将墓道挖通了 只不过 说到这里 与老头的那徒弟迟疑了一下 并未将话说完 而陈三却瞬间明白了过来 于是这时就听陈三 接过话来到 虽然你们将墓道挖通了 但是遇到了金蝉丹雪里 那支护宝灵兽对吗 结果但是你们还是没有能进去 那支灵兽估计也让你们吃了一些苦头吧 陈三之言一出口 于老头的那几个徒弟 全都面露一丝巨色 显然是陈三的话 又让他们回忆到了当时那不堪的经历 而于老头此时在一旁沉声言道 我们确实是将墓道挖通了 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不过是不是你们说的灵物 我就不知道了 那是一条巨毁 肯定不是本地所产之物 后来我想起罗尔索波妹 在为太宗皇帝炼丹时 在采摘菊赖罗树叶的时候 曾经遭遇到的那条巨毁 我想也许戴云山里的这支妖畜 就是当年罗尔索波妹他们遇见的那支 树一记中有载 毁五百年化为胶 胶千年化为龙 龙五百年为脚龙 千年为鹰龙 这巨毁其实就是胶龙的一种 传说中这毁喜欢躲藏在水中 性情暴裂 而且身带剧毒 欲者皆死 如果真如于老头之言 这支巨毁就是罗尔索波妹 他们遇到的那支 那么也不知道当年是死了多少人 用了多少物力 才将这巨毁运到了这带云山之上 想来封山之时 唐廷压根也就没有再重开单房的打算 所以才会将这样一支妖物连同单房 一起封在了带云山之中 目的也是防止有人在打这座单房的主意 可是千年过去了 虽然目道不通 但是巨毁却在山体内另寻了一条出路 也不知道是巨毁经过山里安全 还是巨毁发现了当年 修建木道工匠们私下里留下的暗门 总之那巨毁已经可以从木内到达古墓之外了 于是也就有了带云山这里 总是有人无故失踪的事情发生 陈三这时也明白过来 为什么带云山这里的护宝灵兽 会不断地害人性命 原来那巨毁并非是什么修行的灵物 只是一支千年的妖畜 说到底 野物的性子并没有任何更改 所以这巨毁是好吃人 与冬季折服的习性 也依旧未变 因此带云山这里也就有了春秋两季不太平的现状 与老头告诉陈三他们 当年他们开凿带云山的时候正值深秋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 已经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 当时他们都已经挖到了古墓外侧的金刚墙 木道中的巨石也基本已经被清空了 眼看着胜利在即 丹房近在咫尺 触手可及 但是不成想突然有一天 从木道深处弥漫出一股雾气 一开始并没有人注意到木道内的异状 直到有人中毒倒地 大家这才发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结果还没等众人从木道里撤出来 那条巨毁就从木道里冲了出来 一时间死伤无数 瑜伽的这几个人 费尽力气才用炸药将木道炸他 这才暂时挡住了巨毁的去路 但是这木道一炸 瑜伽这几个月的功夫也算是白费了 而且青背虎那群土匪 也大半陨命在木道之内 想用挖开木道进入单房这条路子 已然是走不通了 而且此时瑜伽人也都知道了 这单房就算一进 但是里面的那条巨毁 他们实在是没法对付 当年大唐那是皇帝要炼丹 必然是出动了军队 才将那条巨毁给降服 现今就凭他们这么几个人 还真不够那巨毁塞牙缝的呢 于是自此之后 瑜伽就将自己首要的目标 从开山进入单房变成了制服巨毁 因为只有这样 瑜伽才能顺利地进到单房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否则即便是单房就在他们眼前 他们也没命能够如常所愿 自那之后 于老头他们又用过不少法子 和那条巨毁斗过数次 都没能讨到什么便宜 离着目标最近的一次 也不过是在一个大雨天 瑜伽人舍尔在交道上 将巨毁给困住了 虽然又是雷劈又是火烧的 整个山头都被他们给烧平了 可是最后 还是让那条巨毁给从容逃掉了 因此与老头他们商议了许久 这才想出来一个堵住金铲学的气满 江山体内的那条巨毁逼出来的笨法子来 陈三听闻于老头此言 心中一争 突然间想起来之前陈老太说起 这带云山里闪电批评了一个山头的就是来 这时陈三才算彻底明白 原来这事就是当年瑜伽和巨毁相斗 才闹出来的事情来 约莫着带云山这里 近些年来的诸多意识 大多也是与山中的巨毁 和瑜伽脱离不了干系 只是这瑜伽隐藏得太好 加之又总是装出一副乐于助人的模样来 这才没有人会怀疑到他们的头上来 可惜却被鲸鱼勘于知数的陈家疏职 给抓了一个正着 与老头这时苦笑着道 封住金铲学的太极晕 我们用了五个月 山里外泄的气脉一共十二道 我们封住了其中的十一道 而这些年来 我们借着铺路修桥 平沟贺这些事 又给那金铲学地增添了十三道那气的气脉 如今这金铲学里面 基本是只进不出 那条巨毁就算是道横在身 我看他也挺不了多久 随后于老头又接着说道 不瞒诸位说 老头子我也是北方人 从小就是长在黄河边上 家里以前就是黄河上放牌的 我小时候帮家里人干的最多的活 就是给猪皮筏子吹气 你们没干过这活的人肯定不知道 这皮筏子里的气 是一定不能吹到十成满的 最多到了九成就要收住 不然到了水上行船 不好掌控不说 皮筏子还很容易会爆掉 所以这个月满则亏 水满则溢的道理 我自小就是明白的 原本今年这个秋天 第十四道气脉 我们也就差不多要弄好了 等到冬天那巨毁在单房里 折服几个月 这单房内的气息只进不出 开春的时候 必然是这条巨毁最虚弱的时候 只要我们在外面准备好 一旦满月 当这巨毁从山体内爬到外界来 觅食的时候 那时也就是我们降服它的时候了 说着话就听到鱼老头突然长叹一声 沉声道 只可惜我们千算万算 都没有算到还要过你们这一劫 当年我们收拾这山里的土匪 用的就是迷药 没成想 十年后我们自己也败在了这迷药上 有时候要说这个命术啊 你不信都不行 我就是有些不甘心啊 这十年之功 毁于一旦 而且想那山内的丹晶丹炉 在屋重见天日之时 着实是有些可惜 说完与老头他便双目一臂 不再是人 只是低着声音对陈三他们道 我们的事情说完了 现在轮到你们了 是杀是寡尊驾请便吧 老头子将刀审当年的故事 说到了这里 我其实早就已经猜到 刀审当年遇见的那个陈三 应该就是家里的老三太爷 要不然老头子们 对刀审的这段情史 也不会这般津津乐道 当时酒桌上讲着故事的那个老头子 继续说道 与老头这话一说 陈三和刀审他们就泛起了难 因为按理来说 陈三他一开始盯上了瑜伽人 就是因为当年长白山的事情 可是事实证明 瑜伽人虽说也是探宝人 但却与当年的就是毫无关联 而且即便是依照江湖上规矩 陈三他们也不能将于老头他们怎么样 毕竟他们所杀的都是土匪 对于百姓他们秋毫无范 而且不管他们是处于什么目的 他们确实是为带云山当地的百姓 做了不少好事 你要非用一个为民除害的幌子 杀掉于老头他们几人 也说不通 反而真正为百姓除害的人 还是于老头他们师徒 这十九桌上那些 没听过这故事的人 纷纷出言相问 问陈三 也就是老三太爷当年是怎么做的 与老头师徒欺人 最后三太爷是将他们杀了 还是将他们放掉了 讲故事的那老头子文言回道 当然是放掉了 难道还真要草菅人命啊 咱们家里可向来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那老头子的话一出口 我在门口的椅子上就不由叹了一声 没想到当年费了那么多力气 最后老三太爷居然把与老头师徒他们给放掉了 可是我这一声惊叹 却提醒了屋里的其他人 当即就由老头子转过脸来 望着我道 你怎么还在这里 快出去 大人在这说话 小孩跟着凑什么热闹 然而故事我都听到这份赏了 我又怎么肯走 于是那时我心里就一个念头 那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寻个借口不离开 除非是老头子们用鞋底子抽 将我从屋里赶出去 结果立刻我就被赶出去了 当时我站在屋外 耳朵贴着门板听了半天 也没听出个什么来 正在心里万分焦急之时 突然回头望见后厨送来了一大托盘的凉菜 家里的这些老头子每次吃完饭 喝酒的时候都要备一点小菜 哪怕就算是一小盘油炸花生米都行 要是一丁点下酒菜都没有 老头子们喝酒多半就不会喝尽性 于是我一间厨房送来了老头子们的下酒菜 立马心中就有了主意 于是我直接便朝着送菜来的五嫂营上去 和五嫂道 嫂子你来得正好 我爷爷他们正好在问怎么菜还没来 让我去厨房催呢 你这菜直接给我就行了 我把他们端进去就行了 说完这话 我伸手就要去接纳托盘 可是五嫂狐一地看了我一眼 并没有把菜交给我 还对我道 我还是跟你一起把菜送进去吧 这几盘菜还有点重呢 我闻言灵机一动 瞬间就想出来了一个说辞来 嫂子你还是别进去了 我爷爷他们都脱了鞋在炕上呢 那屋子里又是烟味 又是脚丫子臭味的 我都想出来透透气 你怎么还上杆子地往里面钻 你也不怕把自己给熏着了 果然我这一席话说完 五嫂立马就放弃了进屋的打算 赶忙将托盘往我手里一塞 转身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我心中安安一起 举着托盘便回身又敲开了屋门 开门的老头子一看门外是我 显然吃了一惊 还问我怎么又回来了 我说是厨房让我来送菜的 屋里的几个老头子看了看我手上的托盘 这才点了点头 把我放进了屋 进屋之后我一边干着火 收拾饭桌再上菜 一边竖着耳朵 听那之前在讲故事的那个老头子 继续说老三太爷和刀审当年的就是 原来老三太爷 乍一说这个称呼还真有些别扭 故事里面我们还是用陈三好了 这个陈三其实并不是 无条件将于老头他们给放掉的 陈三对于老头提出来的条件 是他要跟着于老头师徒一起 进山抓捕那条巨毁 因为在陈三看来 山里的丹精丹炉他并不关心 但那条这些年来 一直在害人性命的聚毁 他却不能任其继续行事 于是他和于老头他们商议了一番之后 两边就立下来了一个口头誓约 一起进山找丹房 丹房里的东西都归于老头师徒 但是那条巨毁 陈三要将其带走 这时屋里有人就追问道 后来呢 陈三和于老头师徒他们 进到那丹房里没有 讲故事的老头子哈哈一笑 言道要是真进去了 这是江湖上不早就传开了 这可是多少年才能遇见一次的奇事 而且那些失传了的丹精 也肯定要整出来不少事情 可是这么久过去了 你们可曾在江湖上 听到过什么风吹草动没有 没有吧 所以当年老三爷他们 雅根就没能进得去 而且与老头的师徒 好像也都死在山里了 什么 与老头他们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 讲故事的老头子这话一出 当即便有人叫出了声 你们以为巨毁是容易对付的 而且你们都忘记了 老三太爷的一条腿行动不便 是瘸的 他的那条腿就是在戴云山里残掉的 原来陈三当时将自己合作的打算一说 与老头他们就硬了下来 一来他们自己已经是砧板上的死肉一块了 压根也没有他们说不得选择 二来他们也确实是需要陈三这样的帮手 毕竟他们的本业只是炼丹 像这类绞杀异兽的伙儿 还是陈三他们更拿手一些 可是与老头他们唯一担忧的就是人手 因为即便是陈三加入了他们 想要正面与巨毁交锋 还是太过冒险了 可是陈三却对与老头他们说 让他们放宽心 找人手的事情就交给他 唯一一点就是丹房里 除了丹精与丹炉 那些与炼丹相关的事物之外 所有的金银珠宝之类的东西 要全部交给陈三请来的帮手 与老头闻言 没有丝毫犹豫 便答应了陈三这一要求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原本他们就对这些俗物 没有什么兴趣 于是两边人这协议商量妥当 陈三便放了与老头他们 随后带着刀婶和陈猴子他们 出了带云山去找帮手去了 这时屋里有人就问 老三太爷能去哪里找帮手 要是他回家找人 这一来一回的不得花上一个月 讲故事的老头子文言哈哈一笑 回到你们是不是忘记老三太爷他们 差点被人截标的事情了 他那时候可是在闽南 刚刚结识了一个当地的匪手 那个土匪头子姓江 你们不记得了吗 听了这老头子的话 我这才想起来之前截标的那个江老头来 那江老头手下有数十人马 兵强马壮 有枪有炮 各个都是亡命之徒 全是为了钱能够把命豁出去的主 将他们找来做帮手 确实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老头子说陈三当时找到江老头 江自己的打算一说 江老头就一口硬的下来 因为做他们这行的 有一个讲究就是富贵险中求 越是危险收获才会越大 只要有钱一切好说 江老头说 那单房里就算没有金银 只要能有几个唐朝那时候的谈谈罐罐 就已经可以换回不少钱财了 所以在钱这方面 江老头一丁点都不担心 而且当年戴云山上青贝虎那火土匪 与江老头也并没有什么交情 故而他也不会为了这么一个 死了多年的同行 与于老头他们翻脸 那江老头只是半开玩笑的同臣三说 他们一定要小心 不要再着了于老头他们的道 要是这回他们这群人 再被于老头的迷药给要翻了 那么就是粮火土匪 都被同一群人给灭掉了 别的先不说 这闽南的黑道路林 可算是丢大人了 这时屋里有人出言问道 后来呢 老头子惨惨一笑 回到 后来 哪还有什么后来 老三太爷他之以为 那巨毁是之易受 压根没想过这么多年 那巨毁可是在丹房里长起来的 那丹房之中 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炼丹药材 还有堆积如山的废弃药杂 这么多年里 这巨毁肯定是多多少少的进食过这类东西 你们想想 那巨毁吃了这么多药杂 还没有被毒死 这只巨毁又怎么能是旁的寻常野物可比的呢 说到这里 那老头子轻叹一口气道 说到底 还是老三太爷轻敌了 他仅剩了半辈子 就失策大意了这么一次 结果就害得自己断了一条腿 所以说 干咱们这行的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一句话万事小心 不然别管你有多少名气 又有多大的能耐 只要你心里的那根弦松了 那你在这上面吃大亏 就是迟早的事了 这是一直在一旁 沉默不语的四叔公 结果话来道 这些事我清楚 当年三叔他跟我说起过 其实三叔他能逃得一命纯属侥幸 瑜伽和江老头那伙土匪 全都死在山洞里了 当时三叔他是去洞外取东西去了 结果那山洞一塌 里面的人没一个能活着出来 三叔他也再别想进去了 四叔公说 陈三他们当时做的计划 依旧还是用炸药 但是他们吸取了上几次失败的教训 知道只用炸药的话 效果不会太大 所以他们还弄来了 大量的铁钉与钢珠 正好将老头他们那伙土匪里 有以前在军队里面做过弓兵的 他便用这些炸药与铁钉 装在瓦罐里 做了几十个土炸弹 陈三他们将这些土炸弹 安置在了一座山洞之内 然后又布下了一条交道 两边洒满了聚毁不喜的 硫磺赤石等物 为的就是可以将聚毁 引入到山洞中 将其困在其中 如果可以就先将聚毁升擒 如果不行就直接引爆炸药 将那条聚毁炸死再说 带众人一切全都安排妥当之后 他们遍境后下一个月圆之夜的到来 聚毁这类邪物 多半身上都已经是阴气郁节 很少在大青天里出现 就算是夜里 也都是满月的时候 因为相传这种天象阴气最盛 是聚毁这类邪物 最喜欢活动的时候 当时刀神与陈猴子 依旧被陈三安排在山下戴云村的陈老太家中 可是这些日子里 山上这又是挖路又是土匪的 村里的人哪有不知道的 而且村民看到瑜伽人 居然也和土匪混在了一起 更是糊涂了 那些之前向瑜伽提过亲的人家 此时全都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都说幸好没把闺女嫁过去 不然女儿跟了土匪 这辈子也算是交代了 所以对刀神和陈猴子 村里人全都对他们视镜而远之 有不少老人还拐弯抹角地问刀神 说他好好的一个漂亮大姑娘 为什么要和土匪混在一起 刀神闻言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对此只好一笑置之 而陈老太那边 对刀神和陈猴子更是小心伺候着 不敢开罪 要不是刀神的坚持 估计陈老太连房前都不敢和他们要 终于到了月圆之夜 陈三让刀神与陈猴子 在山下的村子里等着 自己和瑜伽人 将老头他们上了山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 刀神他们在山下 就听到了山上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声响 刀神一听就知道 那肯定是炸药爆炸的声音 依照之前陈三他们的计划 如果没出什么意外 这炸药是用不上的 如今已然有了爆炸的声响 自然是山上抓捕巨毁的行动出了变故 于是刀神与陈猴子二话不说 拿起手里的兵器就往山上跑 陈猴子直到这时才知道 先前身边的这位雕姐姐 手上拿的那几支短笔 原来是女人头上的发簪 不过这个时候 陈猴子也没有心思 和刀神讨要这几根发簪 来看个究竟了 此时两人心中 都隐约有了一种不祥之感 什么都顾不上去管 只是一个劲的急步往山上赶 等到两人来到陈三他们一群人 设服的山洞之外时 两个人瞬间就傻了眼 只见那山坡此时都塌掉了半边 空气里满是一股子爆炸之后 刺鼻的硫磺与消失气味 遍地都是碎尸和血肉 模糊的残肢断壁 刀神一见到这个场景 立马就嚎啕大哭起来 陈猴子也被吓傻了眼 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 当时两个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凭眼前的这番地狱景象 陈三时之八九时活不成了 就在两人哀伤之际 突然他们就听到一声微弱的呻吟 两人连忙寻声去找 结果在一块岩石底下发现了陈三 而此时的陈三浑身都是血污 一条腿还被压在了一根圆木之下 刀神与陈猴子合力 将陈三从圆木底下脱了出来之后 立马就想将陈三送到山下的村子里去医治 可是陈猴子背着陈三才走了几步 陈三就渐渐转醒 一见深周的情景 就猜出了刀神他们的打算 于是陈三连喊数声 才让陈猴子停下了脚步 刀神对陈三说 就算他现在有再重要的事情 也得先找个郎中给他看下伤 可是陈三却说 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回村 让刀神他们带着他绕开带云村 去附近的镇子上安顿下来 在找郎中来 刀神闻言正觉得奇怪 陈猴子却立马反应过来 虽然陈三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 可是村里的村民 却对陈三他们是又恨又怕 毕竟谁让他们跟着土匪混在一起呢 如今土匪和于家人都死了 陈三也只剩下半条命 他们这边 就剩下一个女人和孩子还能随意走动 难保这村里的人 不会对他们打什么歪主意 就算村里人不出手动他们 只要他们将陈三这些匪人的消息 通报给附近的民团 他们也是能得到一笔赏钱的 所以在钱财的诱导之下 谁能保证带云村的人 不会做出什么不利的举动来 在眼前的这种情境之下 陈三可不能冒险 因此避开戴云村 才是他们目前最保险的选择 等到刀神与陈猴子 将陈三带到附近的镇子上 给他找来了之外伤的郎中石 已经是三天之后了 陈三的腿此时都已经一片淤子 那郎中为陈三放了诬险 又接上了断骨 好不容易才把陈三的这条腿给保住 可是这条腿自此之后也算是废了 而刀神与陈猴子也知道了当时 山上所发生的一切 原来当时众人抓捕巨毁的计划 进行的异常顺利 陈三他们先是用新鲜的养血 江巨毁引出了山体 随后便一路诱导着他往山洞那里移动 好不容易一群人江巨毁赶进了山洞内 也把洞口给封住了 江老头却突然对陈三说 之前他们准备的那张鱼网没有带出来 让陈三去将那鱼网取过来 这张鱼网是陈三感知出来的 编织鱼网的丝线之中 他加了不少人法语马踪 整张网还在猪沙里泡过三天 是专门用来对付巨毁的 否则一般的鱼网 这只巨毁用不了几下就能挣脱开 压根就困不住它 陈三也不知道江老头 为何会将这么重要的东西给落下 当时他也顾不上多下 扭头就往山洞外面走 可是才走到洞口 他猛然间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刚刚转回身去 一阵热浪便从山洞内汹涌扑出 紧接着随着几声巨响 陈三感觉到自己的胸口 如同被人中击了一般 整个人一瞬间就飞了起来 随后便被重重地摔到地上 陈三倒地之后正想挣扎地爬起来 突然之间 他就感到自己的左腿一阵巨痛 立马他就晕死了过去 等他再醒过来时 就已经是在陈猴子的背上了 陈三说 这是应该就是江老头他们做了守教 估计这群土匪心里面 一直没能放下对于老头他们的芥蒂 或者只是单纯的想独占单房里的宝物 因此他们眼见是成 就想对于老头一伙人痛下杀手 所以才会在动手之前 借故江陈三给支开 而于老头他们 显然也对江老头这群土匪一直心存戒备 不然就凭江老头他们 布下的那些土炸弹 压根就不可能将那山洞炸他 一准是于老头他们 暗地里又布置了不少炸药 再以防万一 结果没成想 于老头他们留的这手 还真派上了用场 陈三当时苦涩一笑 对刀审他们言道 人真是一种古怪的东西 当年在长白山上 就是因为两边的人互相出售 结果被前串子钻了空子 一群人全都死了一个干净 如今又是这样 人的贪欲还真是可怕 这么多年过去了 天南地北地走了这么多地方 我还自认为已经很了解人心了 可是最近这些事 却让我越发的糊涂了 人这东西 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了呢 面对陈三的疑问 刀审与陈猴子自然也没法子回答 断腿的陈三自此也消沉了许久 直到大半个月之后 陈三家里找到他们 将陈三与刀审他们一同带回北方 陈三的脸上都没再露出过什么笑容来 后来陈三家里又专门派人去福建 打听刀审家里的情景 看看能不能将刀审的母亲也接到北方来 可是派去的人 却带回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原来刀审的母亲 在刀审离家两个月之后 就患病去世了 虽然死因可疑 但是已经无从查起 只得姑且信之 至于刀家也没落下什么好下场 当时正赶上福建的两个大军阀混战 也就是婉系的王勇权部 与直系的李后基部 结果虽然刀家已经花了不少钱 与军方攀上了关系 但是李后基溃败之际 为了筹集军费 他还是带着兵 把刀家给抢了一个底朝天 临走还一把火把 刀家的祖宅与粮仓 给烧成了平地 不少刀家人为了铜这些兵匪理论 还被当场打死 才一天的功夫 这家毁人亡的 硕大的刀家也算是彻底的败落了 后来陈三 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太爷 看着自己一条腿已然是废掉了 这辈子能不能再站起来 都得两说着 因此觉得自己已经配不上刀神了 所以刻意地开始疏远刀神 倒是刀神心意分毫未干 一直对老三太爷不离不弃的 四叔公说 三太爷与刀神两个人 也不知道分分合合地闹了多久 最后终于是喜结莲礼 成了亲 在婚礼上 刀神特意穿了 他们闽南妇女的传统服饰 还将母亲传给自己的三把刀 戴在了头上 这让当时没见过 这种稀奇光景的家里人 见到之后全都吃了一惊 刀神的这个名号 也就是从那时候就这样传下来了 这个时候 家里的一群老头子突然回忆起当年 三太爷与刀神的那场婚礼 有人说起刀神那时候 好像没带一丁点嫁妆就嫁进来了 因为按照那时候我们这里的规矩 女方若是这样 那可是很丢人的事情 可是三太爷 也就是陈三他们家里并没有丝毫介意 反而十分爽快的就接纳了这个儿媳 刚说到这里 有一个老头子就笑道 你们这些说法可不对 我记得当年刀神还是带了嫁妆过来的 他不是亲手给老三爷栽过一面手帕吗 不过听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事 我也是刚想明白 估计那块手帕 就是之前三爷送给刀神的那块手巾吧 不还是三太奶奶亲手给三爷缝的吗 这老头子的话一说完 立马旁边就有人接话道 对对 我也想起来 是有这么一回事 那时候我在旁边还凑近看过呢 那时候帕上刀神还绣了两个字 陈三 我当时还在想呢 三爷又不姓陈 为什么刀神那手帕上会就这么两个字 你们今天要是不提这事 我还真就忘了 原来这两个字是这么一番来历啊 不过后来屋里的老头子们 又都不约而同的叹了一口气 都说老三太爷可惜了 原本他在家里是最得祖爷爷赏识的 本事也是家里年轻一代里最好的 明眼人那时候都看得出来 日后家主的位子肯定就是老三太爷的 可是谁知道历经戴云山一事之后 老三太爷之前的万千豪气 全都变得荡然无存了 连家门都不想再出 就算是他日后腿好了 能自己走路了 他也没有再提要出远门之类的事 把祖爷爷当时给气的 骂了他不知道多少次 都说他是掉进了女人被窝里 只知道和刀神过恩爱日子 把一个男人的雄心壮志 全都给忘干净了 但是我听着这群老头子的长须短叹 心中却在暗想 谁说男人就一定要在外面建功立业 在家里照顾好妻儿老相 过一辈子太平安稳的日子 又有什么不好 他们的这些老思想 真的是已经和世界现实脱轨太久了 还当自己是在大雨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那个时代吗 不过心里想归想 这话我自然是不敢将其说出口的 倒是有一个老头子突然说 自己想起来当年老三爷还在世的时候 他暗头的一方宴台上 刻着几行小字 字体捐秀 一看就知道是出于女人之寿 可是有人问老三爷 那是不是刀神写的 他却只是笑而不答 立刻屋里就有人追问那老头子 问那几行字写的是什么 那老头子回想半天 才缓缓地一道 十年江湖 三尺剑 却为了一方相怕 借了厮杀 一旁的我当时听了老头子的这些话 心中煞时间就只有一个念头 老三太爷他应该一定是很爱刀神的吧 胜过了爱他自己 事后有一次我偶遇了刀神 按辈分我应该叫老三太奶 他正坐在屋前的台阶上 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在亲手给自己的太孙子做虎头血 见状我趁着左右没人 赶忙凑过去帮着他引了一个针 刀神看着我咧嘴一笑 露出他嘴里为数不多的那几个牙齿 对我问道 你小子是不是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我赶忙说自己不敢 只是想打听个事 刀神当即问我是什么事情 我压着声音对刀神道 我前几天听了您和老三太爷的故事 就是有一点事情想不明白 当年跟在你们身边的那个陈猴子是谁啊 他管老三太爷叫三叔 那就应该是我太爷他们那一辈吧 他是咱家的人嘛 刀神闻言扑痴一笑 笑了好半天 回我道 这是你应该回去问问你太爷去 眼壁刀神便又继续戴着老花镜 一针一针的绣鞋面去了 只留下我愣在原地 一时之间 思绪万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你